在一处深深老林中 有一个长着尾巴的少年 叫做孙悟空 他独自一个人生活着 每天劈劈柴摘摘果子 用尾巴钓钓鱼 很是开心 结果一天突然被一辆汽车撞到 从没见过汽车的悟空吓了一跳 以为是个怪物 此时一个少女从车里出来 以为悟空是怪物的他 朝悟空开了几枪 不过刚进田虎的悟空毫发无损 少女赶紧说自己其实是人类 没见过女人的悟空很好奇 毕竟这个少女是悟空 除了爷爷以外见到的第一个人类 他们彼此寒暄之后 悟空请少女去家里做客 少女叫做布马 来到家中布马发现 悟空家里有一颗四星龙珠 很高兴地拿了起来 悟空说这是爷爷给他的遗物 不要乱摸 布马拿出两颗龙珠告诉悟空 龙珠是一个很神奇的珠子 只要集齐七颗龙珠就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而布马想要找龙珠是因为 想要找个完美的男朋友 之后脸红带片地让悟空跟他一起去找龙珠 不知道贝吉塔看到这个会是什么感受 布马也展示了自己做的龙珠雷达 用这个就可以追踪龙珠 还展示了万能胶囊 悟空也在慢慢接受新事物中 之后他们一起出发 而布马被一只怪鸟抓住 悟空骑着摩托车追上去之后 用伸长的颅鱼棒轻松救下布马 傍晚布马用万能胶囊变出房子 他们在里面休息 布马在帮忙悟空洗澡的时候 发现悟空的尾巴是真的 晚餐的时候悟空因为吃不惯 所以自己出去找吃的 而在一座远处的城堡中 一个叫皮拉夫的人也盯上了龙珠 还派了手下女小五和手下男阿修去收集龙珠 他们正好碰到了出来找吃的悟空 在一番误会之下 悟空踢倒了他们的飞机 然后悟空就回家吃饭了 早上起来因为一些不可描述的童真 悟空拿掉了布马的小酷酷 难道这就是贝吉塔一直要跟悟空打的原因 之后悟空开始沉练碎石 偶遇一只迷路一年的大海龟 海龟要了一桶盐水之后 希望布马帮忙送他回家 悟空背起海龟就往海边跑 布马也是不情愿的跟了上来 途中遇到一个坏蛋 悟空用猜拳拳轻松解决 终于来到了海边 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悟空很开心 然后海龟说要送他们礼物的游走了 另一边小五和阿修回来 告诉皮拉夫任务失败 但是皮拉夫接到消息 一个叫龟仙人的家伙有颗龙珠 于是他们三个就一起出发去找 此时海龟载着一个戴墨镜的老爷爷从海上归来 他叫做龟仙人是海龟的主人 然后他准备送悟空一只不死鸟 结果这鸟因为吃错东西挂掉了 不死鸟只是龟仙人自己取的名字 然后他叫出了金斗云 一团可爱的黄色云就过来了 不过只有心灵纯洁的人才能站上去 龟仙人想示范一下结果站不上去 而悟空一下子就站上去了 而且跟金斗云玩得很开心 然后布马也想要礼物 结果龟仙人的条件是要看一下库库 当然布马并不知道自己没穿 之后龟仙人将自己挂着的三星龙珠送给了布马 然后大家各自开心的回家了 龟仙人回家后发现皮拉夫他们在家里找龙珠 龟仙人告诉他们龙珠送人之后 给皮拉夫的飞机搓了一个洞的送他们走了 结果就沉了 谁让你不变飞机 而布马他们再次启程 寻找下一颗龙珠 但是布马也坐不上金斗云 所以只能骑摩托拉 接着到了下一个村子 进来的时候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开门进去的时候悟空被打了一下 原来这个村子都在躲一个叫做乌龙的家伙 他会来村子想小女孩做老婆 大家都很害怕 而布马问起这个村子有没有龙珠 老婆婆拿出了六星龙珠 布马以帮村子打败乌龙为由来交换龙珠 接着他让悟空打扮成小女孩去打败乌龙 此时一个巨大的妖怪进村 他就是乌龙 然后乌龙变身成人类 结果布马被吸引了出来 矜持点回去 然后乌龙看到悟空在尿尿 知道自己被骗了 变身成其他怪物要打败悟空 结果只会嘴顿的他吓不倒悟空 突然乌龙就往村外跑 其实乌龙是一只好色的小猪猪 有变身技能但是维持五分钟就要休息一分钟 之后他又变身成机器人吓唬悟空 结果嘴顿太多被悟空看出 实力应该很弱 在悟空展示实力之后 乌龙变身蝙蝠跑走了 乌龙骑着金斗云就追了上去 然后乌龙又变身导弹 结果五分钟时间到被悟空抓到了 之后乌龙带大家去找被带走的女孩 其实乌龙对他们还蛮好的 然后布马也获得了六星龙珠 他和乌龙带着乌龙一起去寻找龙珠 因为布马看上了乌龙的变身技能 在得知布马要去火焰山之后 乌龙变身成鱼逃走了 结果被布马用小裤裤掉了上来 为了安抚乌龙布马给他一颗糖 然后传媒汽油了他们上岸 又发现布马的万能胶囊丢了 乌龙趁机逃走 不过布马大声叫了一下屁屁 乌龙就开始拉肚子 原来刚刚那个糖的效果 就是听到屁屁之后会想拉肚子 持续时间一个月 乌龙只好乖乖地回来了 然后他们就徒步去找龙珠 来到了沙漠之后 他们被一个叫亚木查的人盯上了 而亚木查的伙伴普尔 跟乌龙是变身幼儿园同学 然后亚木查要他们交出身上的东西 之后他就和悟空打了起来 亚木查认出了悟空的金箍棒 并提起悟空的爷爷孙悟范 是有名的武道家 然后亚木查使出了独门绝技 狼牙疯疯拳 打飞了因为太恶没什么力气的悟空 不过悟空起来之后用猜拳拳反击 被揍的亚木查生计的冲过来 途中看到了布马之后 亚木查立马跑了 因为他一看到女生就超级紧张 不过亚木查想到了一个计划 晚上悟空他们在乌龙的房车里面休息 这是乌龙珍贵的万能胶囊变的 亚木查带着普尔过来 意外听到龙珠的事情 亚木查想到可以许愿 让自己不在女生面前羞涩 于是打起龙珠的主意 因为乌龙给的饮料的关系 悟空和布马开始沉睡 而亚木查的计划是 让普尔变身引开布马 这样他就能去抢龙珠了 结果普尔引出来的是 变身成布马的乌龙 于是亚木查再次看到布马之后 羞涩到腿软 确定这不是贝吉塔绿帽片吗 结果乌龙守了一整个晚上 而早上小五和阿修 在车上装了定时炸弹 吃饱之后悟空他们继续出发 亚木查还不放弃地跟着上来 用炮弹攻击乌龙的车 他准备来抢龙珠 悟空这下吃饱了 很快打败了亚木查 掉了一颗亚的亚木查又跑了 并决定等布马收集完七颗龙珠再下手 因为车子坏了 所以乌龙他们走路前进 而小五和阿修以为是炸弹起作用 就上车找龙珠 结果自己被自己炸了 然后亚木查过来给了悟空他们 一辆有跟踪器的车就走了 而任务失败的阿修和小五 回到城堡接受皮拉夫的惩罚 悟空他们来到了火焰山 雄雄的烈火包围着一座大山 不过主人灵魔王不在里面 他自己也进不去 而跟上来的亚木查正在计划 如何盗取龙珠 突然一个少女被一只恐龙追 但是明显他能打败恐龙 遇到亚木查之后又攻击了他 结果被亚木查打晕了 对小女孩倒是不羞涩 另一边龙珠雷达显示 龙珠在火焰山城堡里 悟空用金斗云也没有办法进去 突然牛魔王出现了 以为布马他们是来偷宝物的 结果跟悟空打了起来 悟空打不过他 然后牛魔王认出了金斗云 他们聊起了龟仙人 牛魔王很开心自己可以回城堡了 他们还聊起了悟空的爷爷孙悟范 原来牛魔王是龟仙人的恶弟子 而悟空的爷爷是大弟子 然后牛魔王希望悟空去找龟仙人 拿芭蕉扇来灭火焰山的火 不过他之前已经让女儿琪琪去找龟仙人 但是估计迷路了希望悟空一起找 而琪琪就是被羊木查打晕的那位 羊木查听到后赶紧去把琪琪叫醒 然后悟空就找到了琪琪 告知了原因之后 悟空和琪琪准备去找龟仙人 琪琪拉着悟空的尾巴坐上了金斗云 悟空变得浑身无力 因为尾巴是弱点 这也被一旁的羊木查听到了 而悟空和琪琪两小无猜地寻找龟仙人 来到了龟仙人的小屋 琪琪试了一下龟仙人的身手 便告知了他们要爱接芭蕉扇 龟仙人答应了 不过条件是看下不满的身材 你这个色老头开车都有症 不过芭蕉扇已经被龟仙人烧掉了 所以龟仙人决定亲自出马 还特意换了一身服装 没办法坐金斗云的龟仙人 叫了飞天转转归过来 就这样转着到了火焰山 牛魔王非常激动 不过龟仙人有点晕车 之后龟仙人教育了牛魔王 然后跟布马谈了交换条件 为了龙珠布马答应 两个人还拉勾勾 然后龟仙人开始脱衣服 集中了全身的力量 使出一招龟派气功 真的是贯穿龙珠几十年的一招 之后火就灭了 嗯顺便火焰山也一起敲灭了 布马用龙珠雷达去找龙珠 而悟空无师自通了 使出了龟派气功 牛魔王说悟空是孙悟范的孙子 得知孙悟范过世的消息很难过 龟仙人邀请悟空去他那修炼 悟空答应找完龙珠就去 布马找到七星龙珠后 牛魔王送给他们一辆车 不过龟仙人还没有忘记那个约定 于是布马让乌龙变身去完成 龟仙人很满意 而琪琪跟悟空也两巧无猜的定下婚约 之后大家再次启程 羊慕范还紧随其后 他好像渐渐喜欢上了布马 乌龙他们来到一座城镇 大家开始对他们毕恭毕敬 原来是将布马当作兔子团的坏蛋 之后真兔子团的人出现 很快被悟空教训了一下 然后兔子团的人呼叫老大 等了半天一辆可爱的兔子车上 下来一只兔子 布马的手被碰到之后变成了胡萝卜 这是他的能力 接着他拿萝卜威胁悟空别动 乌龙趁机先溜 一旁的羊慕范让普洱帮忙夺走萝卜 然后羊慕范打败了杂兵 悟空拿回了萝卜之后 用金箍棒收拾了兔子团的老大 将他们带到月球去打年糕 希望作者不要忘记你们 而布马也骂了又回来的乌龙 大家继续出发 城堡中皮拉夫他们也做出了龙珠雷达 而皮拉夫自己有一颗异性龙珠 所以跟着龙珠雷达走的布马 正在靠近皮拉夫城堡 突然他们遭遇了埋伏 阿修驾驶的机器人拿走了五颗龙珠 悟空坐着金斗云去追 但是敌人已经跑远了 布马很失望不能许愿 但是四星龙珠还在悟空身上 布马打起精神要去追回龙珠 不过万能胶囊也被偷了 此时亚慕范过来帮忙 他好像已经习惯了布马 然后他们开车前往城堡 另一边皮拉夫发现自己只有六颗龙珠 而龙珠雷达显示最后一颗正在靠近他 悟空他们来到城堡之后 一路遇到陷阱 多亏悟空和亚慕范大家还活着 然后他们小心翼翼的跟着地上的箭头 走进了白痴奇的陷阱 悟空和亚慕范都打不破墙壁 之后皮拉夫释放睡眠气体 然后趁机拿走最后一颗龙珠 七颗龙珠聚在一起闪闪发光 他们准备去召唤神龙 但是因为忘记关陷阱的门 所以悟空他们也逃了出来 结果就这么相遇了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确认过眼神 你没叫龙神 于是开始追 结果皮拉夫抢先打开陷阱 一段很有创意的陷阱战之后 悟空他们又被关了起来 终于皮拉夫准备要去召唤神龙了 此时悟空用龟拜气功打出了一个洞 普尔和乌龙变身飞出去 但是皮拉夫已经成功召唤出了神龙 从天而降甚是威严 收出你的愿望 但只能一个哦 此时乌龙智商上线 抢在皮拉夫之前说出了愿望 我要一条女孩的短裤 神龙还真的给了他 之后就变回珠子分散各地 要一年的时间才可以再次许愿 而悟空也用最后的力气 发射龟拜气功 他们终于跑了出来 此时气急败坏的皮拉夫追了上来 杨木查带上没有力气的悟空逃走 皮拉夫放了一堆猎狗追他们 杨木查和悟空边打边跑 最后还是被抓了起来 皮拉夫把他们关在一个 只有玻璃天窗的房间 这次墙壁打不破 但是这个房间早上会因为太阳而变得非常的热 大家都很绝望 这种时候就是大家交换故事的时候 然后悟空说满月会出现怪物 爷爷就是被怪物踩死的 但是自己当时睡觉没发现 而且爷爷提醒自己 不要在满月的时候看月亮 大家瞬间躲得好远 布玛问爷爷死的那天悟空看月亮了吗 悟空坦诚的回答是 然后布玛叫悟空不要看月亮 悟空也就是看了一眼 今夜月色真美 然后他开始变身了 体型慢慢变大 牙齿慢慢变尖 最终撑破了房间变身成了巨人 开始了无差别的破坏城堡 皮拉夫他们也吓得半死 开着飞机逃出去 杨木查暴起了布玛他们也跑了出来 皮拉夫不甘自己的城堡被毁 又飞回去攻击悟空 并用炸弹炸倒了悟空 然后他就下来踩悟空的尾巴解恨 结果悟空又醒了 皮拉夫慌忙逃走 这次被悟空击落了 杨木查他们也准备撤离 但是布玛刚好被石头压住 杨木查赶紧去救援 结果布玛被悟空抓住了 普尔想起悟空的弱点是尾巴 于是杨木查和大家一起 抓住了悟空的尾巴 悟空暂时无力 普尔变身剪刀将悟空的尾巴剪断 悟空又变了回去 早上大家看着悟空 觉得不要将悟空猜死爷爷的事情告诉他 醒来之后因为没有尾巴 悟空走路还有点不习惯 不过随意了 之后杨木查和布玛好上了 他们也不需要龙珠了 而悟空还是要找四星龙珠 所以布玛将龙珠雷达留给他 一年后去找就可以了 于是悟空跟大家分道扬镳 布玛他们回大都市 悟空去找龟仙人修炼 而龙珠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与大家分开后 悟空先回家搬行李 然后去找龟仙人吃饭 一路游山玩水的来到了龟仙屋 龟仙人正在看合法可播的节目 暂时没有时间理悟空 于是悟空去冰箱吃东西 看完节目的龟仙人发现 悟空把冰箱的东西都吃光了 龟仙人还惦记着布玛 然后他要悟空带美女过来 才肯带悟空修行 老乌龟的要求还真多 不过他注意到了悟空的尾巴不见了 然后悟空就去找美女 换上西装的龟仙人正在暗爽 结果悟空带回来一个金刚芭比 于是龟仙人决定先叫悟空审美 然后悟空又去找了 这次终于带回一个像样的 听到美女秤秤下面什么都没穿 龟仙人就喷了 比雪 他过去一看原来是人鱼 人鱼揍了龟仙人一拳就走了 此时有一个人 跋山涉水的来到了龟仙屋 头朝地的来到他们面前 他叫克林 我们就不要纠结翻译的问题 他是来拜师的 有备而来的他很了解龟仙人的喜好 不过他也要跟着悟空去找美女 坐不上金斗云的他只能抱着悟空 此时沙漠的一家酒馆中 一个蓝色头发的美女进来 要了一杯橘子汽水 突然风大打了一个喷嚏 头发变成黄色 性格大变得他砸了酒馆 接着他准备去抢火车 之后被警察追 一阵追逐战之后 他又打了一个喷嚏 变回蓝色头发 性格变得很温柔 碰巧经过的悟空救下了他 然后他就被带到龟仙屋去了 悟空去叫正在拉屎的龟仙人 克林则跟妹子寒暄了一下 龟仙人立马就向中了女孩 决定收悟空和克林为徒 然后就跟这个叫蓝琪的女孩 介绍悟空和克林是他的弟弟 好吧 其实是土地 接着老乌龟邀请蓝琪一起住下 便跟着悟空他们一起学武 首先换上武道服 为了动画可以播出 克林提醒蓝琪去屋内换衣服 出来后蓝琪挡了一个喷嚏 变身成金发的他朝龟仙人开枪 之后又挡了一个喷体变蓝发 原来他一打喷体就为性格大变 为了方便修行 龟仙人把房子变回胶囊带走 于是大家前往修炼的地点 一个更大的岛屿 终于要开始修炼了 首先龟仙人开始摸底考试 在少林寺修炼8年的克林很自信 白米测试跑出了10秒4 而悟空跑出了11秒 不过因为鞋子坏了 他换了一双之后再跑 这次跑出了8秒5 接着龟仙人要自己上 脱掉龟仙人跑出了5秒6 开始很得意的想要个啤酒 克林立马去屋子拿 结果兰奇挡了一个喷体的追出来 这次克林跑了8秒8 还是可以的 傍晚龟仙人又给了一项测试 他拿起了一个石头 写了一个龟字 然后把石头丢得很远 让悟空和克林去找 输的人不能吃饭 30分钟没找到也不能吃饭 悟空立马就跳下去找了 而克林理解这是一道质力题 于是自己找一块石头写上龟字 就去交差了 此时龟仙人正在看南奇做饭 然后归了脸刚凑上去 就被克林打断了 然后他立马就看出 克林的石头笔记不是自己的 于是克林继续去找 然后他听见悟空找到石头 就把石头片过来跑走 还把桥砍断 不过悟空还是追了上来 接着他们打了一架 克林被打败了 然后他假装把石头扔出去 悟空傻傻的去找了 而克林回龟仙屋交差 结果晚上悟空没饭吃 不过南奇晚上做的鱼叫河豚 场面有点赛翁失嘛 大家都先休息一阵子 克林跟龟仙人睡 悟空跟南奇睡 早上起来龟仙人去叫悟空 不过南奇此时已经变身金发 所以龟仙人小心翼翼 但是金发南奇还是醒了 我们省去一些画面 他们开始修炼 龟仙人正经解释无道的含义 只有开始经典的宋灵来修炼 首先用跳的方式 送到两公里外的第一家 然后用落树的方式送第二家 结果克林偷懒又被发现了 接着是爬一个很长的楼梯 送到山顶 半山腰上龟仙人怀念 以前教孙悟范和牛魔王的日子 悟空受到鼓励的继续爬 他其实很想爷爷 山顶上龟仙人提到了 天下第一武道会 八个月后在南部五年举办一次 龟仙人说修行合格就可以参加 而此时杨木柴在踢馆修炼 看来跟布马相处的不错 他也准备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 另一边龟仙人的修炼越来越严格 这个岛有沙漠 瀑布和恐龙还真是大 然后就是种田修炼 用手挖土锻炼妖力和万里 技术挖掘哪家墙 悟空克林累出墙 之后他们回龟仙屋吃饭 结果拦起一个喷嚏把他们赶了出来 看得出龟仙人和克林 怼喷嚏都有阴影了 为了文武双拳 龟仙人也教他们语文 当然按时休息规律作息也是很重要的 接着他们来到了工地打工 悟空和克林也是十分的卖力 克林回想起自己之前在寺里被排斥的经历 更加的卖力起来 之后是游泳修行 但是悟空想学拳法 龟仙人说要先修炼好基本功 还推动巨子展示了一下基本功 结果悟空马上跟着推得更远 应该是推这个更大的 悟空推不动之后 龟仙人说自己推得动 然后克林希望龟仙人展示一下 结果龟仙人以修炼要紧为由糊弄过去 接着开始游泳修炼 但是狐狸有鲨鱼 山岸有恐龙 这是荒野修生吧 紧接着就是反射神经修炼 克林和悟空被绳子绑住 然后龟仙人叫癌蜜蜂 悟空他们避之不及 而且明天的修炼还要带龟壳 就这样修行了几个月 一天悟空来找龟仙人 他而克林已经可以背着龟壳 推动当初那个大石头了 龟仙人都震惊了 悟空他们很兴奋可以学拳法来 龟仙人却说能教的都教了 不过之后要背更重的龟壳修炼 而杨木茶也在森林里锻炼着自己 期待着与悟空他们的相遇 不过不满郁闷杨木茶的不告而别 用捡橘子灰杯车壮的套路 召唤出了杨木茶 另一边龟仙人他们也准备出发 悟空而克林脱下龟壳之后 尽力一跳 发现自己真的变强了 这段对话浪拳出小时候 认定了努力就会有回报的信仰 之后他们就出发去 参加殿下第一武道会了 来到兰都后 龟仙人带他们去报名 还遇到了短发的杨木茶 以及布马和乌龙他们 第二天比赛开始 龟仙人给悟空他们准备了经典的武道服 可以穿几百级还会跟着一起长大的那种 预赛开始首先是137选8 规则是一对一 晕倒或者掉到场外算输 但是不能伤及性命也不能用武器 预赛时间一分钟 没有结果的裁判直接定 克林还是有点没自信 悟空率先上场 点一下就把对手推到场外 大家有点吃惊 悟空明白原因之后 告诉克林不要使出全力 此时克林的同盟又来嘲笑他 克林这下更没自信了 悟空鼓励着他 终于到了克林比赛 过于紧张的他一脚就把对手踢出了场外 接下来亚木茶也是一脚踢晕对手 之后大家势如破竹的接人胜利 亚木茶用狼牙风风拳 打败对手后取得八强 悟空和克林也顺利晋级 他们跑出来开心的告诉布马 之后就去抽签了 而龟线人也消失了 八强的对手抽签决定 一个叫成龙的老头 想要指定美女对战 被主持人吐槽了 其中有一个叫巴特利安的野蛮人 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洗过澡 无敌体臭耐能寻味 结果克林抽到了野蛮人 然后悟空先去吃饭 终于万年超敬夜主持人 宣布了比赛正式开始 克林登场对阵野蛮人 一开始就被恶臭逼到了角落 接着是口臭攻击 然后还要隔着屏幕都臭攻击 克林没多久就晕倒了 摇摇慌慌站起来后 被野蛮人掐住了脖子 但是克林踢开了 之后克林再次被逼到角落 人想着从胯下穿过去 结果被做了一屁股 还被崩了一个屁 可怜的克林被搂拎着 突然悟空告诉克林 作者没给你画鼻子啊 你是闻不到臭味的 克林立马振作 躲开了野蛮人的龙坛攻击之后 一记飞踢打倒了对手 还上去崩了一个屁 管自己的屁箱 别人的屁臭 克林获得胜利 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 看到这一集全输很抱歉 我也快被寻死了 第二场雅木查对战成龙 雅木查想起预赛的时候 成龙也是一招置敌 慎重起见先试探虚实 但是都被成龙轻松躲过 成龙说他无用的动作太多 雅木查使出了狼牙风风拳 成龙再次躲过 之后用掌风将雅木查删出场外 雅木查出局成龙获胜 下场后雅木查怀疑成龙 就是龟线人五天老师 询问悟空龟线人不知去向之后 他就更加确定自己输得不远 而此时成龙用心电感应 看到了一脸严肃正经的南无 原来他是因为家乡没水 所以拿了村里凑的钱来比赛 准备获得奖金之后买水回去 之后第三场比赛开始 南无对阵南方 妹子上来之后先抛了一个魅眼 然后疯狂攻击 之后南无要回击的时候 妹子又假装哭泣撒娇 趁机打了南无一拳 然后南无认真起来 妹子见攻击都没有效果 就释出了美人计 而雅木查通过成龙的好色程度 再次判断他就是龟线人 另一边南无被逼到角落 突然想起自己是全村的希望 闭起眼睛来了一双听声变味 打败了南方 紧接着第四场比赛 悟空对阵击朗 就在比赛开始的时候 天空下了一场雨 气氛渲染到位后暂停比赛 接着是一段动画的原创剧情 机朗在酒馆与克林的前头门发生口角 结果是机朗一杯奶的时间 就将对手全部打倒 之后差点与悟空打了起来 结果被成龙阻止 雨停之后第四场比赛开始 机朗再次憨憨上场 而悟空突然不见了 原来是在睡觉 比赛开始机朗骗悟空手里有东西 然后一个甩尾将悟空击飞 不过悟空没事起来开始反击 他抓住机朗的尾巴将其丢出场外 结果机朗又飞了回来 然后机朗口中吐出橡胶圈 悟空被困住不能动 机朗也将他丢出场外 悟空突然叫来金斗云 又回到了场内 然后主持人宣布这次特例 金斗云不犯规 但是不能再用了 悟空的危机还是没有解除 机朗一拳过去却发现打空了 原来悟空的尾巴又长了出来 他的尾巴挂在机朗的手臂上躲过了攻击 然后他用力睁开了橡胶圈 长出尾巴的他更有力量了 机朗看到之后立马投降了 之后是中场采访 悟空和克林介绍自己 是归线人五天导师的弟子 而且悟空才12岁 这还是归线人教他算术才懂的 不满神吐槽 难怪悟空没长毛 而雅木杀还是不依不饶的 怀疑成龙是归线人 接着成龙登场 抢过主持人的话筒 就来了一首弗利斯戴尔 悟空还很默契的配合 全场安静准决赛开始 克林对战成龙 克林的连续攻击比得成龙出手 然后成龙一记快拳将克林击飞 悟空提醒克林注意看权 接着他们过了一个 绝不是作者偷懒不想话的回合 大家表示没有看清楚 然后又来了一个回合 大家还是看不清 克林就突然倒下了 主持人开始倒数 克林在最后一秒站起来 此时主持人过来打断 希望他们说明一下 然后成龙跟克林就开始慢动作示范 他们先接近对方 成龙脚踢被躲过 克林趁机出拳 成龙吐口水 克林往后退 成龙左手出拳 克林喷鼻涕 之后过了0.2秒 他们开始猜拳 克林输了之后露出破绽 成龙一脚飞踢结束回合 这个经典的桥段让我们明白 之后比赛继续进行 克林丢出一条胖刺 成龙中招被踢飞 然后他使出了龟派气功 用牛顿第三定律返回场上 杨木查再次确认成龙是龟仙人 自己输的不丢人 之后成龙用残影拳 闪过克林的攻击后 一招将克林击倒 10秒倒数后获得胜利 场下杨木查还抓了成龙的头发 看是不是假发 你真不死心啊 接着准决赛第二场 悟空对阵南无 悟空模仿成龙使出残影拳 被南无识破躲过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攻防战 南无一个手刀打疼悟空 接着冲过去的时候 被悟空的尾巴绊倒 突然悟空想到一个新招 快速旋转的逼南无到了角落 结果自己先晕了 南无先来了一段 内心独白的给悟空恢复的时间 然后又拖时间的跳到空中 使出了一招从天而降的拳法 天空十字拳 中招之后要10天才能醒 结果悟空10秒就醒了 南无准备再来一次 这次跳得更高 然后悟空也跟着跳了上去 一上一下错峰出行 然后悟空加速俯冲 率先落地的他 后撤一步之后向前飞踢 将南无踢出场外 输了比赛的南无收拾行李 成龙给了他一个万能胶囊 可以装很多的水回去 南无很惊讶成龙为什么会知道 成龙终于承认自己是 龟仙人五天岛时 他乔中的目的是为了两个徒弟 怕他们成长太快得意忘形 所以自己上场让他们懂得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真的是用心良苦 他还告诉南无这地方取水免费随便装 之后他拜托南无伪装自己 消除杨木茬心中的疑虑 虽然动画看上去有点黑 但是当时漫画连载是这样的 接着总决赛开始 悟空背高背打成龙 双方架势唬人 成龙率先攻击 悟空跳到空中躲避 成龙追踢将悟空踢出场外 结果悟空的尾巴快速旋转 又飞回了场内 本来想用龟派气功的 不过还是留在后面吧 乔装成龙的龟仙人觉得 我都还没教你 你怎么会龟派气功 因为说漏嘴了 所以做了一些明显 从健身节目看来的动作缓解尴尬 然后我们就迎来了 龙珠史上的第一次对播 悟空与成龙同时出招 两个人都被震开了 成龙自己都震惊了 之后他使出了恶虫残影拳 踢飞了悟空 不过悟空没事一般站起来 他也有样学样的 使出了三重残影拳 成功打到了成龙 结果成龙又说漏嘴了 你怎么可以打师傅 然后悟空天真的以为他们是亲戚 于是成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祖谱 解释了一下自己是龟仙人的表弟 估计全场只有悟空会相信 比赛继续 成龙使出了罪拳 举手投足不经意间攻击悟空 而悟空使出了喉拳 上穿下跳的回击 并且成功占据了上风 顺带一提漫画里面在喉拳之前还有一个狂拳 动画没有做出来 之后成龙使出了一招睡眠拳 就是催眠术 悟空中招倒地 主持人觉得不大光彩 但是只能倒数 眼看就要到十秒了 不满一句吃饭的叫醒悟空 接着悟空用猜拳拳攻击 但是都被成龙接住了 于是悟空嘴上说出不 结果出石头的打中了成龙 终于学会战术了 不过已经到了半晚 决赛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但是成龙突然发出胜利宣言 并说逼他使出这个绝招的上一个人 是悟空的爷爷孙悟范 之后成龙集中能量于手掌之上 化成数万电流使出了万国惊天掌 诶 上一期谁说该交的都交了 将悟空控制在半空中 并让悟空认输不然会挂掉 悟空强行忍住 不过在大家的劝说下 悟空无奈准备认输 此时他突然看见了满月 因为长了尾巴所以开始变身巨人 然后征服了万国惊天掌 开始了无差别破坏会场 不知道名字的敬业主持人还没走 而巨人也很小心的没有跑到场外 成龙在听到亚木查说 悟空看到满月就会变身的时候 集中全身的力量输出了Mix 级的龟派气功 亚木查准备去阻止 但是成龙已经出波 巨人消失不见了 克林他们认为悟空被消灭了非常伤心 不过成龙解释说悟空还活着 他刚刚消灭的是月亮 好了这下中秋节要怎么放假 之后悟空醒来 穿上克林的衣服后继续比赛 悟空也不记得变成巨人的事情 成龙抓住悟空的破绽用龟派气功 但是因为刚刚力气用光播不出来 悟空抓住机会出波 成龙跳到空中躲避 悟空一脚将他踢飞 此处对应成龙一开始对悟空使出了套路 不过成龙不怕脚疼的还没掉出场外 而悟空也是万年不补刀 之后就是纯力量和体能的硬碰硬对决 双方你来我往步相上下 接着成龙发现悟空的短板 两人同时跳起来飞踢对方 悟空因为腿短 所以对成龙造成的伤害更小 两个人同时倒地 十秒倒数后都站不起来 主持人现场写规则 谁先站起来笑着说自己赢了就是冠军 悟空想先站起来 可惜就差一个字没说完 就又倒了下去 成龙接着站起来 成功的说出自己赢了 冠军就此产生 主持人现场给了奖金 之后归线恢复原样 与悟空他们会合 并告诉他们一定要明白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为了说这句话 归线人也是煞费苦心 然后他们就去吃饭了 悟空基本把奖金吃光了 第二天大家准备分道扬镳 悟空要去寻找爷爷的四星龙珠 克林继续跟着归线人 布马他们回西都 而悟空之后将要面对的是神秘军团 第二十一届舞蹈会结束后 悟空开始寻找爷爷的四星龙珠 漫画直接进入红断带军团的情节 而动画这里开始引入原创剧情 首先是对蓝巫选手的家乡交代了一下 蓝巫取水回家暂缓饥客 然后他和长老讨论觉得 这个干涸的河水情况很奇怪 上游是不是出了问题 于是蓝巫就去调查 那你们之前咋没发现 之后就是一段蓝巫路上遇到怪鸟袭击 被碰巧经过的悟空救下的剧情 这鸟是不是有点眼熟 他们一起来到了上游 发现水被堵住了 原来是鸡养一族用那个困住悟空的香蕉圈 围出了一个露天游用池 结果悟空一个龟派气功搞定 鸡养也就是尴尬的笑了一下 我早就知道你可以 结果河水刚刚流下来就出现了沙尘暴 之后一个会移动的水源来到村子旁边 就当做动画对漫画的一个补充吧 之后悟空继续寻找龙珠 而皮达夫也叫杂烩饭阁下出场 堪称龙珠科技第二人的他 第一人是布马 这次见了一个天空要塞 皮达夫好像是真的很有钱 然后因为有颗龙珠在一个村里 所以皮达夫就过去找 而悟空因为被村里的小孩 偷走龙珠雷达也过去 然后一个神秘军团的人 要找龙珠也过去 三方就来了一场追逐战 感觉主要是给皮达夫展示科技剧情 中间还插入了流魔王家里 真假美猴王 而不是真假悟空的事情 就是阿修假扮悟空 去找流魔王拿龙珠 东映是想将西游记贯彻到底吗 等着我虽然是乐血少年慢 但也要文体两开花的原则 还出现了悟空和奇奇约会的剧情 而在皮达夫拿到龙珠之后 悟空皮达夫跟神秘军团 来了一场三番混战 之后以神秘军团的上校拿到龙珠结束 皮达夫就去找比克等待之后的篇章 中间还插了一段悟空跟猴子的剧情 无奈花果山水连洞美猴 然后为了方便观众理解 归宪还解释了龙珠的传说 很早之前是一个大珠子 但是人类的贪恋太重 所以才分成了七个 我们就当是个传说好了不重要 终于开始主线剧情 神秘军团就是红断带军团 都是找龙珠 反正肯定能碰到一起 悟空首先找到五星龙珠 解决了杂兵之后准备走 结果西鲁巴用火箭筒炸掉了金斗云 悟空很生气 他们挡了起来 悟空一个帅气的甩尾攻击 西鲁巴被打败了 因为没有金斗云 所以悟空找了万能胶囊 让机器人开着飞机飞走 他们来到了北方雪地 因为太冷 所以机器人冻僵了 飞机就掉下去 之后悟空被一个红发女孩救走 而负责此处搜寻龙珠的 红断带军团怀特将军也在找悟空 主要是为了抢龙珠雷达 小女孩说红断带还绑架了村长 让村里人找龙珠 了解情况的悟空决定去打败怀特 先是打败了跟着足迹找来的小兵 然后换上了一身耐寒家武的衣服就走了 接下来就是经典的 勇闯马斯鲁塔剧情 新少年黄飞鸿也用过这个设定 塔的每一层都有敌人 打败之后进入下一层 悟空直接跳上第二层 把杂兵轻松解决之后 悟空脱下衣服进入第三层 等待他是一个像阿诺的机器人 悟空开始怎么都打不败他 使出龟拜气功也就是剥掉一个头 不过机器人无所谓 无脑的事情干多了 最后因为电池没电了所以失败 你看我说无脑吧 而守备第四层的是一个 长得有点像心未闷的忍者 这个忍者特别搞笑 对冷剧的使用不娴熟 躲猫猫的时候 悟空还叫他多喝乐水 之后终于认真对决了 可是我们知道 作为忍者 蛋蛋和菊花的硬度很重要 品一品 你仔细品 接着又是几出闹剧之后 忍者终于使出了影分身之术 分不清真身的悟空暂时躲起来 结果这个忍者自己说了 其实他是五胞胎 我去 这咋生的 不过看画面可以知道 那个没刀的就是最初的那个 因为刀被悟空打断了 知道真相的悟空 很快就达到了其他四个人 接着忍者跑上夹层 放了人造人八号出来 阿巴自己睁开了枷锁 但是他是个和平主义者 所以不想打架 于是忍者用阿巴体内的炸弹威胁他 结果被悟空破坏了 顺便打败了忍者 之后悟空来到了第四点五层 一个被怀特操作的迷宫 悟空走不出去 此时阿巴出来带悟空走出去 终于他们发现出口的活动门逃出去 因为五层是没有入口的 所以直接来到第六层 见到六层的怀特之后 中了陷阱的悟空他们掉到了五层 这时出现了一只粉红色的大肥龙 估计因为太肥了 所以反弹了悟空的攻击 触角还会放电 不过跟万国惊天长比起来不算啥 比较让人吃惊的是 他能反弹龟派气功 但是你好歹解释下 弹走的龟派气功不爆炸吗 突然悟空想起小女孩 跟他说过的冻结原理 于是用力打墙壁开了一个洞 然后躲进阿巴怀里 结果大肥龙被动将扁的坚硬 悟空过去就是一脚 大肥龙碎了一地 然后他和阿巴就又回到了第六层 怀特想暗算悟空 结果没用 接着怀特自己上 可惜被揍得很惨 不过趁悟空一个不注意 怀特抓住了悟空的尾巴 结果悟空浑身无力 怀特得意地将悟空甩到墙上去 看来他应该是不知道悟空的弱点 马上就被悟空收拾了一顿 不过阿巴阻止了悟空 怀特藏起了一旁的枪 假装认输 并带他们去放村长 结果趁着村长拿外套出来 怀特又抓住村长威胁悟空 此时村长大意领难 你们不用管我 快把怀特解决掉 为了村子我愿意付出自己 那这种时候悟空肯定会当真的嘛 结果村长立马改口 能顺便救他最好了 接着怀特威胁阿巴 只要阿巴干掉悟空就放了村长 不然村长就挂了 阿巴内心十分增长 此时悟空站得出来 怀特让悟空转身并朝悟空开了一枪 之后补枪的时候被阿巴挡住 此时的阿巴十分愤怒 恰好怀特又没有子弹 所以被阿巴一拳打飞出去 之后大家都平安无事地走出来 阿巴也破坏了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来到小女孩家 阿巴拿出一颗恶行龙珠 说因为他知道怀特要在找到龙珠之后消灭村子 所以才一直没有交出来 村长听了很感动并邀请阿巴去他家住下 特别声明接下来是动画原创剧情 因为自己体内有炸弹 阿巴不想连累他们 不过他们想起村里有个科学家 于是去找他帮忙 路上被没挂掉的忍者跟踪 来到博士家后 忍者威胁博士去偷龙珠 因为阿巴是博士做的 所以要他负责 结果肯定是被悟空拿回来 而且悟空带过去的是饭团 龙珠还在小女孩家 接着博士将炸弹取了出来 大家都很感激 悟空把炸弹弄掉 刚好掉到倒霉的忍者身上 之所以特别声明是原创剧情 因为博士这个设定 跟之后龙珠最终有冲突 估计当时动画制作没有考虑到 所以这段剧情看看就好 因为龙珠雷达坏了 所以悟空准备去西都找布马修理 第二天在村里老人的提醒下 悟空重新叫出了金斗云飞往西都 来到西都后悟空费了一番功夫 终于在警察的帮助下来到布马家 刚好遇上翘克回来的布马 顺便说下布马家是真的大 与布马的爸爸寒暄之后 布马就帮悟空去修龙珠雷达 看到悟空只找到两颗 就想跟悟空一起去找 还发明了可以将自己变小的迷你手环 缩小后悟空就可以带上他做金斗云 结果不小心被自己的亲妈踩住 悟空问起乌龙和雅木查他们 布马的妈妈说他们正在冷战 主要原因是雅木查太招其他妹子喜欢了 所以布马才赌气要跟悟空去找龙珠 许愿让神龙给他一个更好的男朋友 东话这里又加了一段原创剧情 就是红断代军团请薄乌猎人赫斯奇 去偷悟空身上的两颗龙珠 乍看之下全书还以为是蓝旗 不过头发颜色略显 那结果肯定是赫斯奇失败了 不过其中在赫斯奇假扮占卜师的时候 说悟空身上有两颗圆圆的球 而悟空则脱下裤子展示了一下 严重怀疑你们在开车 这段原创剧情顺便加深了布马对雅木查的误解 然后布马跟悟空再次踏上 寻找龙珠的旅程 在红断代军团的总部 元帅要他的黑人副官 正在动员自己的兵力追杀悟空 悟空而布马跟着雷达来到海上 红断代军团的布鲁将军也在找同一颗龙珠 布鲁将军有很严重的洁癖 还要点给力给气 接着悟空来到龙珠所在海域附近的岛上 因为龙珠在海底 所以布马拉出万能胶囊 不过拉成了他爸爸的 本着这部动画的老头都有相同喜好的设定 自然是没什么用的胶囊 于是悟空自已潜水下去找龙珠 不过水太深憋不住气 只能再回来找布马 而布马则想在岛上买胶囊 结果被红断代军团的人发现 布马玩命的淘宝 飞机都追不上 接着悟空出现将敌人打败 然后他们就去找离这里比较近的龟仙人帮忙 正在看小电影的龟仙人出来 布马他们说要来借潜水艇 龟仙人说用迷你手环交换 不过蓝旗正开着潜水艇买菜 所以要等一下 另一边红断代的元帅和副官 通过雷达观察 判断龟仙巫是悟空的基地 所以让布鲁将军过去侦查 在等待期间悟空去抓海鲜 顺便抓出海龟先生的儿子 之后省略一些 我担心放出来会误导小朋友的画面 变小的龟仙人从厕所被冲出来 然后克林他们回来了 克林说这一带的水域还有海盗宝藏 于是跟着布马悟空他们一起出发 不过两颗龙珠就望在了龟仙巫 他们潜入海底开始寻找龙珠 而已经锁定目标的布鲁将军 准备兵分两路 一队去打龟仙巫 他自己则去找悟空他们 去龟仙巫的那队结果可想而知 龟仙人都是一拳解决对手 还能徒手接子弹 即使蓝旗被挟持 也能打个喷嚏反杀和捕刀 另一边悟空他们来到了一个海底的洞口 布鲁看准时机发射鱼雷 悟空他们赶紧往洞里逃 布鲁他们紧随其后 不过悟空他们先扶上洞窟逃跑 而布鲁在知道龟仙巫娜吃了败仗之后 变得更加谨慎 布鲁他们沿着隧道继续走 悟空按了一下按钮突然亮了一排灯 大家觉得很疑惑 克林发现这应该是藏有海盗宝藏的基地 同时也被布鲁知道了 既然是海盗的宝藏 肯定免不了许多机关 悟空他们先过了一个陷阱长廊 但是红端带就没那么好运了 只剩下布鲁一个人 他找到了陷阱旁的一个按钮 走了秘密通道过去 接着悟空又中了落血陷阱 一开始还是彼此抓住的 不过还是掉了下去 紧要关头悟空用鲁翼棒救了大家 而布鲁则走进了电瓣的水池 不过他轻松就搞定了 接着悟空他们来到了一个地下港口 一个守卫机器人突然出来攻击他们 悟空和克林两人合力攻击 同门配合果然默契 不过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打败 布鲁和克林发射的炮弹都没有打中 最后布鲁开了辆车将机器人撞到水里 结果机器人趁大家不注意 将悟空拖进水里电机 悟空逃出来后尾巴被石头压住 所以没力气 布鲁和克林继续逃 他们逃到一处空之室 但是布鲁没有办法停下防御系统 后面他们靠着悟空的金箍棒跑出来 而悟空用了一招从天而降的拳法 最终击败了机器人 此时基地慢慢坍塌 克林他们先逃了出去 并在地上做了记号 但是被布鲁改成了反方向 结果悟空越跑越远 然后掉到了一只大章鱼上面 悟空与章鱼打了几回合后被抓住 聪明的悟空请章鱼吃龟派七宫 他就变成了烤章鱼 而布鲁他们还要布鲁 则从一处水井游出去 来到了一个密洞 克林击败了石像机关之后 打开了三个宝箱中的金宝箱 结果出来一个机关假人 布鲁告诉他要开铜箱子 里面有一把金钥匙 他们插进了石像之二宝物就出现了 而一直藏在后面的布鲁也走出来 布鲁立刻花痴 不过布鲁不耗女色 接着克林和布鲁开战 克林占据下风 然后克林用残影拳踢中了布鲁的脸 恼羞成怒的布鲁 用超能力盯住了克林 接着就是一顿乱揍 眼看克林要被石头砸了 布马说用龙珠来交换克林 被布鲁直接拒绝 然后又一次准备砸下去 关键时刻悟空跳出来 看到满是上寒的克林 悟空非常的愤怒 准备和布鲁开战 几次交锋之后 悟空也是先踢二脸 然后又踢二头 结果布鲁又准备用超能力了 跟悟空对上眼之后 悟空就被定住动不了 在拿枪被问出龙珠的下落之后 布鲁准备干掉悟空 结果一只老鼠过来 布鲁吓得解除了超能力 你是多爱梦 然后悟空趁着布鲁用超能力之前 打败了他 眼看洞窟就要坍塌 悟空还是下去找到了龙珠 并且带上那只 救了他一命的老鼠一起跑 最后罐头终于赶到了 于是布马和克林他们 就坐着潜水艇出来 中途蓝料用完了 悟空用龟派气功推动潜水艇 终于他们逃了出来 不过布鲁也跟着出来了 上岸后悟空发现 找到的是三星龙珠 他们决定先回龟仙屋 布鲁则拿着一捆绳子的 也跟了上去 布马决定将自己拿出来的 钻石给龟仙人 当做赔偿潜水艇了 结果金发蓝旗出来 将钻石抢走逃跑 反正大家都习惯了 你一定会回来的 之后大家暂时在龟仙屋休息 布鲁偷偷靠近 用超能力控制绳子 将大家全部绑住 然后拿走了三颗龙珠 并放下了一个 五分钟定时炸弹走了 只有蓝旗变身蓝怕回来 紧要关头解开了悟空的绳子 悟空把炸弹丢了出去 并叫出金斗云继续追 怀特发现之后加大玛丽逃跑 发现甩不开悟空 于是再次加大玛丽 终于两个人来到了一个村子 这熟悉的太阳 这熟悉的猪 没错 这里就是阿拉雷的企鹅村 都是鸟叔的作品 互相客串一下 作为鸟山明的粉丝 全书看得很开心 悟空和布鲁都坠落在了企鹅村 悟空第一次见到阿拉雷 相互打了招呼 悟空就坐金斗云去找布鲁了 阿拉雷用跑的跟了上来 他也坐上金斗云跟悟空一起去找 阿拉雷纯当玩耍了 只有布鲁遇到了化媒超人 就是吃化媒就会变身超人 实则没什么软用的家伙 布鲁抢了他的车 去找泽卷博士要飞机 之后还出现了太郎和小倩 太郎知道悟空在追 红断带军团的时候 如林大敌可见这是同一个地球 途中布鲁的车坏了 小少爷过来帮忙修理 布鲁脸红了 之后太郎追了上来 结果这车子被抢走了 悟空继续追 而阿拉雷来了一个日常撞车 布鲁开始怀疑人生 之后阿拉雷还玩起了大便 布鲁很想换片场 找不到布鲁的悟空 去阿拉雷家请博士修龙珠雷达 在儿子的帮助下博士修好了 而布鲁也来到了博士家 悟空通过龙珠雷达 发现龙珠就在附近 然后发现布鲁躲在冰箱里 之后布鲁抓住阿拉雷威胁悟空 你这是自寻死路 阿拉雷太可爱了 而悟空中了布鲁的超能力 龙珠雷达被抢走了 紧要关头阿拉雷一记飞踢 救下了悟空 接着又是一记头锤 布鲁消失了 然后博士的儿子用超能力 又做了一个龙珠雷达给悟空 就这样 企鹅村的剧情结束了 真是怀念阿 悟空继续寻找四星龙珠 此时红断带军团 在一处火山附近 发现了四星龙珠 不过由于火山喷发 四星龙珠掉到了旁边的圣地卡琳塔 此处住着乌帕和他的爸爸 顺便说下乌帕是男孩子 乌帕的爸爸不肯将龙珠交出去 于是跟红断带军团打了起来 子弹对乌帕的爸爸无效 被打败之后 红断带抓住乌帕威胁爸爸 结果被赶来的悟空发现了 悟空就下了乌帕 这次悟空终于找到了四星龙珠 与此同时 在红断带军团的总部 元帅他们找到了最强杀手陶白白 不过陶白白的收费很高 解决一个人要一亿元 但恰逢他杀手活动二十周年 所以打五折只要五千万元 还有海报 双十一刚过你就打折 对得起消费者吗 你倒是把价格涨回去了 然后那个还没死的布鲁将军回来 因为没有找到龙珠 所以元帅很生气 并说他能打赢陶白白就饶他一命 他们开始对决 陶白白闪过布鲁的攻击 还破了他的超能力 接着用舌头打到了布鲁 然后他切了一根柱子 扔出去之后自己就跳了上去 牛顿都觉得很酷 而拿到四星龙珠的悟空在圣地休息 乌帕的爸爸告诉悟空 卡琳塔高耸露云 塔顶有一位仙人 爬上去喝下超正水的人 实力会增强好几倍 并且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爬上去 接着陶白白跟那根柱子飞到这里 因为悟空是乌帕的救命恩人 所以乌帕的爸爸想先打败陶白白 结果陶白白一个闪现抓住长矛之后 将乌帕的爸爸丢了上去 之后击败了乌帕的爸爸 实力恐怖如斯 悟空冲上去就被踢了一脚 接连攻击都打不到陶白白 被陶白白打飞之后 悟空终于用出了龟派气功 陶白白硬接了一招 不过衣服破了 之后一个洞洞波打败了悟空 接着陶白白拿起龙珠就走了 不过因为衣服破了 所以他要先去做一件衣服 大概需要三天时间 陶白白和元帅通电话 得知还有一颗龙珠没拿 因为悟空一定会将四星球带在身上 而正是这颗四星球 让悟空躲过了东东波的攻击 看到伤心的乌帕 悟空决定收集龙珠 让乌帕的爸爸复活 在乌帕的提议下 悟空决定爬上卡琳塔和超胜水增强实力 不过他只有三天的时间 悟空奋力地往上爬 终于来到了塔顶 见到卡琳塔的猫仙人 一只可爱的小肥猫 猫仙人用读心术知道了悟空的来意 然后在悟空要拿超胜水的时候阻止了他 原来喝超胜水要先躲过猫仙人的攻击 其实这是猫仙人在训练悟空 终于悟空累了 问起有没有人喝过超胜水 猫仙人说三百年前龟仙人喝过 大概花了三年的时间 接着悟空用残应拳也没有抢到 然后他就肚子饿到睡着了 醒来之后吃了一颗鲜豆 悟空就顶饱了 然后猫仙人将悟空的龙珠丢到塔下 结果悟空就跑下去拿又跑上来 这次只花了三小时 上来之后猫仙人正在睡觉 悟空本想趁着猫仙人睡觉的时候拿超胜水 不过还是想争大光明的来 猫仙人对他赞誉有加 接着动画来了一段悟空模仿猫仙人的情节 熟悉了猫仙人的各种动作后 悟空终于抢到了超胜水 喝下去之后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猫仙人说其实这是普通的水 但是你在我这边 加上扒塔的修炼已经变得很强了 然后悟空就下打去了 再次对阵陶白白 悟空信心大增 陶白白很诧异悟空实力变得这么强 悟空解释自己喝了超胜水 接下来陶白白的攻击都被悟空挡了下来 还被悟空痛揍了一顿 终于他使出了动动波 这次悟空徒手就接住了 然后动画原创了一段陶白白 爬上塔顶喝下超胜水的剧情 悟空倒是一点都不担心的开始吃饭 塔顶的猫仙人随便弄了一杯水 加上自己的鼻涕和口水给陶白白喝 谨慎的陶白白还懂得做买家对比 接着猫仙人用黑色的金斗云 送陶白白下去 因为再让他爬塔下去 怕是又会增加实力 当然这个云飞一半的时候 陶白白掉下去了 猫仙人干得好 接着陶白白对着悟空就是一顿乱揍 别着急 这是后期悟空惯用的套路 总是喜欢先被挡一顿 测试对方的实力 接着悟空站起来准备反击 陶白白被揍得毫无还手之力 然后开始捺尾自己的过失 趁着悟空不注意丢了一颗炸弹 结果被悟空踢回去 陶白白就这么被消灭了 然后悟空通过龙珠雷达判断出 红断带军团总部的位置 开始指导黄龙 而红断带军团通过龙珠雷达 又找到了一颗龙珠 并且他们认为悟空已经被干掉了 陶白白正带着四颗龙珠回总部 此时归仙屋内 布玛用自己制作的机器找到了悟空 然后他们发现了悟空准备去 往红断带军团的总部 于是赶紧招起羊木茶他们 准备去帮悟空 另一边错把悟空当作淘白白的红断带军团 解除了防御 就在悟空快到总部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来的人是悟空 此时防御系统开启 但是为时已晚 悟空终于来到了总部 直到黄龙大杀四方 砍得好爽 总部被悟空尽情的破坏 元帅而副官赶紧去拿总部的两颗龙珠 然后元帅让副官挡住悟空自己跑上楼去 结果对战的时候 这层的屋顶突然压下来 副官因为被悟空打飞 所以逃过一劫 接着就是红断带内部反水情节 副官知道元帅收集龙珠是为了让自己增高 就把元帅干掉了 此时悟空从地板跳出来 副官邀请悟空加入红断带一统天下 被悟空拒绝 接着副官操控机器人与悟空对决 一炮之后 他们以为解决掉了悟空 开始欢呼 结果悟空早就躲开了 接着副官准备发射飞弹 但是被悟空踢了回去 悟空打败了准备逃跑的副官 红断带军团束到狐顺散 悟空又拿到了两颗龙珠 只剩下最后一颗了 而赶来的雅木查他们 发现悟空一个人就打败了红断带军团 全场震惊 悟空还跟龟仙人说自己也爬上了卡琳塔 接着他们先回到了龟仙屋 此时龙珠雷达找不到最后一颗龙珠 于是龟仙人让悟空去找他的姐姐占卜婆婆 雅木查和克林也跟着一起去 中途还帮悟空做了衣服 顺便悟空把乌帕也带了过来 终于他们来到了占卜婆婆家 前面都是排队的人 很快轮到悟空他们了 占卜婆婆坐在一颗球上 他占卜的条件是一千万元的占卜费 或者车轮战打败他的五名战士 没有钱的悟空肯定选第二个 雅木查和克林信心满满 他们准备三跳舞 首先是克林上场对阵吸血鬼蝙蝠 吸血鬼开打前还要跳舞一试 咦 你为什么不怕太阳 比赛开始吸血鬼继续跳舞 趁克林不注意给了一拳 之后又变成了蝙蝠骚扰他 然后又变回吸血鬼咬住克林 占卜婆婆说你投降就给你输血 克林生气头冒喷泉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之后 被悟空嘲笑好像长了头发 于是喷得更厉害了 最后被吸血鬼一脚踢落水中 惨败并开始输血 接着雅木查他们开会讨论 希望让乌帕和普尔当作一个人上场 他们继续对阵吸血鬼 比赛再次开始 乌帕首先用口气攻击 因为吃了大蒜所以吸血鬼受不了了 变成蝙蝠准备攻击普尔 结果刚咬下去普尔就变成刺猬 吸血鬼要崩溃了 之后乌帕摆出了十字架姿势 吸血鬼害怕想逃走 被变身成手掌的乌帕拍落水中 这场制斗结束换雅木查上场 而占卜婆婆的第二个战士是透明人 这绝对不是作者偷懒不讲话 比赛开始雅木查就被打 因为看不见对手 所以雅木查只能打空气 此时克林让悟空坐金斗云 带龟仙人和布马过来 而雅木查继续被打 情况非常不妙 但是他通过声音以及移动迹象 推测出了对方的位置并踢中了 结果真不婆婆开始唱歌干扰 于是雅木查继续被打 突然克林开始夸赞透明人 那贝北洋当然会开心的说谢谢 于是包落了自己的位置被揍 接着普尔和乌帕也跟着学 不过透明人再也没有上当了 终于悟空带着龟仙人和布马来到现场 然后克林对布马做了一个 审核不会过还要打马赛克的事情 龟仙人鼻血冲天 揽尽透明人 很快雅木查用狼牙蜂蜂拳击败对手 布马很生气 龟仙人很开心 然后龟仙人跟姐姐占卜婆婆寒暄了一下 反正就是你还是那么好色吗 你还是那么爱钱吗 之类的 接着比赛继续 场地换成了恶魔的厕所 悟空还顺便蹭了一顿饭 期间占卜婆婆还测试了一下悟空的身手 雅木查来到比赛场地 下面是猛毒沼泽掉下去就会挂掉 他的对手是一个木乃伊 全身缠满绷带的大汉 第三场比赛开始 木乃伊疯狂攻击 雅木查险些就掉了下去 然后木乃伊让雅木查上来 接着雅木查使出了狼牙疯疯拳 因为现在只会这一招 不用的话就没机会了 结果还是被打趴下 趁着倒地的时候 雅木查将木乃伊踢了下去 但是木乃伊用绷带又跳了上来 生气的他开始暴揍雅木查 段话加了一段普洛旧主心切的情节 然后雅木查不肯认输 被扔下去之后 悟空用金箍棒救下了他 漫画里面雅木查是不墨迹的直接认输 然后就轮到了悟空上场 木乃伊一开始就感受到了 悟空和善的眼神 几拳下去之后 悟空没事的站起来 纷纷闪过了木乃伊的攻击之后 木乃伊驱动自己的绷带 控制住了悟空 悟空一边享受太师按摩的酸爽挤压 一边跳下去用猛毒腐蚀绷带的束缚 接着一拳打败了木乃伊 把他搬走了 第四个对手是会飞的恶魔人 一出场悟空就给了一脚 躲过恶魔人爪击之后又是一脚 顺带一提 这个恶魔人之前连续两年获得过天下第五道会冠军 见势不妙 恶魔人准备使出恶魔光线 就是只要有一丝邪念 被招到之后就会内心膨胀爆炸而亡 不过这招对悟空完全没有效果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不相信事实的恶魔人又发射了一次 悟空还是没有任何感觉 毕竟他内心单纯 头脑简单 接着恶魔人拿出自己的三叉级猛攻 悟空也决定使出全力 而恶魔人把悟空逼到边缘 不过悟空靠着尾巴从另一边上来 过了几个回合之后 悟空一脚飞踢将恶魔人踢进墙内 终于到了最后一位战士出场 一个头顶光环戴面具的爷爷 他们把场地又换回了户外 悟空觉得这个人身上的味道好怀念 归一些人也有所察觉了 占卜婆婆吃了一下点心 比赛继续 悟空率先攻击被挡住 双方僵持不下 攻防数十回合不相上下 两个人势均力敌 接着又是好几个回合之后 面具人将悟空抛向空中 并在空中将悟空击落 而悟空从地里跳出来回踢一脚 面具人利用反弹准备回击 悟空正面接下了这一招 然后面具人突然蓄力 使出了龟派气功 顿时水花四剑波涛汹涌 悟空用残影拳躲过了攻击 出现在了上方高空之中 面对俯冲下来的悟空 面具人准备再次使出龟派气功 悟空也在空中摆好了姿势 一句龟派气功 面具人吃惊的忘记出招 被悟空击中倒地 此时他突然抓住了悟空的尾巴 这个弱点他怎么会知道 于是面具人开始狂甩悟空 而五天老师已经知道面具人是谁了 并称这是一场宿命之战 然后我们插播一个片段 最后一颗龙珠在皮拉夫手中 他开发出一个反龙珠雷达的盒子 用来放龙珠 他们通过卫星看到 悟空的弱点是尾巴 于是开着新发明的机器准备去抢 回过头来悟空还在被甩 终于悟空的尾巴被甩断了 悟空痛得蹦蹦跳跳 接着面具人投降认输 并提醒悟空要注意锻炼自己的尾巴 摘下面具之后悟空才发现 原来这个人是死去的爷爷孙悟范 悟空痛哭流涕抱住爷爷 然后爷爷向师父归信人问好 而死去的爷爷之所以会出现 是因为占卜婆婆的能力 他能来往人间与黄泉 所以聘请了爷爷出来比赛 不过只能在人间待一天的时间 而这个爷孙对战也是他安排的 然后爷爷拜谢龟信人教导悟空 还偷偷问龟信人悟空还变身吗 龟信人说安心息怒入月亮都没了 此时乌巴觉得应该也让悟空的爷爷复活 爷爷自己不要因为黄泉那美女很多 果然是龟信人教出来的 龟信人开始后悔自己喝过长生不老药 之后爷爷准备要回去了 并好好跟悟空道别 接着占卜婆婆占卜出龙珠的位子 就在正赶来的皮拉夫车上 于是悟空就过去找他们 皮拉夫拿出了新开发的机器人 与悟空对决 动画里面悟空一开始很被动 漫画里没有那么夸张 接着皮拉夫准备抓住悟空的尾巴 用火烧掉悟空的裤子后 发现尾巴不见了 于是只能合体攻击悟空 不过被一个龟拜气功解决 然后就变身铜尿形态跑走了 结果还是被悟空拿到了龙珠 换上阿修的衣服悟空就回去了 接着悟空带着乌帕 来到了圣地卡琳塔 再次召唤出了神龙许愿 让乌帕的爸爸复活 然后悟空趁着神龙变成七颗龙珠 要飞走的时候 跳上去抓住了四星球 回到占卜婆婆这边 龟谢人让悟空自己走遍世界去修炼 然后说了一堆悟空听不懂 但是很有道理的话 并约定三年后的天下第一武道会见 从第二十二届开始 由五年一次改成三年一次 龟谢人还让悟空不能使用金斗云 于是悟空就出发去了 而占卜婆婆则预言了 悟空之后会拯救世界 漫画直接进入三年后的武道会 动画开始了五集原创剧情 首先是悟空遇上金角银角大王 他们还真的有一个葫芦 不过被悟空打败了 接着悟空来到京城 替拳法家陈大权出席御前比试 打败对手天龙之后离开 然后悟空被请到一座城堡 以打败魔戒阿修罗救出公主结束 此处跟后期魔戒设定有冲突 接着又来到一个村子 揭穿天津饭和饺子 用猪鹿蝶骗保护费的骗局 然后悟空救下猪鹿蝶 让他改邪归正 之后救下一个牵钱的狐狸小弟 并在真不婆婆的帮助下 让他重返正道 而各方选手正朝的比赛会场出发 这届武道会开始变成三年举办一次 其中最大的看点应该就是 贺仙流与贵仙流的对决了 贺仙人因为得知上一届 贵仙人的弟子表现不错 所以今年也带了自己的徒弟 天津饭和饺子前来参加 顺带一提 他跟贵仙人是同门师兄弟 预赛的时候大家都表现得不错 雅木茶因为在贵仙人那修炼了三年 所以实力增强不少 天津饭这边也是瞬间达到对手 并且只有悟空他们看清了动作 一瞬间出了四个手刀两下脚踢 而悟空遇到了一个武术高手加帕王 虽然只是为了衬托悟空的强大 不过作者还给加帕王设计了交八手拳 其实只是速度快而已 后面肯定是悟空获胜 动画里还加入了天津饭 在预赛的时候把男武打晕的情节 以此来加深双方的火药味 八强名单很快就出来了 在男棋的帮助下 布马他们也在特等级准备好看比赛 预赛抽签的时候 克林还和饺子互相吐槽法量 最后以饺子有一根头发获胜 这次的抽签因为饺子超能力的关系 其实都是按照天津饭的意愿订好的 天津饭对雅木茶 成龙碰上了对自己充满敌意的人狼 克林对上饺子 悟空对战巴布特 第一场比赛天津饭和雅木茶 一开始双方还是不相上下的 雅木茶终于没有太让人失望 然后他使出了新狼牙疯疯拳 感觉就是攻势变得更加凌厉 这次他与天津饭都受了轻伤 接着雅木茶跳上空中 俯冲下坠飞速脚踢踢倒了天津饭 不过天津饭并不在意 然后他全身筋肉绷紧 完美地扛住了攻击 之后换天津饭将雅木茶击倒在地 而站起来的雅木茶 使出了自学的龟派气功 这咋谁都会啊 不过被天津饭弹了回去 还误伤观众 之后天津饭从空中将雅木茶击落 在雅木茶倒地晕了之后 天津饭故意将雅木茶的腿打折了 雅木茶被送往医院 悟空开始有点生气 动画是第二天才开始比赛 晚上加入龟仙人与鹤仙人 吵架的画面丰富情节 接着第二场比赛是人狼对阵成龙 人狼对成龙一直充满着敌意 甚至不惜破坏规则用武器 也要达到成龙 原来是因为三年前成龙破坏了月亮 所以人狼没有办法在满月的时候 从狼变成人 接着成龙用握手 站好 剪骨头 让人狼跳出场外出局 然后他用点头杀定住人狼 让他把克林的头想象成满月 于是人狼就变回了人类 这出闹剧就结束了 紧接着第三场比赛克林对阵饺子 这里开始引入赫仙流的悟空术 就是能够自由地飞行于空中 然后饺子在空中用出了动动波 不会飞的克林只能在下面逃窜 悟空惊讶发现这跟被他干掉的淘白白绝招一样 命令饺子干掉克林 此时克林准备用还没学过的龟派气功打败饺子 在饺子发射了一个威力巨大的动动波之后 克林跳到了他的身后 用龟派气功打中饺子 不过因为龟派气功是钢学 所以饺子用悟空术又回到了场内 他摘下帽子用头锤攻击克林 这个头还真的是无比坚硬 不过还是被克林徒手接下 准备反击的时候饺子用超能力 使得克林无法攻击 不过克林发现饺子的超能力需要用双手指出 于是克林出了一道数学题 此处可以明显对比出龟仙人与贺仙人教导徒弟的不同 动画里加了一段贺仙人深夜偷袭悟空的剧情 他要替弟弟淘拜拜报仇 中途被天津犯阻止 因为他想要在擂台上祭拜悟空 贺仙人也同意了 接着第四场比赛开始 又是一段动画原创剧情 悟空的对手巴布特是功夫明星 所以他的经纪人 看到悟空的强大实力之后 想将悟空带走让他参加不了比赛 不过最后被篮奇追尔回来 比赛在悟空一瞬间出了三下手机之后结束 接下来半决赛第一场 成龙对战天津犯 这也是改变天津犯的一场比赛 双方你来我往交替攻击 龟仙人用多重残影拳困住天津犯 不过三只眼的天津犯还是找出了真身 他好像是三目星人的后裔 接着成龙也脱下了衣服认真战斗 双方直接放弃防守的猛攻对方 石偶又是纯力量与力量的博弈 终于天津犯使出了太阳拳 效果等同于闪光弹 趁着成龙睁不开眼睛的时候 一脚将他踢倒 十秒倒数前成龙又站了起来 而悟空从克林口中得知 墨镜能防闪光这一考试重点 场上成龙开始宣说天津犯改邪归正 其实天津犯已经开始动摇了 成龙继续宣说天津犯 而贺仙人突然明白了 成龙就是龟仙人并告知了天津犯 然后天津犯使出了龙珠土特产龟派弃攻 为了保护后面的观众 龟仙人应接下这一招 只有龟仙人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 他直接跳出场外认输 因为他觉得年轻人的时代来临了 悟空和克林他们也成长了不少 似乎不用他再担心的就走了 天津犯非常的不理解以及失落 他要去找龟仙人问个明白 龟仙人说自己是为了端然涂地 不想让他们太早获得冠军 而天津犯觉得龟仙人是认为 悟空他们打不过自己才放心认输的 龟仙人解释已经是年轻人的时代 天津犯也是其中一个 并说也许自己打下去可能真的会输 天津犯内心已经不是那么坚定了 另一边比赛场上 悟空和克林打得不可开交 同门的精彩对决看得龟仙人很欣慰 天津犯看着他们比赛 脑中一直抵抗着龟仙人的教诲 接着悟空跳到空中 用龟派气功的反作用力 冲向克林给了一拳又补了一招 克林倒下去又站起来 双方继续激烈地对攻 这一段过招相当精彩毫无尿点 接着克林使出龟派气功 趁着悟空接招的一刹那 闪到悟空的身后抓住他的尾巴 悟空浑身无力倒地 结果趁着倒数的时候 他用尾巴提起克林摔在地上 原来他一直记得龟仙人和爷爷的教诲 拼命锻炼自己的尾巴 只有克林尽全力与悟空一战 终于一拳将悟空打飞 接下来悟空突然消失了 其实是在以极快的速度移动 然后突然出现在克林面前 给了他八个手刀一个脚踢 将他踢出场外结束比赛 漫画里面悟空直接不休息进入决赛 动画里面是隔天总决赛开始 悟空率先攻击 天津犯从空中发射动动波 悟空从地里跳出来继续攻击 这次他又通过高速移动发动攻击 但是有三只眼睛的天津犯看得很清楚 于是对悟空一阵猛攻 然后将倒下的悟空提起来抛向空中 使出了又一个绝招排球拳 就是把悟空当做排球一样打 不过悟空还是没事一样的站起来 他只是在测试天津犯的实力来确认 自己是不是可以尽力一搏 接着轮到悟空的猛攻 一顿连招之后将天津犯踢到空中 本来想用龟派气功后面放弃了 因为即使用出来也会被躲过 只会浪费自己的体力而已 而天津犯显然打得很开心 接着两个人继续缠斗 悟空使出多重残影拳 结果天津犯也用残影拳躲过 但还是悟空更胜一重 天津犯爬起来继续 他准备使用太阳拳 不过却被悟空接住攻击并揍了一拳 因为他拿走了龟津犯的太阳眼镜 而天津犯趁着悟空还眼镜的时候给了一击 他们继续比赛 不过悟空因为被饺子用超能力定住 所以行动不便的一直被打 眼看要掉到场外了 悟空用龟派气功又拨了回来 而龟津犯也发现了其中的猫力 天津犯还蒙在鼓里 悟空再一次被定住 并且拳中了天津犯的烈火光带拳 可是悟空还没有被打倒 但是只要饺子的超能力不破 悟空就一直没有办法正常攻击 突然天津犯明白了自己是 靠饺子的帮忙才打倒悟空的 而且饺子还定住了倒下的悟空 天津犯用心电感应 让饺子解开超能力 赫仙人让天津犯杀掉悟空为他拜拜报仇 天津犯内心十分的纠结 动画此时通过乌云蔽日又重获天日来表现 天津犯决定违背师傅 用自己的实力打败悟空 龟津犯即时叫停了悟空的攻击 天津犯说自己不想再走错路了 饺子也想看天津犯好好比赛 赫仙人十分生气抓起饺子 此时龟仙人一个龟派七弓送他出场 悟空也明白自己误会了天津犯 而天津犯也终于改邪归正专心比赛 然后他任由悟空疯狂攻击 只在为了还刚才欠下的债 这样两个人的受伤程度一样 只有天津犯使出了四腰拳 后背又长出了两只手臂 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悟空四只都被抓住了 天津犯用自己的头顶悟空 不过悟空用自己的那根尾巴狂甩天津犯的头跳了出来 然后悟空又有样血样的变出了八只手 其实应该只是快速移动的障眼法 接着和天津犯互给一击 双方都倒下了 悟空跟上次一样吃了腿短的亏 双方又站了起来准备继续比赛 接着悟空踢倒天津犯 抓住他的双脚 天津犯抓住悟空的脖子 但是因为太痛所以四腰拳解除了 最后靠着自身的力量 天津犯把悟空弹出去 比赛终于接近尾声 天津犯准备使出气功炮 这是一个极其消耗自己的终极杀招 使用者有时候可能会自取灭亡 不过天津犯提醒悟空一定要闪开 他自己也不准备用最大功率 于是天津犯升到空中 他集中全身的气力于手中 瞄准了整个比武擂台 一瞬间悟空消失了 跟着一起消失的还有整个比武擂台 其实悟空一瞬间跳到了更高的地方 天津犯也飞了上去 但是因为悟空不会五空术 所以根据比赛规则 悟空会先掉出场外 而悟空此时反向使出了龟派气功 用反作用力给了天津犯一个头锤 两个人一起快速下坠 超敬业主持人立马跟了上去 悟空用最后的力气 使出了超小龟派气功 这样他比天津犯掉得更慢一点 可惜中途被汽车撞到率先落地 本届的冠军被天津犯获得 克林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看悟空 观众们也冲到了现场祝贺他们 天津犯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 他的人生也逐渐迈向了光明 比赛结束之后 天津犯想把一半的奖金给悟空 悟空拒绝反正他不会用钱 天津犯也跟杨摩查道歉回过 威仙人也邀请天津犯来归仙屋 金发兰奇大胆说出 自己很中意天津犯 不过天津犯还是拒绝了 接着大家准备一起吃饭 悟空发现自己的行李忘在会场 克林准备帮他去拿 动画里面加了一段 悟空预感克林会出事的桥段 这里刻画得非常的好 在饭桌上悟空预感到 克林会出事 于是赶紧跑去找 结果发现克林和主持人倒地 克林已经弃绝身亡 大家赶到现场都惊呆了 主持人说有个妖怪 抢走了龙珠和武道会名单 克林阻止但是被打败了 生气的悟空不听龟仙人的劝阻 拿起而不满了龙珠雷达就追了上去 乌龙发现对方留下了一张 带有魔字的纸张 龟仙人震惊了 这是很久之前让世界迁入恐慌的 短敌大魔王一族的徽章 为了方便区分 在他还是大魔王的时候叫他短敌吧 当时年轻的龟仙人和贺仙人也遭受波及 而他们的老师武泰斗老师 一开始也没能打败短敌 贺仙人也是这个时候开始 抛弃正义只追求绝对实力 而武泰斗老师则独自一人 研发出了一个对抗短敌的招式 就是魔风波 再次对战短敌 武泰斗老师一开始就使出了魔风波 将短敌封印在电范堡里 同时自己也失去了生命 另一边悟空终于靠着金斗云 追上了那个妖怪 他是短敌大魔王的手下丹巴林 他之前一击就直接打败了克林 悟空准备为克林报仇 不过因为肚子太饿了 所以没发挥实力 悟空的金斗云被消灭了 他自己也被丹巴林打败了 而丹巴林以为悟空挂了就回去复命 此时短敌正在皮拉夫的飞船上 原来是皮拉夫找到了当年封印短敌的电饭宝 并且放了短敌出来 还告诉他龙珠的事情 短敌之所以要武道会名单 主要是防止在有像武太斗老师这样的人出现 而要龙珠则是想要永保青春长生不老 皮拉夫则是希望短敌战友世界后可以分他一点 之后丹巴林将武道会的名单 贴在墙上准备一个个消灭 皮拉夫在知道悟空被消灭之后 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放错人了 然后丹巴林就开始了配绝大扫除 另一边龟系人他们 没有等到悟空回来 天津犯问起魔风波罗招式 龟系人假装说不知道 然后他们带着克林的身体一起回去讨论对策 顺带一提 第一部从102集开始 OP动画变了 哎呦不错哦 第二天短敌准备再生一个蛋 增加寻找龙珠的速度 但是军师说这样会加速自己的消耗 短敌并不在意的念起而咒语 从口中突出了一个蛋 取名叫辛巴鲁 一个龙行战士就这样从蛋里出来 得知龙珠未知后他就去找 另一边在归线屋中 大家正在讨论对策 想要收集龙珠向神龙许愿打败短敌 布马会先做一个冷冻舱保护克林的身体 这时电视播出了 武道会选手遇害的消息 龟蝎人他们也开始抓紧行动 首先来到一个新的小岛 龟蝎人带着天津饭和饺子去找龙珠 燃起来叫天津饭别挂掉 布马他们留手并做冷冻舱 而此时没有挂掉的悟空醒来 肚子非常饿的到处找吃的 他看到了一只大烤鱼 吃了一个心满意足 顺便试了一下自己力气恢复了没 不过这次悟空叫不出金斗云了 他非常的愤怒 拿出了龙珠雷达发现龙珠就在附近 突然一个巨石飞过来 悟空急忙躲开 一个带刀胖子走了出来 说悟空偷知了他的鱼 这个人就是亚齐罗贝 两个人打起了嘴炮 悟空发现亚齐罗贝身上带有龙珠 以为他跟短笛是一伙的 还说他是个胖子 结果两个人开始过招 双方都感慨对方的强悍 突然悟空看到 亚齐罗贝带着是一星龙珠 发现自己误会了并道歉 此时辛巴鲁追了过来 他准备抢亚齐罗贝身上的龙珠 悟空也确认了他跟丹巴林是一伙的 于是他们准备开打 悟空跟亚齐罗贝猜拳决定谁先上 辛巴鲁就这么干等着 然后亚齐罗贝赢了 不过上来就被辛巴鲁揍回去 接着亚齐罗贝回踢了一脚 但是辛巴鲁也不是好乐的 之后亚齐罗贝想过辛巴鲁的电击 并将其一刀两断甩不可言 还把辛巴鲁烤起来吃 亚齐罗贝打起来 另一边正在睡觉的短敌 呃他是睁着眼睛睡觉的 感受到辛巴鲁挂掉了 他心电感应通知丹巴鲁去查明原因 也正因此救了亚齐罗贝 此时悟空正在跟着亚齐罗贝 因为他带着龙珠 所以短敌一定会派人来找他的 不过亚齐罗贝为了甩掉悟空就开始狂跑 因此丹巴鲁扑了个空 只有皮拉夫通过龙珠雷达重新定位 正巧悟空和亚齐罗贝累了在休息 但是很快他们又开始跑了 所以丹巴鲁继续扑空 不过最后还是找到了 丹巴鲁很诧异悟空还没挂掉 他们再次交手 吃饱的悟空正是将丹巴鲁猛揍一顿 丹巴鲁爬起来从口中发射光线 不过被悟空躲过了 丹巴鲁想逃走 结果被悟空用龟派气功解决 短敌大魔王再次受挫准备亲自出马 同时他们还发现了有人在收集龙珠 也就是龟仙人 动画里补充了寻找龙珠的过程 他们首先在南极找到一颗 然后在一艘船上找到第二颗 第三颗正好在之前被天津犯打伤的人家里 天津犯最后在龟仙人的帮助下 向那个人跪下认错并拿到了龙珠 这段情节对天津犯是非常加分的 只有他们又在一个洞窟内 找到了第四颗龙珠 在飞机上天津犯又提到了魔风波 但是龟仙人制止了他 此时短敌大魔王突然出现在了 悟空和亚奇罗贝的正上方 亚奇罗贝听到短敌大王的名字 想起来小时候听过的故事 立马将龙珠交给悟空自己先躲起来 然后短敌从飞机上跳起来 他准备跟悟空开战 悟空率先攻击并将短敌击倒在地 短敌站起来拖下披风开始认真战斗 光是发出的气场已经让悟空顺步难行 之后他将悟空踢到空中并打落下来 抓起悟空的时候还被他咬了一下 生气了短敌从手指射出魔光线 悟空一直逃窜 一番降落之后又被短敌一拳打倒 并且短敌还没用到一半的力量 然后悟空准备使出龟派气功 短敌开始吓一跳以为是魔风波 不过龟派气功的话对他完全没有效果 之后短敌使出了魔光炮打倒悟空 确认悟空心脏停止之后拿走龙珠 此时亚齐鲁北出来准备埋了悟空 却发现悟空是憋气装死 之后赶紧带悟空去喝水 悟空让亚齐鲁北带他去卡琳塔 而龟系人他们也找到了第五颗龙珠 不过他们发现了有两颗龙珠的短敌 正朝着他们这边前进 而龟系人也准备正面迎击 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降落 龟系人把龙珠埋了起来 然后让饺子躲在岩石后面 他和天津饭准备趁着短敌 找龙珠的时候去偷短敌的两颗龙珠 然后立马拿给饺子 让饺子及其七颗龙珠向神龙许愿 之后短敌来到了这里 并把两颗龙珠吞了下去 龟系人只要临时改变方案 天津饭想要正面对决 龟系人不让 他说自己喝了长生不死水 所以不会有事 结果龟系人一个睡眠喷雾 弄晕了天津饭把他藏了起来 其实并没有什么长生不死水 龟系人只是希望如果自己失败了 还要人能够继续修炼打倒短敌 他出去告诉饺子计划取消 独自一人去迎战短敌了 龟系人直接告诉短敌 能打败他就把龙珠拿走 短敌缓缓出现了不安 突然攻击击倒了龟系人 龟系人站起来后继续被打 但是他一直盯着短敌就是不攻 短敌也非常不理解 龟系人说自己肯定是打不过的 不过当龟系人说出了 自己师父的名字叫吴泰斗 短敌瞬间吓崩了 龟系人拿出了电饭宝 准备使出魔风波 双手帅气结印准备开始 就在短敌逃走的一瞬间 龟系人使出了魔风波 而就在快封进电饭宝的时候 因为封的关系盖子盖上了 所以打偏了 漫画里表现出来的应该是直接打偏 短敌死意逃生十分庆幸 而龟系人则倒下了 此时还在路上的悟空 内心仿佛感受到了什么 这一切也被早就醒来 但还是身体麻痹的天津犯看在眼里 之后短敌召唤出了神龙准备许愿 天津犯和矫子在短敌 说出愿望之前先讲愿望 结果矫子话说一半就被短敌干掉了 天津犯悔恨不已 终于短敌向神龙许愿恢复年轻 这下他的实力比之前更强了 就在神龙要走的时候 短敌一个嘴炮消灭了神龙 龙珠也变回了石头球 然后短敌准备直接攻向国王城堡 中途还顺便将妄想分世界的 皮拉夫他们丢下飞船 而恢复后的天津犯 看着龟系人和矫子十分懊悔 此时布马他们感到现场非常的伤心 天津犯说自己要独自修炼魔风波 只剩下这条路了 于是自己离开 布马他们用冷冻仓 保存了龟系人和矫子的身体 杨木茶用对讲机跟天津犯说 自己也要一起修炼魔风波 布马说还可以收集神龙许愿 而天津犯说神龙已经被消灭了 就刮断了 他已经决定要牺牲自己 独自修炼只看过一次的魔风波 短敌很快来到了国王所在的凯斯鲁金城 国王正在进行和平演讲 而短敌直接打进了城堡 威平保护国王逃跑 不过还是被短敌追了上来 短敌要国王宣布他是新的国王 然而国王不肯答应 短敌就在他面前毁掉了一个街道 无奈之下国王只好答应 另一边悟空和亚奇罗贝 终于来到了卡林圣地 见到了乌帕和他的爸爸 悟空用塔上有好吃的仙豆 诱惑亚奇罗贝背他上塔 乌帕的爸爸也助他们一臂之力 好不容易爬到了卡林塔上 亚奇罗贝累到不行 他们见到了猫仙人 猫仙人已经知道发生的一切 他拿出仙豆给悟空吃 亚奇罗贝看到这个小豆子 觉得自己受骗了 抢过来吃一大把 肚子吃得圆滚滚的 之后猫仙人说已经没有办法 再锻炼悟空提升实力了 并且归仙人也被杀了 悟空非常生气 想马上去找短笛报仇 猫仙人立马阻止 并提出悟空可以喝超神水 这个不同于骗人的超胜水 是一种可以引发体内极限的水 漫画里面是直接拿出来 动画里改成藏在了一处 北方的冰枝迷宫后面的黑暗洞窟 入口就在罐子里 亚奇罗贝因为要找吃的污露罐子 悟空也随后跟来 猫仙人要悟空小心 不要迷失于黑暗之中 结果他们就迷路了 先是遇到一个巨大雪魔人 亚奇罗贝一刀砍断他 雪魔人又长出来 悟空用龟拜气功也没有效果 所以只能逃跑 亚奇罗贝还掉了一堆仙豆 后面悟空骑在亚奇罗贝上面滑冰 他们一起掉了下去 之后他们来到一个洞窟 亚奇罗贝往上走想出去 悟空继续寻找超神水 结果竟然遇上了龟仙人 还被带到了龟仙屋里面 大家都在 其实这也是试验之一 但是悟空并没有迷失 还要继续寻找超神水 结果就跟这个龟仙人挡了起来 然后被从上面想吃蜥蜴 结果掉下来的亚奇罗贝砸到 悟空抓住亚奇罗贝 防止他掉了下去 此时这个假龟仙人 让悟空放手就给他超神水 悟空坚决不肯 忍住了一顿乱揍 以及电击都不肯放手 最后悟空通过了试炼 一坨黑暗从水里出来 分享给悟空超神水 虽然可以引发出自身的潜力 但是超神水毒性很强 而且如果已经没有潜力的话 喝下去也没用 至今14个人喝过 但是都挂了 悟空还是决定要喝 亚奇罗贝想要阻止 并且自己尝了一口 跟吃芥末似的 悟空喝下了一整杯 并且表现得非常的痛苦 猫羡人还看到了 他体内的巨人之力 舔过去之后 悟空感觉充满了力量 漫画里面悟空是 撑了6个多小时才好的 此时电视直播里 国王呼吁大家打败短迪 而短迪抓住国王宣布 自己是心嫩国王 并且宣布大家可以乱来 于是你们懂的 另一边 天津饭终于练成了魔风波 准备去找短迪对决 而悟空和亚奇罗贝 回到了卡琳塔 悟空靠七夕感受到了短迪的方位 猫羡人叫来一大坨金斗云 悟空拿一小块就去找短迪了 大战即将开始 自封为新国王的短迪又想出邀儿子 因为世界被分为43个区 所以他准备一年抽一次千 抽中哪个区 就去那放一个爆裂魔王炮摧毁他 结果首先抽到的是 29区西之都 布马赶紧向天津饭求救 此时西之都已经乱作一团 不过也有特例 布马的爸妈有条不紊的准备者 而亚木查他们也准备去找短迪 悟空路上救了老丈人 所以会晚一点 首先敢来阻止的是天津饭 短迪这时还在凯斯五金城里 天津饭为了能对短迪使用魔风波 慢慢接近短迪 没想到短迪现场从嘴里吐出一个蛋 里面出来一个叫做多拉姆的怪物 天津饭想甩开他直接对阵短迪 但是多拉姆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天津饭明白自己不打败多拉姆 是无法接近短迪的 可是实际上相差甚远 天津饭倒地多拉姆准备补刀 先提一下漫画里面是电饭宝猎了 所以没有使用魔风波 而端话里则修改如下 天津饭反手一拳打中多拉姆 然后勤抱住他 可惜没有用再次被打到 趁着短迪转身要走的时候 天津饭站起来丢出了电饭宝 对着短迪使出了魔风波 结果被多拉姆挡住阶下 而短迪趁这个机会销毁了电饭宝 好一个辅助前排扛伤害 ADC落后射得快 多拉姆再次准备补刀却被打飞 天津饭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此时悟空帅气的出现 这个镜头我给100亿分 然后悟空一脚踢爆了多拉姆 接下来让我们不脱巨型的直角主线战斗吧 首先短迪一掌劈向悟空 悟空甩甩手轻松接下这一掌 惊讶的短迪跟着又是一拳 悟空再次挡住 并将短迪扔了出去 废墟之中短迪站了起来 手指不停发射魔光线 都被悟空轻松躲过 接着短迪纵身一跃跳至高空 然后俯冲下坠发射魔光炮 悟空及时跳开躲避 短迪看准时机 接着又是一炮 悟空双手交叉挡于胸前 做了几个大回环又跳了回去 双方继续对峙 悟空突然闪现出现在了短迪面前 一拳将短迪打飞好远 短迪生气的爬了起来 两下攻击都被悟空躲过 悟空继续快速在其周身移动 短迪紧追不舍 悟空再次闪过短迪的攻击 将其踢倒在地 准备继续攻击却被短迪回身一脚 不过悟空很快跟得上来 重重的还了短迪一脚 两个人继续你来我往的过了好几个回合 悟空暂时占据上风 短迪被揍得毫无还击之力 此时悟空停下攻击 并让短迪使出全力 短迪也惊叹 悟空能看穿他的实力 只不过短迪使出全力会缩短寿命 接下来短迪开始集中精力 释放全身的力量 大地都为之颤抖 状态释放完毕 下半场开始 短迪空手一挥 如强风大作 双方继续交战 悟空躲过短迪的一击 却被第二拳重重打背 悟空倒下的地方 直接塌陷了一个大坑 就在短迪得意之际 一具龟派七弓波 悟空从土里高高跳起 冲短迪发烧了龟派七弓 还未结束 悟空攻上短迪被防住 然后短迪一拳将悟空打飞 悟空趁势后退 短迪紧随其后 突然悟空拉起手杀 反低短迪一脚 接着在悟空凌厉的攻势之下 短迪被打趴下 双方似乎都消耗了非常多的体力 短迪又被打飞出去 接着他朝悟空丢了一块废石 趁悟空挡住的时候 眼睛射出光线打伤了悟空的右脚 就在短迪以为得逞的时候 悟空拿出卢翼棒伸长之后 踢飞短迪 愤怒的短迪突然凝聚了自身的力量 这股力量十分惊人 他从手指接连发射光线攻击悟空 接着又把卢翼棒打飞 短迪瞄准悟空用了暴力磨波 顿时雷鸣刺起 磨波持久不散 所见之处一为平地 就在短迪庆幸之际 他感觉到了悟空的气息 原来是天津犯用悟空术帮了悟空 不过天津犯已经用光力气了 悟空拖着受伤的脚走向短迪 短迪再次蓄力准备放出磨波 悟空趁着蓄力的空隙 冲上去就给了短迪一拳 可惜因为单脚受伤使不出全力 直接正面接下短迪这招 前方的一个巨大深坑 传来了一声金斗云 悟空又飞了出来准备继续战斗 此时短迪抓起天津犯威胁悟空 让悟空不许乱动 然后短迪捡起石头吹向悟空 悟空左手被打出重伤 明白了怎样都会被干掉的情况 悟空决定继续战斗 事后用龙珠复活天津犯 而短迪告知神龙已经被他消灭了 接着他拿起石头击中了悟空的右脚 此时悟空只剩下右手能动 短迪也放下了天津犯 他升到空中准备一举消灭他们 突然悟空举起右手聚集能量 朝着地面发射 利用反作用力冲向短迪 伴随着巨人之力 这一拳贯穿了短迪大魔王 悟空终于获得了胜利 而短迪在最后关头吐出一个蛋 让这个魔二代替自己报仇 接着自己就爆炸了 受到爆炸波及的悟空急速下落 亚齐鲁北及时赶到 并成功接住悟空 两个好朋友开心的笑了 下面咱们开始飞速的过去型时间 亚齐鲁北带着悟空回卡林塔疗伤 天津犯准备回龟仙屋告诉大家情况 并与悟空约定下一次五道会见 他还带上了悟空忘记的卢翼棒 布玛他们来到现场得知情况 布玛通知电视台短迪被消灭了 所有人开始欢呼 龟仙屋内大家还是有点失落 神龙不在没办法复活 卡林塔上悟空恢复活力 猫献人在得知 神龙被短迪干掉后很头疼 因为被魔族干掉的人 魂魄只能在宇宙飘荡 突然他想起了可以找神龙的制作人天神 也只有猫献人认可的人才能见到 天神在卡林塔的正上方 去的方式就是靠卢翼棒 原来卢翼棒本来就是连接天神殿的棒子 当年龟仙人死缠烂打才给他的 接着悟空回到凯斯鲁金城找卢翼棒 可是已经被天津犯带回龟仙屋了 所以悟空去找占卜婆婆 占卜婆婆告诉他在龟仙屋 于是悟空就去龟仙屋找 被蓝旗拿来绑拖把的卢翼棒 接着来到卡林塔的屋顶 插上卢翼棒带上猫献人给的铃铛 伸长了卢翼棒就带他去天神殿 动画里面加了一些类似杜结的画面 来到天神殿后悟空看到了天神的仆人 嘿嘿胖胖的波波 不过要见天神需要通过波波的测试 悟空也是第一个上来的人类 不过悟空很快就被打败了 还被波波质疑了一下 动画里面还要悟空发射龟派气功 被波波吞下的桥段 波波不想测试了 但是悟空不肯放弃 波波教育悟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悟空则开始在天神殿自己训练 波波说悟空要学会战力如天空般田径 行动如雷光般迅速 学会心如止水 悟空学着波波试了一下 可惜不得要领 波波说他这些都是天神教的 他看悟空很有潜力 于是决定给一些提示 波波带着铃铛移动而铃铛不响 悟空试了一下不行 他才发现自己无谓的动作太多 此时天神终于出现 但是悟空见到的却是短敌大魔王的面孔 悟空立马攻了上去 被天神一个弹指弹开 天神解释很久之前他是一位舞蹈家 跟短敌是一体的 他来到天神殿想接替老天神 当时的天神看出他心中有一丝弦念 于是他就努力修炼分离出弦念 这个弦念就是短敌 之后他就成为了新的天神 然后天神以让悟空在这边修炼为由 帮悟空复活神龙让大家可以复活 接着波波拿出了神龙的模型 用胶水沾好之后天神赋予生命 天神原本不打算复活神龙 因为人类的贪欲太多 不过看到悟空之后改变了想法 接着天神让神龙复活 海浪本来要等一年采养许愿的神龙 直接可以马上许愿 天神要求悟空在这里修炼三年后 去参加天下第一舞蹈会 因为短敌自爆之前生下了魔二代 所以需要悟空再次打败他 天神跟波波都有不能战斗的理由 此时归仙屋中的龙珠开始发光 神龙就此出现 这次他的台词比较多 还跟布玛解释了来龙去脉 养木茶聪明的许愿 让被短敌杀死的众多无罪的人一起复活 于是归仙人角子克林都苏醒了 而天津犯他们也要继续努力修行 漫画一比待过三年之后 动画开始原创剧情 首先是波波加悟空用心感知 之后是猛眼抓带着铃铛的猫 然后用机器让悟空去可洛山取回神之冠 不过这东西带上之后摘不下来 还会一直被雷电攻击要躲开 悟空一开始不行 后面从一个小女孩身上发现诀窍 再次挑战的时候避开了一次雷电攻击 但是帅不过三秒 之后来到一个孩子特别多的人家里 跟着他们的爷爷学钓鱼来锻炼自己的心境 接着波波用缝纫机给悟空做新衣服 并让他回到以前去找五太斗老师 这里还出现了年轻的归线和赫线人 他们的性格还真的跟现在很像 悟空从五太斗老师这学如何用气 之后波波拔了悟空身上一根毛 用他制作了悟空的练习对象 这个人可以看穿悟空的动作 因为他本来就是以悟空为蓝本的人偶 他们之间的差别应该就是人偶心境为空 最后悟空以为自己领悟了 心如止水的感觉 结果却是人偶的生命之水效力用完了 接着波波蒙上眼睛跟悟空捉迷藏 靠着气息悟空一直没能躲过 修行还在继续 另一边天津饭他们也在刻苦修炼 归线让他们不要躲在归线屋 去外面的世界看看锻炼自己 然后他们决定跑步去卡琳塔修炼 途中角子预感到了有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他们来到了一个正在举办庆典的村子 还接受了村里武功高强的人挑战 喝醉的克林一个不经意的头锤打败对方 突然角子预言火山即将喷发 岩将喷涌而出 天津饭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阻止 首先克林用龟派气功结果失败 天津饭用冬冬波打碎岩石 还是不行 之后杨木查想到了一个办法 天津饭继续用冬冬波 克林跑去村里救人 杨木查用龟派气功打破步步让水去浇灭岩浆 然而火山喷发没有结束 接着天津饭和杨木查同时使出了冬冬波和龟派气功 岩浆改变的方向村子得救了 而短迪的摩二代比克也独自修炼了三年 终于讲完这些穿插的原创剧情了 三年后的一个下雨天 赛武道会的比赛报名现场 一个男生帮布马拿下小女孩飞走了气球 这个人就是长大后的悟空 除了发型没变外 其他地方都长大了 在报名节日前 天津饭他们也赶到了 大家愉快地相认 悟空还真的比克林高了不少 龟津人这届就不参加了 之后大家在旅馆休息 杨木查天津饭都一轻想跟悟空比试 此时逾越的天空 一道闪电击中了钟楼 掉下来的碎石眼看就要砸到人了 却被一个带着披风的人击落 他就是比克 第二天预赛开始 大家都换上了自己做的龟仙流武道服 而悟空的黑色T恤还穿在身上 他的尾巴被天神拔掉了 而比克此时也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四目相对基本什么都不用说 一个眼神就懂得彼此 暂时只有悟空和天津饭 知道比克的身份 然后一个漂亮的少女拍了下悟空 同样是四目相对 悟空却不认识他 少女生气大哄一声就走了 到底吃啥三年能长这么大 突然一个带着摔脚手面具的胖子 在后面躲躲藏藏 预赛抽签开始 今年天津饭让饺子 把大家都分辈到不同的预赛组 预赛开始悟空碰上了倒霉的家帕王 悟空光是站在那 就已经给了家帕王巨大的压力了 轻松一击就让家帕王倒地 其他我们熟悉的选手也是如此 除了饺子 因为饺子遇上逃拜拜 他把自己变成人造人 这次参加比赛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悟空报仇 还要教育天津饭 顺带一提那个戴面具的胖子 还咬了别人的屁股 之后胖子对上了沈先生 拉链没拉的沈先生 感觉不出归武术 比赛一开始就以沈先生 不小心摔倒爬起来 撞到胖子结束 而这个胖子就是亚奇罗贝 八强抽签开始 主持人也长出了胡子 这次饺子没有干预 逃拜拜对天津饭 悟空对我就不告诉你名字少女 比克对克林 沈先生对杨木茶 场外贺仙人又出来挑衅归仙人 燃奇跟去年一样 坐上特等观众席 然后悟空想给克林和杨木茶先斗 他们也表示自己已经有了 原来他们都爬上了卡琳塔 克林说有叫亚奇罗贝来参赛 但是他不来 其实他有来就是输了 终于比赛开始 天津饭和陶拜拜都不动 主要是陶拜拜找不到天津饭的弱点 然后贺仙人心念感应干脑他 天津饭想起了小时候的训练 陶拜拜以为出现破绽就进攻 结果被天津饭躲过去并还击 其实天津饭实力已经远超陶拜拜 念在旧情天津饭希望陶拜拜就此作罢 但是陶拜拜不肯 之后天津饭准备将陶拜拜推出场外的时候 陶拜拜拖开了自己的拳头跑了出来 还用凶器伤到天津饭 天津饭非常的生气 他单手陆白刃的掰断了武器 接着陶拜拜瞄准天津饭 使出了超级动动波 看起来威力是很大 却被天津饭大吼一声破除 接着就是一拳陶拜拜倒地 天津饭将陶拜拜拿给贺仙人 并且撇清了关系 其实天津饭一直都是以优秀的武道家为目标的 第二场悟空对战不知名少女 少女上来就对悟空进行猛烈的攻击 悟空一边躲一边询问 两个人也是凭实力打情骂俏 少女说悟空之前答应娶他 悟空连结婚是什么都不大清楚 他一直想不起少女是谁 少女提出悟空打败他 就告诉悟空自己是谁 于是就这么被拳风寄出场外 没几个人看得清 其实这个少女就是奇奇 悟空想了下自己之前确实说过 当时他以为新娘子是个好吃的东西 不过既然都说了悟空就答应了 奇奇还亲了悟空一下 之后奇奇跟大家都打了招呼 虽然前两场充满戏剧性 不过第三场克林对战比克 就是实打实的硬仗 克林首先握拳于腰间蓄力 发射了追踪气弓弹 比克跳到高空从眼睛射出光线 克林趁机跟上就是一拳 但是比克会飞所以不会掉到场外 接着克林首先发动攻击 紧追不舍的他被比克一脚踢向场外 不过克林使出了悟空术停在空中 双方回到场内 比克劝说克林投降 克林则开始猛攻 却一直打在比克的斗篷上 所以斗篷到底算不算武器 这段打斗篷是动画原创 然后比克用出了经典的一招 手臂变长 抓住了克林的脚 拉回来后就是一拳 克林一个跟斗反攻回去 比克将他踢到空中并跟了上去 克林瞄准时机用龟派七弓 比克用残影拳躲过 之后将克林打落场内 克林就站起来一下 又倒了下去认输 龟线看到自然而退的克林很欣慰 第四场是沈先生对阵雅木茶 这是一场伴猪吃虎的比赛 沈先生首先攻击然后甩倒 顺便踢中雅木茶腰子 之后雅木茶攻击 沈先生抱头躲避 正中雅木茶蛋蛋 主持人也忍不住笑了 接着沈先生认真攻击 一招便将雅木茶击倒 还指出了雅木茶的武术问题 生气的雅木茶又是狼牙疯疯拳 全部被接下来之后 因为他下盘不稳 被沈先生一脚踢倒 之后雅木茶接连受挫 沈先生对雅木茶说自己并不是人类 只是借用人类的身体 不过被悟空听到了 接着雅木茶终于使出新绝招 操气弹 就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气弓弹 从地里出来的操气弹打中了沈先生 却被沈先生快速回身一击 雅木茶中招后退出了场外 而悟空已经知道沈先生就是天神了 接下来半决赛开始 天津饭和悟空双双跳入场内 天津饭一开始接连猛攻 然后他们跳上高空 天津饭一炮被悟空打开 两个人在空中继续较量 落地的时候又同时消失不见 现场只听得到打斗的声音 只有极少数人看清 然后两人继续僵持不下 观众已经看呆了 悟空和天津饭又开始了力气的较量 在天津饭大哄一声中分开 两个人商业互吹了一下 天津饭说悟空的速度并没有提升 接着自己跳到云端 悟空也跟了上去 此处天津饭利用自己的高速移动击落悟空 然后一阵猛攻之后一脚踢飞悟空 不过悟空快速旋转又回到场内 大家松了一口气 杨不察你的手在干嘛 然后悟空开始脱下自己的黑色T恤 护腕和鞋子 这些都是负重物 总的加在一起100公斤 一身轻松的悟空先适应了一下 比赛继续天津饭的攻击都被挡住 然后裤带被悟空拿走 燃奇看得很开心 接着天津饭准备用12只眼睛锁定悟空的动作 他聚集力量变出了4个分身 并且这4个都是真身 这一招叫做四身拳 四个天津饭同时攻击 悟空硬接不暇被踢倒 站起来之后悟空利用速度回踢一脚 所以四个人真的不要站成一排 然后四个天津饭分散到擂台的四个角落 同时攻击处于中心的悟空 悟空跳到高处躲避 接着四个天津饭从眼中发射光线击中悟空 悟空重重的摔了下来 其实一点事情都没有 他还发现了天津饭的两个弱点 天津饭再次使出相同招数 悟空再次跳到空中 天津饭抬头 从眼中发射光线 悟空使出了太阳拳 天津饭快被闪瞎了 眼睛太好是第一个弱点 而悟空已经修炼成能靠气感之对手 第二个弱点就是四个分身 等于力量平均分成四分 悟空快速四杀结束比赛 只有他来到了附体沈先生的天神这里 天神说因为担心悟空打不过比克 所以自己才下来 主要原因是天神和比克一体 干掉一个另一个也挂掉 知道这个事情的悟空肯定下不了手 所以天神准备自己来 天神的策略其实就是魔风波 比赛一开始天神一脸严肃 手势一起 比克被抛向高空 接着比克一个魔波回击 并打落闪开的天神 落地之后天神也将比克踢进地里 双方实力震惊全场 几个回合之后 两个人开始用大家听不到的语言交流 终于天神拿出了一个小瓶子 马上使出了魔风波 结果比克使出了魔风波反向 反将天神封印 最后关头天神离开沈先生身体 他让悟空一定要打败比克 沈先生醒来之后失去了附身的记忆 比克当着悟空的面 吞下了那个瓶子 悟空非常生气 因为干掉比克 天神也会挂掉 不干掉的话 天神又放不出来 之后悟空将真相告诉了大家 并从天心泛纳得知 打开瓶盖就能解放封印的天神 不过比克并不在意 废话不多说 决赛正式开始 比克脱掉了披风 双方一开始就激烈护攻 比克给了悟空一拳 悟空又回踢一脚 双方暂时平手 比克再次把手伸长 却被悟空抓住甩到高空 而悟空追击的时候 被比克连续出波挡下 肌肉在地的时候又中了好多下 场地被打出一个坑 悟空就在其中 主持人倒数被比克阻止 因为他知道悟空又演技上线了 接着双方摆好架势却不动 只能看到两个人身体在聚气 接着气场电流碰撞在一起 灵力的攻势又开始了 全输的语速都跟不上了 悟空闪过了比克的光线眼 回踢一脚之后 又被比克伸长的手臂甩来甩去 悟空很快回踢一脚后消失 比克却一拳击中悟空 但是碎石处不见身影 结果悟空出现在他身后进行攻击 接连还击之后给了比克一脚 而比克跳到空中 准备放出大招摧毁场地 眼看大家来不及跑 悟空赶紧跳上去 比克这才改变方向 悟空及时擦身躲过 而绝招所到之处如陨石撞地球 悟空回到场中 准备使出超级龟派气功 却被龟线人阻止 因为天神的关系不能干掉比克 比克开心地向悟空炫耀 自己毫无压力 其实比克还是三岁小孩 接着比克再次蓄力 准备将在场的所有人都解决 克林突然告诉悟空 可以用神龙将天神复活 所以放心干掉比克吧 悟空终于发出了超级龟派气功 将比克的绝招怼了回去 比克虽然受伤 却还能继续战斗 观众还没走 我也是醉了 然后主持人突然发现 比克好眼熟 蓝奇说出来 好像短敌大魔王 比克大胆承认自己是魔二代 观众开始逃跑 场面一度混乱 主持人和布马还在 主持人跟全书一样 还在继续解说 比克再次蓄力 身上的纹路开始发光 然后他巨大化了 而且巨大化后的比克 速度不变地攻击悟空 悟空被一掌拍下地 天津饭要去帮忙 却被悟空阻止 悟空站起来开始回击 还抓着比克手指 来了一个过肩摔 果然心有多大 擂台就有多大 这样都摔不出擂台 之后比克继续攻击 悟空一脚踢中 比克的眼睛 趁势追击的时候 被比克的光线眼 射到膝盖 又是相似的情节 然后比克一脚踩住悟空 不过悟空用力 将其顶了回去 比克后仰倒地 此时悟空开始上套 跟比克说 你要是再变得更大点 我可能就打不过你了 那只有三岁的比克 听了很开心 于是就变得更大了 我信了你的鞋 这正中了悟空的套路 悟空跳上去 然后反向一个龟派机攻 刺激跑进 比克的体内 找到封印天神的瓶子 然后通过攻击比克体内 让他把自己吐出来 这个桥段是不是有点像 孙悟空跑进铁扇公主体内 悟空将瓶子扔给天津饭 打开瓶盖之后 天神终于出来了 比克又变回了原案的大脚 还被悟空吐槽了一下 他跟悟空继续空战 悟空被挡落下来 结果他用脚发射龟派气攻 又冲上去给了比克一击 两个人在下坠的时候 比克用他的Q弹小触角 电击悟空 就在比克准备蹭蹭追击的时候 被天神挡了下来 他想跟悟空一起打败比克 而悟空希望天神别插手 因为比赛还没结束 龟系人则说出悟空的设定 悟空只希望能与强者交战 漫画里也是这样的设定 然后悟空让比克打他一拳 抵消刚刚天神的阻挠 天神让悟空一定要干掉比克 说自己要是跟着挂掉 就让神龙复活就好了 此时悟空的战力已经超过天神 比赛还在继续 比克对着悟空发射追尾弹 这个东西会一直追踪悟空 于是悟空就跑到比克面前 突然闪开 这样比克就正中自己的招式 虽然手臂受伤了 不过比克不在意的拔断手臂 然后又长出一个新的 接着比克抱住自己 开始静脉曲张 就是开始蓄力 悟空让其他人赶紧撤离 因为比克聚集的能量太强 不过悟空决定正面硬钢这一招 然后天津犯用气功炮 在地上开了一个坑 大家跟着躲进去 燃奇将天神拖进去 接着比克使出了一招魔神结界 以自身为中心的大爆炸 波及范围达到整个岛 不过悟空竟然硬撑了过来 比克非常震惊 接着悟空做出起跑姿势 便快速攻向比克 一记重拳比克倒地 悟空跳到高空 发射龟派七弓 比克中招踏陷于大坑之中 悟空还让主持人倒数计时 结果在大家大意的时候 比克一个魔口炮 就是嘴炮 贯穿着悟空的右胸 还阻止了要来帮忙的天津犯他们 不过悟空还能够站起来 但是眼睛已经看不大清楚了 之后比克先废了悟空的双脚 吸取前一代经验又废了左手 然后升到高空准备干掉悟空 天神此时让天津犯干掉自己 因为天神一挂 比克也会挂 不过被悟空叫停了 眼看比克大招已经就绪 爆炸之后地面又是一个大坑 比克开心欢呼 结果悟空从天而降的一个头锤 打败了比克 这里全书漫画查了一下 悟空是用的悟空术赌过 之后比克因为掉出场外 悟空终于获得了 第二十三届天下第五道会冠军 然后亚区路北出现给了悟空仙斗 让悟空恢复体力伤也好了 所以仙斗是具有疗伤功能的 而天神此时想干掉比克被悟空阻止 天神说用神龙再复活自己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谎言被悟空看穿 因为悟空挂了 天神就会挂 天神创造的神龙也不在了 天神自我反省 自己没有资格做天神 而归线人说因为天神做了龙珠 所以才会有悟空他们冒险 并打败比克的故事 此时悟空拿了一个仙斗给比克吃 因为比克真的挂了天神也会挂 而自己也不想失去一个好保姆 不对是好对手 然后恢复的比克就走了 接着天神让悟空去做新的天神 悟空不要 他叫来金斗云就去跟琪琪结婚了 漫画里关于结婚只有一个插话 东话里来了原创剧情 大致就是悟空到牛魔王家准备婚礼 牛魔王还拿出了琪琪妈妈的婚纱 突然城堡内火光冲天 牛魔王为了保护婚纱没跑出来 他让悟空去找芭蕉扇灭火 悟空找到了占卜婆婆问清位置就出发了 他们来到一个都是乌龙的八角村找线索 接着在龟仙屋的一本古书中 找到了制作芭蕉扇的线索 首先去奇微火山山口 找吞火鸟拿羽毛 结果那本书是龟仙喝醉的时候乱写的 琪琪在此处获得了吞火鸟的八角蛋壳 然后从一个科学家口中得知 北方的一座冰山有芭蕉扇 结果他们从山下的一个婆婆处拿到了芭蕉扇 琪琪在此处获得了八角蜂蜜 终于悟空拿到了八角扇会来灭火 结果还是灭不了 此时占卜婆婆出来说 这是八卦炉的火 要去五行山找太上老君才行 悟空和琪琪很快来到了五行山 途中经历了各种幻觉 终于看到了八卦炉 还见到了爷爷 因为五行山是连接人界与黄泉的地方 接着太上老君安宁出现了 他说可能是八卦炉 底部破了一个洞 所以烧到了地球另一端牛魔王那 而八卦炉的火如果熄灭 会出现大混乱 就算为了救牛魔王熄灭一次 要两千人才能再点起 因为这个他们还挡了起来 不过动画这里有一个 悟空为了关闭火炉 推开爷爷的画面 这个情节我反正不认 最后大家还是齐心协力 将火炉的漏洞补好 就是用八角扇开一个出口 用八角蛋壳封住漏洞 用八角蜂蜜 粘住它就可以了 之后悟空也跟琪琪举办婚礼了 这个当作翻外看就好了 到此全书的龙珠第一部剧情回顾 完 龙珠第一部一共153集 全书将其龙缩为13期 部分地方做了动画漫画对比 感谢大家支持 距离第一部五年之后 悟空和琪琪杰温生子 并住在了爷爷老房子旁边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孙悟范 这天悟范在外看鸟不慎掉入水中 前来寻找的悟空差一点就抓住了他 可惜悟范还是掉下瀑布 悟空追下去的时候 发现悟范爬到了上面的树枝 悟空很好奇不过不重要 他将四星球的龙珠帽给悟范戴上就回去了 而此时一个龙夫正爱铲草 他是谁不重要 但是他会成就一个梗 空中好像降落了一个陨石 龙夫追着爆炸声就去看 从原型飞船处走出来一个人 他是头发很长的拉蒂茨 他用战斗力探测器看了一眼龙夫 说了经典的一句 你这个战斗力武的渣子 龙夫开枪被接住之后就被干掉了 拉蒂茨又探测出 前方有能量强大的生物 喊了一声卡卡罗特就走了 而比克突然后颈一凉 惊觉有大事发生 拉蒂茨出现在比克面前 发现不是卡卡罗特有点失望 他看了比克的战斗力322表示不屑 比克突然发动攻击 拉蒂茨一点事情都没有 就在拉蒂茨准备出扯的时候 又发现了另一股强大的力量 并确认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力量 笃定这次应该是他要找的卡卡罗特之后 立马就飞了过去 比克这才逃过一劫 而在龟仙屋中大家又相聚了 龟仙人还是没变 杨木茨好像又饿不马生气了 而兰奇在五年前跟天津范 不知去了哪里 怕是被作者忘了吧 接着悟空带着孩子也来到了龟仙屋 大家都很诧异 为了纪念悟空的爷爷 所以悟饭跟爷爷同名 悟饭长大后想成为伟大的学者 这跟他妈妈琪琪的教导有关 琪琪不让悟空锻炼悟饭 反正地球有悟空拯救 突然悟空预感到了有强敌来袭 拉蒂茨再次出现 你已经跑了一整集了 他叫了悟空一声卡卡罗特 还说他跟父亲长得很像 并说悟空的使命不是消灭人类吗 大家都听不懂 克林想要上前赶他走 拉蒂茨尾巴一甩 克林瞬间被打飞 他以为看到尾巴 悟空就能想起来 结果还是没有 拉蒂茨怀疑悟空小时候脑袋被撞过 归线人回忆起了以下画面 很早之前悟空的爷爷 捡到一个长尾巴的小孩 但是这个小孩性格十分的暴躁 有一天不小心摔落山谷 头部受到强烈撞击差点挂掉 爷爷就活之后性格大变 这个小孩就是悟空 然后轮到拉蒂茨解释 悟空胜于贝吉塔星是个赛亚人 也是全宇宙最强的战斗民族 拉蒂茨是他亲哥 赛亚人在宇宙寻找环境不错的星球 然后消灭上面的生物 在高价卖给其他星球的人 地球因为战斗力低 所以让还是孩子的悟空前来 阔虎这个悟空来地球的原因 后期还会变 而且地球上也有月亮 月圆之时就是赛亚人发挥本领的时候 不过悟空完全不清楚 拉蒂茨也很生气悟空的尾巴没了 悟空则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地球人这边 拉蒂茨表示赛亚人本来就不多 再加上贝吉塔星被陨石撞击爆炸 仅存的只有当时没在星球的四个 他们三个是因为想攻占一个星球 但是怕打不过 所以才想到了卡卡罗特还在地球 于是想交上他一起的 悟空再次拒绝 拉蒂茨通过尾巴判断出 悟饭是悟空的儿子 他准备带走悟饭 悟空想要阻止 结果被拉蒂茨一脚踢飞 他抓起悟饭给悟空一天的时间考虑 并让悟空干掉一百个地球人以示诚意 不然他就会干掉悟饭 只有就带着一只哭的悟饭走了 悟空被大家扶起来 他想到只要抓住尾巴 拉蒂茨就会没力气 此时比克也突然出现 他表示拉蒂茨很强 不联手打不过 比克想要联手的理由是因为 拉蒂茨是他征服世界的障碍 这话说的真傲娇 然后靠着龙珠雷达的指引 他们两个一起去找拉蒂茨 而悟饭此时被拉蒂茨关在小飞船里 他的战斗力探测器显示 小飞船内的战斗力有710 不过他认为这是故障 而悟空和比克正在赶来的途中 终于他们来到了拉蒂茨面前 脱掉了束缚之后 比克战斗力升到408 悟空升到416 拉蒂茨却一点也不在意 一开始就各给了比克和悟空一击 他还说另外两个塞尔人 战斗力都比他高很多 悟空在确认了悟饭的位置之后 和比克联手发动攻击 结果全部被拉蒂茨躲过 还各给了一脚 躲过攻击的拉蒂茨升到空中 双手同时发出威力巨大的气功波 悟空及时闪过 比克被剥掉一只手 落地之后悟空又被踹了一脚 注意 比克这里开始流的血是紫色 接着比克准备用出新绝招 但是需要比较长的聚气时间 所以悟空先去进攻 给比克赚时间蓄力 不过趁着空挡拉蒂茨发现 比克聚集的战斗力有1020 而且还在上升 另一边悟空操控龟派气功 一直追击拉蒂茨 却被他单手接下 之后用一个冷量弹还击悟空 准备追击的时候发现 比克这边指尖的战力已经1330 比克终于用出了魔罐光纱炮 只见远处的大山被炸掉了 可惜拉蒂茨却闪开了 而就在拉蒂茨要回击的时候 悟空突然抓住了他的尾巴 比克继续蓄力 然后拉蒂茨开始求情 悟空则心软的放开了尾巴 接着就吃了一肘子 然后被踩在脚下 此时悟饭突然冲破了飞船 看上去十分的生气 拉蒂茨发现悟饭的战力竟然有1307 悟饭说了一句不许欺负爸爸 一个头锤壮烈的拉蒂茨的战斗服 不过马上战力又变成一了 似乎是随着情绪而波动 很快就被拉蒂茨打晕 拉蒂茨想趁着悟饭还不会 运用自身力量的时候干掉他 悟饭刚刚的瞬间战力 比悟空和比克都高 就在拉蒂茨准备下手的时候 悟空从后面紧紧抱住他 并让比克再次蓄力 这次悟空准备和他哥同归于尽 拉蒂茨再次求情 悟空不会上当了 比克发出的魔罐光纱炮 直接贯穿了两个人 拉蒂茨而悟空双双倒地 拉蒂茨不明白悟空为何要牺牲自己 比克解释说地球有龙珠可以许愿 复活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拉蒂茨说这边的所有事情 已经传达给了另外两个赛亚人了 主要是通过战斗力探测器吧 他们两个人一年之后会来地球 之后比克了结了拉蒂茨 这个时候那两个赛亚人正在吃饭 他们听到了龙珠的事情后 决定去找来许愿永保青春长生不老 回到这边 克林他们赶到现场 已经知道情况 悟空醒来一下 然后挂掉了 克林还在伤心的时候 悟空的身体突然不见了 比克说这一定是天神干的 之后不马拿了拉蒂茨的战斗力探测器 准备去改造 克林开始收集龙珠 比克先把自己的手再生出来 他要带走悟饭去修炼 为了应付一年后的战斗 比克的保姆之路就这么开始了 克林比较担心悟饭被带坏 在阴间天神将悟空的肉身召唤回来 并希望阎王准许他去拜见戒王 刚被比克干掉的拉蒂茨也来过这里 不过已经被阎王收拾了一顿去地狱了 阎王同意悟空通过蛇道去见戒王 然后赶走碎碎念的天神 悟空则坐着引路人的车 来到了蛇道的路口 沿着这条一百万公里的蛇道 走到尽头就是戒王住的地方 如果掉到旁边的话 就会掉入地狱回不来 悟空拜托引路人 在看到占卜婆婆的时候 告诉他这一年先不要让龟仙人复活自己 之后就去挑战蛇道了 比克带着悟饭来修炼 首先将悟饭泡在水里 让他自己醒来 不过悟饭感觉很害怕 比克怒斥悟饭难道说明情况 悟饭听到悟空挂了又想哭 被比克吓得缩了回去 比克竟然说为了保护地球 需要悟饭发挥潜力一起战斗 悟饭觉得自己没有潜力 比克本着实践出真知 抓起悟饭就丢了出去 只见悟饭大哄一声 前方已经以为平地 比克和悟饭都很震惊 悟饭还是觉得自己会害怕 比克实在生气 让悟饭先把衣服脱了 第一项修行就是 悟饭荒野求生六个月 主要是为了锻炼悟饭的精神而身体 现在的悟饭还是太孱弱了 接着比克就自己离开了 这一切被天神看在眼里 他觉得比克变了 重点是被比克干掉的拉蒂茨 魂魄去了阴间 换作以前应该是四处游荡才对 天神说也许比克就下道 只有一年的寿命了吧 一年后或者天神寿终 或者比克被赛亚人干掉 所以比克才想留下点什么 回到悟饭这边 他正在尿尿 一只大恐龙开始追他 快咬到悟饭的时候 悟饭突然出现在了高处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上来的 到了晚上悟饭觉得又饿又冷 一阵风过来了两个苹果 原来是比克给他带过来的 悟饭吃饱继续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不敢下去 龟仙屋中布马修好了战斗力探测器 雅琪罗北前来替猫仙人传话 让克林养木茶天津饭饺子 都去天神纳修炼 还说悟空让龟仙人先不要复活自己 因为悟空要在阴间修炼 接着就是琪琪和牛魔王来到龟仙屋 在知道情况之后 琪琪晕倒了 晚上月圆之夜 悟饭想要亮亮 突然看到满月之后状态不对 因为有尾巴的关系 所以开始变身巨人 比克吓了一跳 这个巨人还会发射嘴炮 攻击力惊人 比克想起满月会触发塞尔人的异能 于是比克摧毁了月亮 悟饭也从巨人变了回去 比克拔掉悟饭的尾巴 并重新给悟饭做了衣服和一把剑 之后就准备自己去修醒了 但是月亮之前被龟仙人破坏了 怎么又有人呢 漫画完全版第十二本里 在第二十三届天下第一五道会的时候 悟空提过一句 天神拔掉悟空尾巴之后恢复的月亮 TV动画那时没有说明这段 终于六个月过后 悟饭已经可以生活自理 没事吃吃果子 或者砍一片恐龙的尾巴烤着吃 另一边 克林他们也在天神殿修炼 而悟空还在跑 比克开始认真训练悟饭 而悟空还在爬 终于来到了蛇道终点 上方有一颗星球悟空跳了上去 但是却被重力吸到地上 悟空很不适应 他把星星巴布鲁斯当作戒王 还跟着学动作 结果真的戒王出现了 他是个爱讲冷笑话的神 巴布鲁斯是他的宠物星星 戒王的冷笑话也是不大好理解 而且要悟空讲笑话让他笑 才肯锻炼悟空 在戒王笑得不行后 决定开始锻炼悟空 戒王解释这个戒王星的重力 是地球的十倍 他还用头上的天线看了下 塞尔人还有158天会到地球 顺便讲了个冷笑话 悟空没反应过来 戒王这就不开心的不想训练 悟空立马大笑不止 言归正传 悟空觉得158天时间不够 不过戒王说这里的158天 抵过地球数千年 悟空前期的主要修炼 其实就是适应这十倍的重力 塞尔人的贝吉塔星的重力跟这一样 第一个项目就是抓星星 当然戒王也管饭 三周过后悟空终于抓住了星星 第二个项目是用锤子打一只 叫古雷格力的虫子 虽然漫画里没有 但是这个角色是鸟山明 应动画制作组需求所创立的 在成功打到虫子后 戒王终于准备叫悟空 戒王拳和元气弹 这段期间悟饭已经习惯和比克相处 锻炼也有了成果 天津饭他们也锻炼的差不多 又过了一段时间 悟空已经掌握了元气弹了 戒王告诉他 元气弹是从人动物等所有物体中取一些能量 集中起来释放出去 让悟空在地球使用的时候要小心 威力过大会破坏地球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 要用也只能一次 交代完之后塞尔人明天就来了 戒王忘记算悟空要通过蛇道回去的两天时间 接着悟空通过戒王心电感应 通知龟线人复活自己 然后戒王帮悟空做了战斗服 且带有一点防御加成 背后的标记是戒王 接着龟线人召唤出神龙 乌龙想让神龙消灭塞尔人 由于神龙为天神创造 所以超越天神力量的愿望无法实现 于是他们就赶紧复活悟空 悟空也快速赶回地球 而那两个塞尔人此时已经来到了地球 好了这期讲了不少设定 主要是因为龙珠第二部开始 主角的战力比之前翻了十倍不止 而让战力提升的合力条件之一 就是扩充作品的地图边界 因此就从地球开始延伸到了宇宙 所以遇到设定的地方会多讲一点 两个塞尔人将要到了东之都 还引起了大家的围观 光头的那个叫纳巴 比较矮的那个叫贝吉塔 只见纳巴食指与中指合并一台 产生了剧烈的爆炸波及范围甚广 所见之处灰飞烟灭 贝吉塔当他克制一点 要是把龙珠毁了就没得许愿了 他们先要去找战斗力最高的人 却发现战斗力超过一千的不止一个 看到电视直播的布马想去帮忙 龟西人怕天乱阻止了 悟空还在舍道飞奔 贝吉塔他们朝着比克而乌范前进 克林先跟比克他们会合 之后贝吉塔就来了 贝吉塔听出比克就是干掉拉蒂茨的人 纳巴认出比克是纳美克星人 纳美克星人不仅具有超强的战斗力 还有不可思议的能力 比如会魔法 所以造出龙珠也是正常 而此时天神才知道自己是宇宙人 并说第一次制作龙珠的时候 就有熟悉的感觉 想必在故乡也有类似的东西 多么明显的伏笔 此时贝吉塔拿掉了战斗力探测器 为了助兴纳巴拿出六个种子 埋在土里浇了一点绿水之后 六个蔬菜人就从土里长了出来 蔬菜人快速移动围住比克他们 还展示了下自己的战斗力 接着迅速发起攻击 悟范此时看呆了 结果被蔬菜人揍了一拳 还好比克站出来挡住 此时天津饭和饺子到场 杨木茶也赶来了一共六个人 贝吉塔提出刚好的蔬菜人一对一 他派出一个蔬菜人进攻 被天津饭推了回去 蔬菜人落地之后 从脑中喷出腐蚀液体 大家立马闪开 比克闪开后又回来带走悟范 那边天津饭一个走机挡落蔬菜人 纳巴惊讶战力1200的蔬菜人会输 贝吉塔德直接干掉那个蔬菜人 因为他过于轻敌 仿佛肮脏的烟火 并提醒剩下的五个要全力以赴 接下来杨木茶自信出场 他让克林靠后 因为被地球神龙复活过一次之后 就不能再被复活第二次 顺带一提悟空还在飞奔 我们就先别管了 杨木茶和蔬菜人同时消失 比克现场指导悟范 通过气来判断双方行动 悟范认真学习 终于看清了双方的行动 杨木茶明显处于上风 一个闪现过后使出了龟派气空 蔬菜人被打落坑中 这里还有电视直播 杨木茶自信的想要一条四 突然蔬菜人冲出来抱住杨木茶 然后他就自爆了 杨木茶这个画面火遍全球 全书还买了T恤 杨木茶就此挂了 克林非常生气的准备报仇 他集中力气于双手之中 使出了爆裂空击弹 气弹飞到空中后 飞速分裂下坠 击中了两个蔬菜人 还有一个躲到洞里 同时还击中了贝吉塔和纳巴 突然蔬菜人从洞里跳出来攻击物范 被比克一把抓住 给了一拳之后跑向空中 一个嘴炮直接干掉 物范过来道谢 比克傲娇不接受 但是贝吉塔和纳巴一点事情都没有 终于轮到纳巴出场 他抢先攻向了克林 比克闪现挡住并回击 纳巴闪过远处的山被毁 接着纳巴闪现到比克旁边 一脚踢飞了比克 纳巴开始聚气 大地都在颤抖 饺子的超能力不管用 纳巴全身被电流包围 饺子尝试用超能力干预 被纳巴一个嘴炮击飞 接着纳巴攻向了天津饭 一招就让天津饭的拳头重伤 接着又是一拳 天津饭的左手直接被打断 天津饭跳到空中想要回击 却被纳巴一脚踢落 克林不顾比克的劝阻冲了过去 纳巴手一挥地面乍声四起 一个身不见底的洞 赫兰就在眼前 此时饺子飞到纳巴身后紧贴 任凭纳巴撞击就是不放手 他跟天津饭道了一声谢谢 并叫天津饭别挂掉 于是自己就自爆了 天津饭备受打击 可惜纳巴还是没有事情 并且饺子已经用地球神龙复活过一次 因此不能再复活了 天津饭发疯似的攻向纳巴 依然没有什么效果 比克叫住冲动的克林 说要寻找纳巴攻击时的破绽 此时天津饭又吃了纳巴一拳 纳巴准备了结了他 比克突然出现将纳巴打飞 克林接着一击将纳巴打到悟饭这儿 而悟饭却吓得躲起来 比克和克林立马出击 可惜回过神的纳巴已经躲过 天神已经预感到比克再劫难逃 天津饭用尽最后的力量使出气功炮 纳巴仿佛一点事情也没有 天津饭也就此挂掉 克林悲愤地呼喊悟空 贝吉塔突然叫停了纳巴 并询问了悟空的事情 骄傲的贝吉塔准备等悟空三小时 纳巴这暴脾气不肯 结果被贝吉塔喝释住了 比克这边只剩三人 贝吉塔等悟空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他背叛赛亚人 必须受到惩罚 克林提出不然先逃跑 比克说肯定逃不过 纳巴想让比克再锻炼下自己 纳巴怒斥他是胆小鬼并赶他走 纳巴伤心地往旁边去 却被纳巴阻止说他想逃 纳巴说纳巴是个大光头 纳巴很生气 贝吉塔在笑 为了打发这三小时的时间 纳巴从眼睛发射光线 干掉了那些直播的人 终于旁白说三小时到了 纳巴脱下战斗服准备战斗 比克制定作战计划 克林攻击纳巴吸引注意 比克趁机抓住尾巴这个弱点 然后误犯全力攻击 此时悟空刚好赶到阎王处 天神再次接应 悟空直接跳下天神殿 猫屑人丢出仙豆给悟空吃 悟空坐着金斗鱼 立马赶往现场 比克这边则开始了他们的计划 但是被抓住尾巴的纳巴 却朝着比克的天灵盖来了一肘子 贝吉塔指出他们才不会放任弱点不断练 比克被纳巴丢了出去 接着纳巴两下就踢飞了乌饭 再次攻击的时候被克林打飞 然后克林单手朝天 凝聚出了气缘斩 朝纳巴丢了出去 纳巴准备接下这一招 贝吉塔及时提醒他 纳巴这才躲过这致命的一招 不过脸上还是挂了彩 生气的纳巴甩了克林一个波 准备放第二个的时候 被比克从身后一击阻止了 突然比克感知到了悟空正在赶来的路上 乌饭等到都哭了 克林也露出了微笑 贝吉塔带上战斗力探测器观察 发现四分钟后 有一个战斗力五千的人会来 立马让纳巴干掉其他人 并说之后只要去纳美克星这个龙珠发源地 找到更棒的龙珠就可以了 乌饭此时鼓起勇气让比克逃跑 因为比克挂尔天神和神龙都没有了 纳巴则冲向了乌饭 却被乌饭一脚踢飞出去 生气的纳巴对着乌饭就是一个气波 此时比克挡在了乌饭的面前 他为乌饭完全挡下了这一招 并让乌饭快点跑 想起来这段时间与乌饭的相处 比克流下了眼泪 之后比克就挂了天神也消失了 生气的乌饭使出了比克叫他的魔闪光 战斗力为两千八 却被纳巴一拳打飞 不过手有点麻 乌饭已经没有力气的 纳巴准备一脚踩下去 却发现乌饭坐在金斗云上躲过了 悟空终于赶到现场 一声不吭的他充满着怒气 先是确认了现场的情况 愤怒的悟空战斗力急剧上升 无视了纳巴的攻击之后 悟空把仙斗各分一半给克林和乌饭 并让他们躲远一点 克林感受到悟空身上的怒气 蓄力完毕之后 悟空的战力已经达到了八千以上 战斗开始纳巴首先攻击 悟空一脚将他踢倒 之后又完全躲过了纳巴的攻击 然后悟空站在纳巴的光头上 下来之后给了纳巴一拳 这一拳是给饺子报仇的 之后一拳是给养木茶报仇 生气的纳巴从空中发射气波 悟空躲都不躲直接哄散 接着冲上去一击伪天金饭报仇 又给了一脚为了比克 愤怒的纳巴被背吉塔大声喝斥 让他冷静了下来 接着纳巴使出了刚来地球的那一招 悟空躲过之后 纳巴继续追击 悟空发现比刚才厉害了一点 接着纳巴近距离发射嘴炮 悟空瞬间使出规派气功 纳巴的绝招已经用完了 被吉塔让纳巴下来 自己准备出场 纳巴则不甘心地攻向克林和悟范 追击的悟空使出了戒王拳 一击就让纳巴无法行动 悟空将纳巴丢还给了被吉塔 并跟克林解释戒王拳 就是能瞬间提升自身威力的绝招 但是对于身体负担极大 戒王主妇最多只能用到两倍 而此刻被吉塔把纳巴甩到空中 并干掉了他 因为他不需要不能战斗的赛亚人 看到这个情况 悟空让克林他们赶紧回去 因为被吉塔太强了 克林希望悟空能换个地方打 担心在这里会打坏其他人的身体 到时候影响复活 而悟空疑惑神龙不是已经没有了 不过克林似乎有办法 于是悟空准备换个地方 他跟被吉塔来到一处背景比较好画的地方 双方摆好了架势 悟空率先出手 被吉塔游刃有余 悟空先被打中 被吉塔明显处于上风 悟空则直接使出了两倍戒王拳 一拳打中被吉塔之后 又是连续的攻击 不过被吉塔也不客气的回踢一脚 碰到实力强悍的对手 悟空又开始兴奋了 接着被吉塔开始蓄地 风云为之色变 能量聚集完毕 天空一片干净 紧接着被吉塔连续攻击 悟空已经是硬接不暇了 用两倍戒王拳躲过攻击 却还是被打破了衣服 悟空此时扔掉衣服 准备使出三倍戒王拳 龟仙巫中不满用战斗力探测器 觉察到了悟空战力急剧上升 超过两万一的时候 探测器爆了 这次轮到被吉塔被揍 悟空一拳打得被吉塔流口水 接着悟空抓住被吉塔的双拳 又是连续攻击 被吉塔终于倒地 而悟空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看到自己流血 被吉塔十分生气 他跳到空中 准备将悟空和地球一起毁灭 悟空也准备好了 三倍戒王拳的龟派气功 被吉塔发射加力炮 悟空用龟派气功顶住 并同时发动了四倍戒王拳 这才波飞的被吉塔 一直在旁看的亚齐罗贝 开心地跑过来 悟空叫他最好赶紧走 高空中被吉塔还没挂掉 他准备变身巨人战斗 所以特地挑满院的时候过来 可惜月亮已经不在了 被吉塔再次出现在悟空面前 悟空觉得只能用元气弹了 而被吉塔突然说 悟空消灭月亮也没用 他开始解释赛尔人变身原理 月亮反射的太阳光中 包含了俘虏磁波 满月的时候能达到1700万赫兹 赛尔人的眼睛吸收了之后 尾巴会起反应变身巨人 少数赛尔人会人造满月 说着被吉塔就自己做了一个 然后开始狂看满月 被吉塔变身成了巨人 特制的战斗服也会跟着变大 而飞到一半的悟饭 感知到父亲有危险 于是他们又飞了回去 此时被吉塔正在攻击悟空 他变身巨人还能保持理性 并且战斗力会提升十倍 悟空这才想起了之前的事情 他才明白爷爷是自己才死的 终于悟空准备使用元气弹 奈何这个技能需要前摇 因此被被吉塔打中了 悟空发动戒王拳躲过攻击 却被尾巴扫中 悟空只需要10秒的时间 因此他跳到空中使出了太阳拳 趁着被吉塔看不见的时候 开始使用元气弹 能量慢慢聚集了过来 刚刚完成的时候 被吉塔就攻了过来 一个嘴炮击中悟空 这下悟空已经没有力气了 还被被吉塔踩了一脚 接着被吉塔一直戳向悟空 突然悟空单手出波 正中被吉塔眼睛 生气的被吉塔准备捏碎悟空 克林这时正好赶到 亚齐鲁贝拦下了他们 克林说切断尾巴就可以了 他让亚齐鲁贝和悟饭去前面 克林落后准备断尾 被吉塔注意到了悟饭 克林从后面发出气圆斩 结果被吉塔跳了一下躲过 他其实早就注意到了克林 千军一发之际 亚齐鲁贝砍断了被吉他的尾巴 然后马上跑去躲了起来 被吉塔又恢复了原样 生气的被吉塔首先攻击悟饭 又踢飞了前来帮忙的克林 接着抓起悟饭丢到了悟空的旁边 悟空让悟饭代替自己战斗 被吉塔已经消耗大部分的力气了 并让悟饭要有信心 不然比克白死了 而被吉塔此时又给了悟空一脚 然后狂踹悟空 生气的悟饭终于开始战斗了 悟空叫来克林准备把元气弹交给他 虽然已经损失一半能量 却还是能够打败被吉塔 克林握住了悟空的手 元气弹开始转移 悟饭还在争取时间 克林也凝聚出了元气弹 此时借王心电感应告知克林 用心感知那股邪恶之气发动元气弹 克林此时顶着全球的希望 另一边 被吉塔王子战法开始 接连出波攻击悟饭 克林此时丢出了元气弹 被吉塔再次闪过 元气弹朝着悟饭飞去 悟空立马心电感应悟饭 把元气弹弹回去 没有邪恶之气的他一定可以 这次悟饭没有躲开 反弹的元气弹正中了被吉塔 重重的摔了下来 克林想过去给他挖个坟 可是被吉塔还没挂掉 他一击打背克林 满身是伤的朝悟空走去 使出了爆发波 不过没有人挂掉 被吉塔也已经伤痕累累 突然他发现悟饭的尾巴又长了出来 想到悟饭看到满月会变身 准备切断他的尾巴 结果被亚齐罗贝从背后砍了一刀 被吉塔受伤倒地 亚齐罗贝非常开心 可是被吉塔再次站起来 亚齐罗贝砍不到他 被吉塔一脚就将亚齐罗贝踢出去 悟空此时心电感应悟饭 让他赶紧看那个人造月亮 被吉塔预感不对 结果为时已晚 悟饭已经变身巨人 开始无差别的攻击 此时悟空再次叫住悟饭 尚存一丝一石的悟饭 转头开始攻向了被吉塔 身受重伤的被吉塔看准时机 切断了悟饭的尾巴 同时也被巨大的巨人身体砸落地面 被吉塔艰难地拿出摇控器 他的飞船飞了过来 被吉塔准备撤退 还要力气的克林拿起了亚齐罗贝的刀 准备补刀被吉塔 却被悟空叫停了 悟空希望放过被吉塔 克林非常不理解 悟空觉得现在被吉塔挂掉会非常可惜 这场比试是悟空输了 但是他内心却乐血沸腾 他希望能再有一次跟被吉塔决斗的机会 克林最后选择相信悟空会变得更强 被吉塔则撂下狠话就走了 而龟仙人和琪琪也赶到现场 琪琪抱着悟饭很伤心 猫仙人他们也赶来看悟空 布玛因为亚木查的牺牲痛苦不已 经此一战 饺子天津饭亚木查 比克天神都已经不在了 而克林之前说的复活的办法是什么呢 悟空与赛亚人大战之后 大家坐在飞机上去治疗 克林说出了复活其他人的办法 因为被吉塔说过 纳美克星上面有更棒的龙珠 所以只要去纳美克星找到龙珠 或许就有机会可以复活其他人 就在大家觉得有希望的时候 布玛说都不知道纳美克星在哪 然后悟空现场连线剑王 剑王翻开小本本查到了位置 并说纳美克星曾是非常美丽的星球 很久以前发生了天气异变 导致纳美克星人几乎灭绝 剑王用天线赶支了一下 发现还有一百个不到的纳美克星人 而且他们正在蓬勃发展 并说纳美克星人非常温和 至于短迪大魔王的产生 也许是他之前被地球人的邪恶影响所致 而此时布玛计算了去纳美克星的时间 就算用他爹开发的最棒的宇宙飞船 也需要4339年零三个月 克林提出可以用塞尔人的飞船 纳巴的飞船肯定还在 而且克林还捡到了那个飞船遥控器 大家都开心的笑了 一致决定去纳美克星 隔天在医院里 克林和乌范只要住三天就可以出院 悟空需要4个月 新的仙斗需要等一个月 难道被亚奇罗被吃光了 布玛突然跑进来让大家看电视 纳巴的飞船被学者先发现了 布玛拿出研究了一个晚上的遥控器 自信的乱按了几下 然后飞船就自爆了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突然波波出现在了窗口 他说叫一个人跟他去找宇宙飞船 他有点不大确定 所以需要找人去看 首当其冲肯定是布玛 不过布玛看波波的眼神怪怪的 接着布玛坐上了波波的飞毯 一个瞬移他们来到了地球的边缘 萨比顿高地 接着他们就看到了一个 有点类似飞船的东西 波波解释说大约100年前 天神说过 他从小就在萨比顿生活 在那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 他在萨比顿有一个房子 天神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父母 等了30年后才死心离开 在周游了世界之后 他才发现 那个房子与众不同 远远的有四只脚像一只昆虫 而且是声控的 只要说声比克就会开门 结果门就真的开了 波波和布玛进去 从内部看 这好像真是宇宙飞船 天神的父母当时 应该是先送天神来地球 然后再随后感到 不过估计出了变故 布玛开始研究怎么启动飞船 但是此处没有本子 就是没有说明书 突然他们想到应该是声控 布玛说了几句之后发现 应该是要说纳美克星语言才可以 翘了 波波刚好会 纳美克星语中 比克就是不同世界的意思 布玛说先测试下飞到木星附近 波波用纳美克星语说完口令之后 很快就到了木星 波波感动不已 因为复活了比克之后 天神也能复活 接着他们回医院告知大家 去纳美克星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布玛需要十天的时间 对飞船内部小改一下 不过波波不能离开天神殿两个月 所以他要叫布玛纳美克星语 布玛不想自己一个人去 于是就搭上了克林一起 乌饭此时也想去 齐齐想要阻止 乌饭是想要复活救了自己的比克 并且意志非常的坚定 乌饭终于长大了 大家约好十天后归先无见 布玛未穿上特制宇宙服 还把头发剪短了 克林就很随意 乌饭打扮得像万年小学生 还剪了一个新发型 然后布玛有点生气的打开了舱门 大家就这么准备出发了 布玛心情好像真的挺差的 乌饭则拿出了自己做的衣服换赏 主要是致敬比克吧 布玛也换了一身衣服出来 他生气的原因主要是 看到乌饭和克林的穿着之后 觉得自己穿宇航服 还剪头发真的很蠢 一个月的行程中 克林和乌饭会联机对战 就是在一时中交战 乌饭好像烧胜一筹 另一边贝吉塔飞了18天之后 终于来到了一个星球 其他战士看到他 在使用生命维持装置之后 立马送他到医疗室 贝吉塔很快就痊愈了 并且换上新的战斗服 他准备明天就去地球报仇 路上遇到一个叫邱怡的人 他肆意调感贝吉塔的失败 并说弗丽萨大王 对于贝吉塔自己去地球很生气 还说弗丽萨已经去 纳美克星找龙珠了 又是通过探测器知道的 并且弗丽萨许完愿 就要把纳美克星人干掉 发觉事情不妙的贝吉塔 马上赶往纳美克星 离开地球了34天之后 布玛他们终于到了纳美克星 布玛准备检查 这个星球有没有氧气 克林和乌范就下飞船了 布玛怪他们过于冒失 接着他打开龙珠雷达 很快就发现了六颗龙珠的位置 突然乌范感觉到了远处有很强的气 克林也觉察到了这些气有些邪恶 布玛说那个方向有四颗龙珠 纳美克星人很温柔应该没事 此时一个熟悉的飞船从天空划过 克林猜是贝吉塔 于是他让布玛先打电话 给归线人告知情况 然后布玛先回地球 克林和乌范留在这里收集龙珠 布玛也是求之不得 而刚刚降落的贝吉塔 准备出发去阻止弗丽萨 就在布玛打完电话的时候 又一个同样的飞船划过天空 此时在龙珠雷达显示 有四颗龙珠的位置那边 弗丽萨大王带着属下正在找龙珠 他已经找到四颗了 他的属下萨伯通过探测器发现 贝吉塔已经来到了纳美克星 丘宜也紧随其后跟来 他还发现了有两股强大的力量 虽然突然消失了 但是他还是派人去查看 而弗丽萨已经知道贝吉塔要背叛他 并让跟来的丘宜去干掉贝吉塔 丘宜当然很开心 不过贝吉塔没再怕 丘宜从探测器看出 自己的战力比贝吉塔高 其实是贝吉塔从地球人这里 学会了控制战斗力的能力 贝吉塔将战力提升到2万2的时候 丘宜和萨伯的探测器都爆了 然后多多利亚用自己的新款探测器看了一下 发现贝吉塔的战斗力有2万4 比他们两个都高 弗丽萨说不用担心 你们两个联手打贝吉塔就可以了 此时丘宜立马倒戈投降贝吉塔 突然说了一句 看弗丽萨来了 趁着贝吉塔转头的时候就是一阵猛攻 结果贝吉塔早就躲过了 随着贝吉塔一句肮脏的烟火 丘宜就这样挂掉了 知道情况的弗丽萨并不在意 他们准备去找第5颗龙珠 而贝吉塔准备先找到1颗龙珠 等到弗丽萨收集了6颗之后再去偷 毕竟他打不过弗丽萨 与此同时弗丽萨的手下来到了克林这边探查 克林和乌范屏住气慢慢蓄力 那两个人先毁掉了布马的飞船 接着就被克林和乌范一击打倒 布马则十分伤心无法回地球了 克林提议还是先躲起来吧 他们发现一个洞窟准备藏起来 突然发现有几股强大的气正朝他们过来 不过他们只是飞速经过 克林和乌范已经被吓得不轻了 布马用雷达确认龙珠在他们身上 克林说看到弗丽萨的瞬间 自己动弹不得弗丽萨异常的强大 布马发现弗丽萨他们正在前往第五颗龙珠的位置 而那边应该有纳美克星人 克林和乌范决定前去查看 地球这边归宪人告知悟空情况 亚齐鲁北带来了新的仙豆一共七颗 悟空吃下一颗后上匿马好了 穿上剑王给的新道服拿着六颗仙豆 悟空准备去找布马的爸爸 他之前拜托布马的爸爸造宇宙飞船 是用悟空小时候来的那艘改造的 接着悟空就开心的离开 亚齐鲁北觉得为啥那么开心 归宪人解释到也许是赛亚人血痛的关系吧 遇到强敌就会很兴奋 来到布马家 妈妈带着悟空去见爸爸 悟空看到了改造后的飞船 这基本是代码重构了吧 还增加了经典的人工重力装置 最多可以制造一百倍的重力 悟空主要用来修炼的 楼梯下面还有浴室厨房和卧室 不过立体音响没有装 悟空则着急赶紧出发 布马爸爸说只要六天的时间就能到 于是悟空就出发了 期间开始二十倍的重力训练 另一边克林来到了弗丽萨附近 他们看到弗丽萨正在收集龙珠 还看到了纳美克星人 弗丽萨逼纳美克星人说出龙珠在哪 并说第二刻被他们杀掉的纳美克星人说过 龙珠有七颗是由大长老制造的 现由七个长老分别保管 想要得到龙珠就要跟这七个人斗智斗勇 然后说出想要实现约望的理由 此时被吉塔通过探测器 也听得一清二楚 其实弗丽萨前面四颗龙珠都是抢的 接着萨伯就出手干掉了两个纳美克星人 悟犯看着很生气 克林让他要克制现在打不过 然后弗丽萨说出自己要龙珠就是想要长生不老 阔谷后期才是想要长高 而这个长老不肯将龙珠交出来 弗丽萨得准备用小孩威胁他 此时有三个年轻的纳美克星人回到村子 弗丽萨说他们跑来送死干嘛 多多利亚发现这三个人站立都是一千 不过克林说纳美克星人也会隐藏自己的气 此时长老明白了弗丽萨他们是通过探测器发现纳美克星人的位置 紧接着那三个纳美克星人开始战斗 多多利亚则发现他们的战斗力都提升到了三千 所以多多利亚只能自己上场 而长老让孩子们快点离开 然后迅速打破了多多利亚的探测器 还把剩下两个也打破了 这样弗丽萨他们就不知道纳美克星人的位置了 生气的多多利亚直接攻向了长老 却被弗丽萨突然叫停 并让他先干掉那三个年轻的纳美克星人 多多利亚一起打败一个 一个嘴炮打败第二个 第三个躲过了攻击之后 朝多多利亚发了一个波 结果多多利亚一点事情没有 他又打败了第三个 长老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答应叫出龙珠保住两个孩子 而弗丽萨要长老说出 剩下两颗龙珠的位置 因为探测器已经被长老破坏了 长老硬死不从 于是弗丽萨就打算把长老和孩子们都干掉 长老让孩子们先跑自己顶住 结果一个叫卡尔特的被多多利亚干掉了 乌饭已经快忍不住了 长老也不是多多利亚的对手 就在多多利亚准备队 最后一个孩子下手的时候 乌饭终于冲了出来 一脚踹飞了多多利亚 接着克林也冲出来踹了第二脚 他们带着孩子马上跑 多多利亚立马就追了上去 他在后面连续出波孩子掉了下去 不过乌饭赶紧接住继续逃跑 克林此时使出了太阳拳 趁着多多利亚被闪下他们躲了起来 因为没有探测器 多多利亚找不到人 于是他就直接一炮炸了下去 以为干掉了克林他们就回去赴命了 其实克林他们早就躲过了 然后就先回布马那边 布马此时一边洗澡一边跟他爸打电话 得知悟空要来之后很开心 而在回去的路上多多利亚突然被倒落水中 原来是贝吉塔偷袭他 所以组团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在外打野 贝吉塔还知道了弗利萨他们的探测器坏了 然后他也把自己的探测器踩坏 因为他自己学会了用气 判断对手的实力和位置 多多利亚则认为 贝吉塔是跟地球人一伙的 他让贝吉塔不想挂掉就赶快消失 但是自己却抖个不停 其实是因为他之前看过贝吉塔的战斗力在害怕 贝吉塔揭穿他之后 多多利亚出波壮胆 贝吉塔很快就控制住了多多利亚 然后他说出了赛亚人的设定 就是欲强则强 冰死复活后更强 多多利亚眼看打不过 就用一个秘密交换 因为是关于贝吉塔星的 所以贝吉塔就准备听一下 多多利亚说贝吉塔星 不是弗丽萨说的被陨石撞霉的 弗丽萨忌惮赛亚人团结起来 而且战斗力强的赛亚人越来越多 于是弗丽萨亲自干掉了贝吉塔星 以及上面的赛亚人 但是因为欣赏王子贝吉塔的能力 所以挑贝吉塔不在星球的时候动手 贝吉塔说他不在意星球同伴和父母 只是觉得自己从小被利用就很火大 生气了他力量开始聚集 一击就消灭了逃走的多多利亚 然后他就准备去调查 远处两股强大的气 怀疑他们是地球人 此时克林他们有所察觉赶紧躲了起来 并隐藏了自己的气 贝吉塔赶到之后没有发现他们 克林他们则是看到了贝吉塔 由于纳美克星的小孩不会隐藏自己的气 所以贝吉塔朝他们这边过来了 就在克林和乌范准备挺身一战时 一条大鱼从水里跳了出来 贝吉塔这才放弃而追查 并准备开始找剩下两颗龙珠 然后克林他们就回布玛那了 布玛告诉大家悟空六天后到 克林终于看到了希望 而贝吉塔则很快通过气的感知 找到了一个纳美克星人的村子 他一来就找长老要龙珠 长老感受到了贝吉塔的邪恶之气 并且拒绝叫出龙珠 贝吉塔准备先干掉长老 另一个纳美克星人舍身挡住了 而此时在布玛这儿 那个纳美克星人小孩开始解释 他叫做丹迪也可以叫天天 纳美克星人只要喝水就可以活 因为气候变异导致了星球环境恶劣 于是大家开始重压激素 想要恢复原本的星球 突然克林和乌范感知了远处的气 他们觉察到了 贝吉塔正在干掉纳美克星人 而事实正是如此 贝吉塔干掉了这个村子的人之后 直接带走了龙珠 克林他们也跟丹迪解释了 地球龙珠的来龙去脉 丹迪听了之后决定 带他们去见大长老 大长老是现存纳美克星人的爹 气候变异的时候只有大长老存活 所以开始生蛋繁衍 丹迪是大长老的第108个孩子 而最后一个龙珠就在大长老那 于是克林和丹迪去找大长老 误犯跟布玛留守 而贝吉塔把刚拿到的龙珠 丢到水里残饿起来 然后就去找下一颗了 此时弗丽萨没有等到多多利养 他让两个手下去找剩下的两颗龙珠 自己带着龙珠先回飞船去了 那么到底谁会先找到龙珠呢 在飞往纳美克星的飞船中 悟空已经适应了20倍的重力 界王此时场外连线 他告诉悟空界王先来了四位客人 他们通过舌道的时间比悟空还短 他们就是养木茶 天津饭 比克和饺子 他们在印尖遇到了挂掉的天神 天神让他们来界王这边修炼 悟空则说出了纳美克星的情况 这个情况就是我上集讲的那样 然后界王调查了一下发现 弗丽萨在纳美克星上 界王让悟空不要接近弗丽萨 带着人赶紧回地球 悟空想挑战一下 界王说想你个鬼 此时比克连线悟空 让悟空一定收集龙珠复活他们 他会在这边修炼等复活 然后一起去干掉弗丽萨 界王说要是为了打弗丽萨就不锻炼他们 比克假装答应不打 第一个考验还是讲个冷笑话 悟空这边则直接尝试50倍重力 克林和丹迪在去找大长老的路上 途中突然感知贝吉塔过来 克林马上藏了起来 贝吉塔则突然改变了方向 因为他发现萨伯落单了 他准备来干掉萨伯 贝吉塔说他早就看弗丽萨不顺眼 自己也是凭实力不行做他手下 现在有龙珠可以许愿永恒的生命 就可以一直战斗变强打败弗丽萨 接着贝吉塔就和萨伯打了起来 萨伯单手出波攻击 贝吉塔直接拍走 萨伯一直打不到贝吉塔 反被一脚踢了出去 萨伯只要拿出真正的实力 但是因为这样要变身 而变身之后会变得非常丑 所以他平时不喜欢拿出实力 现在是没有办法只要变身 说了这么多 变身完后确实丑 不过实力变强很多 头也变得特别硬 几个回合下来 贝吉塔也只有闪躲的份 然后萨伯勒住了贝吉塔的脖子 贝吉塔连续走机挣脱开来 但是被萨伯抱住 并重重地砸向地面 旁边的水流过来淹了这个坑 萨伯以为干掉贝吉塔就回去了 结果贝吉塔从水里爬了出来 但是已经身受重伤 这个期间克林带着丹迪赶紧跑 丹迪还说那美克星 三个太阳三班倒 所以没有晚上 终于克林和丹迪来到了大长老家 出来一个很像比克的人 他叫内鲁是大长老的护卫 大长老已经了解了情况了 但是年事已高 自知不久于人事 所以只能待在这边了 接着他们在二楼见到了大长老 大长老首先对克林表示感谢 惋惜那些挂掉的那美克星人之余 也感叹象征那美克星人 智慧与力量的龙珠 竟然会遭来如此的祸事 克林也直接说出了自己也想 用龙珠复活小伙伴们 丹迪也帮忙说情 大长老好奇为什么克林会知道龙珠 克林解释了一下前因后果 大长老说天神是卡达茨的后代 他是龙族中能制作龙珠的天才 注意这里指的是没有分体之前的天神 克林说天神最后因为赛亚人的关系挂了 大长老提了一句难道是超级赛亚人 接着他摸了一下克林的光头 直接读取了里面的记忆 并说因为天神分离出了比克 所以与生俱来的天才之力也被平分 如果能够合体可能就不会挂 然后大长老就不想解释这个伏笔了 他将龙珠交给克林 并说自己真的时日无多 所以龙珠不久之后也会消失 然后咳嗽了几下 接着他又把手放到克林的头上 直接引发出克林身上未开发的潜力 克林感觉利如犬涌涅槃重生 并在确认了引发潜力 不会对大长老有副作用之后 克林就带着龙珠准备找乌饭过来 让大长老也引发乌饭的潜力 这下是真的嫖 另一边弗丽萨手下发现了 贝吉塔刚破坏的村子 还有一个纳美克星人活着 在这个纳美克星人要告诉他 龙珠藏在水里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纳美克星人干掉了 萨伯此时回来赴命 他告诉弗丽萨自己打败了贝吉塔 但是弗丽萨怪他没有确认 万一贝吉塔潜水跑了怎么办 或者贝吉塔把龙珠藏起来怎么办 此时那个手下进来 告诉弗丽萨自己干的蠢事 然后就被弗丽萨解决了 弗丽萨让人通知金友特战队过来 并带上新型战斗力探测器 因为他预感要与赛尔人战斗 主要还是怕他们变成超级赛尔人 接着萨伯回来找到了贝吉塔 并带他回去治疗文化 此时不满用龙珠雷达发现 克林应该朝他们这边飞来 然后又发现了不远处有一颗龙珠 就是刚刚贝吉塔袭击的村子 乌饭感知到贝吉塔不在了 他就带上龙珠雷达去找 另一边贝吉塔很快从治疗中苏醒 并且干掉了一个手下 萨伯和弗丽萨赶来查看 发现治疗室破了一个洞 于是萨伯就去外面找 贝吉塔趁机来到了弗丽萨的房间 好一招声东击西 接着贝吉塔大吼一声我在这里 并出波攻击飞船动力装置 然后迅速打破了房间的玻璃 趁着弗丽萨和萨伯来房间之前 他将五颗龙珠全部丢了出去 然后自己潜水跑掉了 好一个吊虎离山 弗丽萨此刻非常的生气 此时来找龙珠的乌范 看到纳美克星的村子非常伤心 并且在水里找到了那颗龙珠 而贝吉塔也找到了 自己丢到远处的五颗龙珠 并且发现了克林带着一颗龙珠飞过 于是就追了上去 然后他们又被萨伯发现了 所以萨伯也跟了上去 是不是很混乱 接着克林先到布马这 不过乌范去找另外一颗龙珠所以不在 然后贝吉塔跟着过来了 第三个来的是萨伯 布马觉得萨伯好帅 然后萨伯跟贝吉塔首先开打 萨伯很快就变身了 布马立马就不爱了 此时贝吉塔故意示弱 然后从地里抓了一把土飞了上去 接着撒向了跟上来的萨伯 并从身后一拳打破战斗服 还将萨伯打落水中 克林想带着布马趁机逃跑 贝吉塔直接封住而去路 物犯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贝吉塔因冰死复活所谓战斗力提升 这是塞尔人的特性 萨伯被一拳打穿了肚肚 然后提出跟贝吉塔联手打败弗利萨 上一个这么说的已经挂了 所以萨伯也挂了 接下来就剩下克林了 克林说可以交出龙珠 但是不能伤害他们 贝吉塔遵守约定拿了龙珠就走 克林这样做一方面是保命 另一方面是物犯去找的那颗龙珠 一定是贝吉塔藏起来的那颗 所以贝吉塔拿走这颗也没有用 然后途中物犯感知到了贝吉塔 于是赶紧藏了起来 但是贝吉塔已经感知到有人 并且再不出来就直接炸烂这里 于是物犯就把龙珠放在石头后面 自己站出来面对贝吉塔 贝吉塔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所有龙珠 还询问物犯手上拿的龙珠雷达是啥 物犯说是始终骗了过去 贝吉塔对着物犯说 赛亚人只剩下三个了 接着给了物犯一脚 让他回地球告诉悟空自己回去报仇 其实贝吉塔再高一点就能看到龙珠 然后贝吉塔就飞走了 物犯保住了龙珠 然后他回到了克林这边 他们赶紧换地方 接着贝吉塔发现自己藏的龙珠不见了 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契机败坏的他立马去找物犯 不过人早就不在了 克林则准备带物犯去见大长老 让布马自己看守龙珠 弗丽萨还在等待金友特战队的到来 此时飞船中悟空用龟派气空攻击自己 然后再通过吃鲜豆恢复自己 之所以这样训练 漫画里有说因为悟空应该感知到了 赛亚人宾死复活后实力会增强的缘故 所以才进行这样的训练 然后悟空终于适应了100倍的重力 他将重力调回正常之后 真的是一身轻松 这时能承受十倍界王拳了 接着他洗澡和饮料睡觉 此时乌饭和克林因为要隐藏自己的气 所以飞了四天还没到达目的地 然后克林提议全速前进 这么远贝吉塔应该感知不到 结果贝吉塔还是发现了 他带上一颗龙珠前去追击 这样即使被发现剩下的龙珠也没有什么用了 就在克林他们快到的时候 贝吉塔追了上来 克林让乌饭快去找大长老 自己留下挡住贝吉塔 可是贝吉塔却发现了大长老的位置 此时大长老正在激发悟饭的潜力 贝吉塔感知以为悟空来了 结果出来的却是悟饭 双方正在对峙 然后大长老感受到了一股 来力不赢的力量正在接近纳美克星 让丹迪赶紧去告知大家 结果贝吉塔发现是金有特战队 他抓住悟饭说快叫出龙珠 他保证绝不伤害悟饭他们 贝吉塔似乎很紧张 他解释金有特战队的实力 比他更胜一筹 而且他们还要五个人 内鲁也感受到了五个邪恶的力量 克林提议让悟饭变成不死之身 贝吉塔说悟饭缺乏战斗经验 克林觉得这样复活伙伴的愿望就不能实现 内鲁则说纳美克星的神龙可以许三个愿望 克林这才答应了贝吉塔 大长老让内鲁也过去一起帮忙 而克林找到了布马拉的龙珠之后 与贝吉塔一起去拿剩下五颗 此时吉纽特战队已经到达纳美克星 他们分别是凤梨头利库姆 蓝色风暴巴特 红色岩浆吉斯 针丝眼孤耳朵 以及队长吉纽 他们还要团队造型 弗丽萨都很尴尬 他让吉纽特战队赶紧去 打贝吉塔问出龙珠下落 吉纽他们再次排好队形准备出发 弗丽萨尴尬而不失礼貌 悟空还要20分钟到场 就在贝吉塔要吸气龙珠的时候 吉纽特战队赶来挡在了前面 吉纽一看刚好凑齐七颗龙珠 由于吉纽的探测器 没有办法探测龙珠的位置 所以贝吉塔想将龙珠扔到远处 结果这个瞬间 巴特飞去将龙珠拿住 没等贝吉塔回头的时候已经回来了 他的特点就是速度快 此时贝吉塔让克林回到龙珠 而一瞬间龙珠到了古尔多的手上 古尔多的超能力是让时间短暂停止 接着吉纽说会好好疼爱贝吉塔他们 吉斯补充这个疼爱 不是摸摸头或者举高高 拿到吉纽准备对付贝吉塔 剩下的让其他人猜拳决定 但是其他队员不要 所以吉纽先带着龙珠回去找弗丽萨 这边留给剩下的队员 猜拳之后古尔多对战克林和乌范 贝吉塔还告诉他们 要小心古尔多的超能力 他还问说悟空怎么还没来 克林说应该快了 接着战斗开始 克林和乌范一下子放出了全部的气 两人合击出波 此时古尔多暂停时间 但是他发现克林和乌范已经瞬间跑远了 不过由于憋不住气 所以时间又继续走了 乌范和克林展开了高速移动 看不清了古尔多再次憋气停止时间 一睁眼就发现了对手近在眼前 就在他准备攻击的时候 地板塌陷了 克林和乌范趁机出波打古尔多 情急之下古尔多使出了筋覆数 克林和乌范动弹不得 古尔多先是空置碎石攻击他们 然后做了一根木质尖锐物体 准备刺穿克林的身体 此时贝吉塔突然一击偷袭了古尔多 果然实战经验还是贝吉塔强 而剩下三个队员 只关心少一个人对情不好看 于是他们继续猜拳决定 接下来是利库姆对阵贝吉塔 利库姆又出场动作 贝吉塔则一开始就猛足全力 战斗力轻松超过三万 他对利库姆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把利库姆扔出去之后还持续出波 结果利库姆骚气的说没事 接下来利库姆一个非TTV贝吉塔 贝吉塔回身就是一阵猛攻 但是都被利库姆接饿下来 吃了一个大手机之后 躲过一次攻击 不过还是被追上来的利库姆打落水中 但是贝吉塔从水里迅速冲出来攻击利库姆 却反被利库姆抓住身体 从空中直接插入地面 利库姆将贝吉塔拔了出来 贝吉塔趁机出波攻击他 但是自己已经身受重伤 可是利库姆还是没有事情 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 克林则跟乌范说现在只能突击了 就在利库姆发射喷射弹的时候 克林踢中了他的头 乌范趁机就下了贝吉塔 贝吉塔不领情说还不如直接攻击利库姆 利库姆这下有点生气了 他准备将面前的三个人都干掉 一脚下去克林就已经重伤倒地 接着乌范出锅被利库姆吹回去 闪开的乌范又被打落在地 此时吉塔已经将七颗龙珠带给弗利萨 还打算跳舞庆祝一下 两个人看上去是很开心 结果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弗利萨才想起来抢第二颗龙珠时 纳美克星人说过 弗利萨不可能实现冤枉的 因此他猜测需要暗号 或特殊形式采用许愿 然后他们发现了大长老的位置 弗利萨决定自己去问个清楚 激扭则留守保护龙珠 预感到此事的内鲁 则及时飞回大长老那边 回到乌范这边 利库姆正在对他发动猛烈的攻击 倒下去之后又爬了起来 这次他是真的懂得承担了 乌范含内功向了利库姆 结果被利库姆一脚踢中脖子 已经快不行了 就在此时悟空终于到了 全书激动不已 悟空到了纳美克星之后 很快就感知到了乌范快不行了 他迅速赶往现场 为了奄奄一息的乌范吃了颗仙豆 然后又给了克林一颗 克林觉得悟空来了也打不过 悟空啪的一声直接摸了克林的头 仅凭这样就知道了 全书上两集所讲的内容 还点赞关注和转发 至于什么时候学会的 估计是实力增强之后不知不觉会的 悟空把最后一颗仙豆给贝吉塔 他只是想回地球的时候 再跟贝吉塔打一次 然后悟空准备一个人收拾坏蛋 通过一百倍重力训练 悟空现在很自信 巴特看完悟空的战力只有5000 接着悟空则说利库姆打不赢自己 不用动手就知道了 贝吉塔觉得难道悟空成为了超级赛尔人 他解释听说超级赛尔人 1000年才出现一个 是可以突破任何天才战士都无法超越的瓶颈 不过根据后期设定 贝吉塔这时应该还不清楚 超级赛尔人和传说中的超级赛尔人是两个概念 接着利库姆发动攻击 悟空直接闪到巴特这边 只有贝吉塔的眼睛跟上了 悟空让吉斯他们早点撤队 接下来利库姆摆好姿势准备出招 悟空实在忍不住一个走击 直接打败了利库姆 吉斯和巴特却并不担心 他们准备一起攻击悟空 话讲一半吉斯就被揍了一拳 然后悟空凭借着气 直接震飞了吉斯和巴特 克林这才发现悟空真的变强了 吉斯还是不明白 5000战力怎么这么强 贝吉塔解释悟空只有出招瞬间才会提升战力 接着吉斯和巴特使出了合体连招红蓝光球 悟空大哄一声之后毫发无伤 然后吉斯用爆炸弹攻击悟空 巴特准备等悟空闪躲的时候从背后攻击 悟空直接将这招打背出去 然后瞬间就来到了巴特的身后 巴特感觉在速度上受到了羞辱 他飞速攻向悟空 吉斯也加入一起攻击 结果悟空闪开他们自己打自己 接下来不要眨眼睛 悟空踢飞了巴特 然后追上去给了巴特一拳 再马上飞到地上接住巴特 电光火石一气呵成 之后悟空让吉斯带着两个伤员离开 贝吉塔强烈反对 在吉斯回去搬救兵的时候 贝吉塔补刀抢人头 看到悟空心存善念 他说悟空还没有变成超级赛亚人 并说弗丽萨比悟空想的恐怖的多 还说弗丽萨估计已经得到永生了 克林告诉贝吉塔应该还没有 因为神龙出现天空应该会变黑 悟空也觉得有道理 只有贝吉塔一个人不明所以 另一边吉斯告知金牛情况 金牛觉得太丢脸了 趁弗丽萨不在还是自己解决 然后让人把龙珠买起来 自己就去找悟空了 贝吉塔则感知弗丽萨也不在飞船 悟空感知到了弗丽萨去找大长老 问题是弗丽萨不知道 干掉大长老的话 龙珠会跟着一起消失 就在此时金牛赶到现场 金牛说悟空应该能在瞬间提升战力 预估战斗力为6万 悟空让悟饭他们去拿雷打找龙珠 并让贝吉塔对付吉斯 他知道塞尔人宾死复活会变得更强 结果贝吉塔突然跑路了 他觉得悟空和金牛能打个两败俱伤 自己再从悟范纳问出龙珠怎么许愿 就能长生不老打败弗丽萨 悟空还是单纯 金牛趁机攻击悟空 悟空立马就回击 然后金牛飞到树边闹了一圈 踢飞追来的悟空 接着又把悟空踢向水里 悟空急停于水面并再次攻向金牛 两个人过了几招之后 悟空中了一拳 在两个人又一阵激烈猛攻之后 金牛摆出超级战斗姿态 悟空也跟着学了一下 我们就当做缓和气氛 插拨一下布马这边的情况 他从雷达看到龙珠已经集齐 所以准备坐上摩托去找龙珠 回到这边 金牛说自己也能自由控制战力 然后一波攻向了悟空 悟空及时闪开身后炸出一个大坑 接着又和金牛开打 这次轮到悟空将他踢到水中 金牛则跳出来飞向空中 但是悟空比他飞得更快 此时吉斯一个波浪悟空分心 金牛趁机抓住悟空 就在悟空准备用戒王拳时 金牛放开了悟空警告吉斯不要插手 并说悟空不要再保存实力了 他说悟空的最高战力应该是8万5 悟空则使出了戒王拳 战斗力一路飙到了18万 悟空说自己瞬间爆发力比这个还高 金牛也开始认为悟空是超级赛亚人 金牛开始懊悔 不过就在悟空说让金牛他们赶紧走 悟空觉得金牛人不错不想干掉他时 金牛发现悟空并不是超级赛亚人 因为真的超级赛亚人十分好斗 这时金牛放松很多 另一边内鲁已经回到大掌奥这 克林和乌范没找到不满于是去追 弗丽萨这个时候也来到了大掌奥这 大掌奥引发出了丹迪的潜能 让丹迪去帮助地球人 他还与弗丽萨擦身而过 接着内鲁警告弗丽萨 大掌奥要是挂龙珠也没了 弗丽萨确认过后准备先干掉内鲁 大掌奥说内鲁是这里最强的战斗型纳美克星人 大掌奥主要想让内鲁拖时间 接着内鲁也在这边打回波及大掌奥为由 他带着弗丽萨飞到其他地方开打 内鲁释放能力之后 战斗力达到了4万2 弗丽萨则说出了自己的战斗力是53万 果然内鲁打在弗丽萨身上 是一点也不疼 弗丽萨扯断了内鲁的手臂后又给了一击 内鲁则再生出了自己的手臂 也因此战斗力下降 另一边克林终于找到了布马 他拿了龙珠雷达赶紧走 布马则在想自己当初是不是选错人了 而悟空这边金鲁突然重伤了自己 然后聚集能力使出了一招交换身体 和悟空来了一个法式飞吻之后 金鲁和悟空交换了身体 你这就是残人家的身子 接着金鲁和吉斯回飞船了 金鲁很忠于这个18万战力的身体 就是觉得长得不好看 悟空也慢慢跟了上去 不过因为不会控制身体 所以掉了下去 然后一只伏笔虫画面跳过 此时贝吉塔已经来到了弗丽萨的飞船 他先解决掉了杂鱼 然后洗了把脸 换上旧款的战斗服之后 藏起来等克林他们 接着克林他们到了 并挖出埋在土里的龙珠 贝吉塔等着他们召唤出神龙 然后克林喊了口号 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此时他们感知到了坏人过来 于是马上躲起来隐藏自己的气 结果克林误把金鲁当作悟空 还说出了龙珠雷达和神龙召唤不出来的事情 不过他感觉悟空怪怪的 突然悟犯提醒他那不是悟空 结果克林就被金鲁打飞 金鲁则解释他跟悟空互换身体 还在悟犯面前摆了一下新的战队pose 然后金鲁就攻向了克林 此时悟空也赶来了 他告诉悟犯他们交换身体的真相 悟犯实在无法接受这个颜值 悟空让他们打败金鲁 因为金鲁并不会使用悟空的身体 所以不会有18万的战斗力 接着金鲁开始蓄力 吉斯看了一下发现 才2万3的战斗力 接着克林踢飞了金鲁 但是悟犯不敢打 主要还是觉得太像悟空了 接着他们两个连续进攻金� 合力踢飞了金鲁之后 金鲁让吉斯帮忙 结果吉斯让贝吉塔缠住 金鲁对着悟犯出锅 但是悟犯直接扛住了 克林劝金鲁还是赶紧投降 另一边贝吉塔和吉斯打得不可开交 贝吉塔自信的让吉斯看下自己的战斗力 吉斯觉得不大可能并捏爆了探测器 贝吉塔说自己已经越来越强 之后可能就成为超级赛尔人了 吉斯害怕的疯狂出锅 贝吉塔从波中帅气冲了出来 并给了吉斯一拳 然后一掌打碎了吉斯的战斗符 之后就干掉了吉斯 悟空觉得没必要 贝吉塔说悟空太幼稚 这样无法成为超级赛尔人 接着他冲向金鲁 直接将金鲁打倒在地 并准备干掉金鲁 而此时金鲁又准备交换身体了 悟空抓紧机会截胡 终于又换回了正常的身体 贝吉塔有点不明 所以乌犯得发现悟空又回来了 接着贝吉塔攻向金鲁 但是他并不知道金鲁的交换攻击 贝吉塔对金鲁就是一阵猛攻 不过这是金鲁故意的 就在金鲁做好准备 要跟贝吉塔交换身体的时候 悟空捡起一只青蛙扔了过去 结果金鲁就跟青蛙互换了身体 然后悟空跟贝吉塔解释了情况 贝吉塔准备裁扁青蛙 悟空说还是放过他吧 这一放就放到了龙珠超 因为悟空他们对贝吉塔还要用 所以贝吉塔就带悟空前去治疗 用的是液体治疗仪 泡在里面可以很快恢复体力 其实就是泉水的意思吧 不过这个仪器是旧款的 新款让贝吉塔炸掉了 然后贝吉塔让克林他们换上战斗服 这个战斗服的弹性非常的好 还能承受很强的冲击 而且很轻 悟空大概需要45分钟的时间 克林想先去一下大长老那 此时内鲁已经不行了 即使趁机给弗利萨一击 也无法伤他分毫 弗利萨给了他一个警告 内鲁笑说丹迪应该已经找到地球人了 弗利萨这才明白自己被拖时间了 而大长老已经快撑不住了 此时贝吉塔让物贩看龙珠 自己准备睡一觉休息 弗利萨则火速赶回去 而克林遇到了丹迪 并将丹迪带回去 图中有说明那美克星的神龙 要用那美克星咒语召唤 动画里说大长老以为 克林他们没有办法集齐龙珠 所以没有说咒语 漫画里多解释一个原因 是怕克林他们被弗利萨抓住 逼问出咒语 大长老不是故意不说的 接着克林他们来到物贩这 趁着贝吉塔在睡觉 克林他们赶紧去召唤神龙 弗利萨此时就快到了 丹迪说出咒语之后 那美克星的神龙波仁加就出现了 波仁加就是梦之神的意思 戒王星上面也在同步直播 丹迪让克林赶紧说出愿望 克林说第一个是让所有 被塞尔人干掉的地球人复活 但是波仁加一次只能复活 一个人所以不行 戒王将这个消息告诉比克他们 比克通过戒王和物贩连线 他让物贩先复活自己 因为比克复活天神就会复活 接着地球就又有神龙了 就能许愿让大家复活 第二个愿望就是将比克送到那美克星 他要跟破坏家乡的弗利萨一战高下 第三个愿望就随误犯了 戒王听了就很来气 说话不动手的 此时贝吉塔感知到了弗利萨 悟空还没有恢复 然后贝吉塔发现天空变黑了 他看到神龙之后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立马赶了过去 而弗利萨还差一点就到了 终于比克复活了 天神殿中天神也复活了 然后丹迪马上说出第二个愿望 不过出了点问题 因为没说让比克出现在这里 所以比克只是到了那美克星 不过比克通过气的感知 已经快速朝这里飞来 此时贝吉塔生气的感到了 悟犯说不要生气 还有一个愿望 接着贝吉塔抓起丹迪说 许愿让他有不死之身 克林说看来只能这样了 就在丹迪说第三个愿望时 那美克星神殿突然消失了 龙珠变成了石头球 因为大长老已经挂了 贝吉塔没能许愿成功 结果弗利萨已经来到了他们身后 弗利萨非常的生气 自信的贝吉塔竟然要跟他正面硬刚 而比克在赶来的路上看到了内鲁 比克要去救人准备不管 内鲁说比克因为与天神分体 所以实力还是不行 内鲁提议让比克与自己合体 比克说不想连内鲁的人格一起同化 内鲁说他只是作为一个提升的契机 接着比克就和内鲁合体同化 此时比克内心充满着自信 嗯 这是好事情 回到弗利萨这边 他聚集了强大的能量之后 原地不动的一直出波攻击 克林和乌范准备联手进攻 就在快被弗利萨打中的时候 贝吉塔出现打飞的那个波 贝吉塔自信三人联手能打赢弗利萨 一个是因为误犯潜力巨大 另一个是觉得自己快成为超级赛亚人的 弗利萨觉得扯淡的一拳攻向贝吉塔 双方僵持之中 贝吉塔战力迅速提升 弗利萨的战斗力探测器爆了 大家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 贝吉塔让弗利萨变身 他从萨伯纳知道平常的形态 就是为了减少能量消耗 弗利萨则说自己不一样 他是因为力量太大自己控制不了 弗利萨还说自己在打贝吉塔星石都没有变身 贝吉塔的爸爸实力很一般 贝吉塔在隐忍着 接着弗利萨开始变身 首先是脱掉了外套 然后整个身体都变得巨大了 觉察到不对的比克 喊了一声误犯就加速前进 贝吉塔他们都惊呆了 弗利萨提醒他们要当心 自己现在的战力是100万以上 接着弗利萨稍微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一瞬间强风大作碎石入狱 接着弗利萨思考先干掉谁 然后他直接冲向了克林 克林赶紧把丹迪甩开 但是自己被弗利萨刺穿了 贝吉塔说他分心照顾丹迪才会这样 弗利萨马上攻了过去被弗利萨扫开 接着弗利萨将克林甩到水里 他还挡住了要去救援的弗犯 这下可如何是好 看到克林的情况 弗犯终于开始发怒了 他快速一脚踢中弗利萨 然后迅速朝他腹部出拳 一拳打中弗利萨下巴后 又是连续脚踢踹落弗利萨 紧接着单手一拨 弗利萨双手挡住之后发现 悟犯已经斜拨冲来 弗利萨重重倒地 悟犯继续散播攻击 贝吉塔已经看呆了 悟犯此时双手凝聚出惊人的力量 朝着弗利萨甩了过去 顿时黄色的气波变成了新红色 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结束之后被吉塔感叹 情绪波动能引发悟犯这么大的力量 悟犯恢复情绪看着水面开始伤心 此时丹迪从水里甩 并把克林也带了上来 原来克林还有一口气在 贝吉塔赶紧提醒弗利萨快醒了 果然弗利萨站了起来 还说刚刚有那么一丢丢疼 这下弗利萨开始生气了 他的力量又提升了 而悟空水疗还没结束 贝吉塔竟然提醒悟犯快点跑 下一秒弗利萨就将悟犯踢了下去 一转头贝吉塔就是一波 然后跟上又是一炮 结果弗利萨告诉他别着急 他来到了悟犯的面前 悟犯连续攻击不中 还被弗利萨抓掉了几根头发 悟犯跟不上弗利萨的动作 被一脚踩在地上 比克还在加速冲刺 贝吉塔束手无策 就在悟空准备提前冲出去时 一具气园斩 弗利萨的尾巴被切断了 出招的正是克林 弗利萨一脸懵逼 接着克林连续气园斩都被躲过 悟空也感觉到克林恢复体力了 克林又使出了一招气园裂斩 弗利萨也是急忙闪躲 克林还吐舌头挑衅拍屁股拉仇恨 他的目的是拖时间 躲到了一处岩石夹缝中 可惜不管跑到哪里 弗利萨都能堵住 然后弗利萨一击直接炸出了克林 无奈之下克林躲进水中 可惜憋气不久加上弗利萨的攻击 只能跳出水面 但是克林随即使出了太阳拳 然后继续逃跑 此时丹迪将悟犯治好 贝吉塔这才明白了真相 并跟克林说为啥不早点说 克林说自己也是才知道的 恢复后的悟犯战力再次提升 三个人连续攻击追来的弗利萨 可惜依然没有效果 就在悟犯准备拼命的时候 一道纳美克星人影挡在了面前 合体后的比克闪亮登场 比克自信的要一个人对付弗利萨 并且让丹迪找地方躲起来 你这还不是被内鲁童话的性格 接着比克快速攻击被弗利萨闪过 比克立马追了上去 双方过招震生四起 比克似乎更胜一筹 不过弗利萨很快就回击压制 并且连续出波连身后三十一起击碎 不过比克已经瞬间躲过 接着对攻继续 双方互不相让 弗利萨用尾巴击洛比克 比克变长了手臂将弗利萨拉入水中 之后弗利萨率先浮出水面 就在比克也冲出水面的一瞬间 弗利萨甩手就是一波 在弗利萨以为结束的时候 比克又升到了空中 周身可见魔能环绕 弗利萨冲过去抓住比克的衣领 此刻的他非常的愤怒 而比克反而自信一笑 再次提高了自己的气并震开了弗利萨 魔能环绕的比克中拳打飞了弗利萨 追上去又是连续攻击 生气的弗利萨单手凝聚惩治冲击波 然后变大 再变大 并直接丢向了比克 只见比克做好回击的准备 将这招直接打飞出去 顺便还送了弗利萨一个气攻波 弗利萨双手抱时扛过了这一击 然后他降落到了地面 认真地瞅了比克一眼 比克也是一脸丑你咋地的瞅回去 结果被弗利萨打个措手不及 速度比不上他被打落在地 弗利萨稍微有点小得意 可是比克却脱下了沉重的披风和帽子 所以刚才都是负重战斗 二话不说比克认真发挥权力 这次轮到弗利萨处于被动了 比克在给弗利萨一个倒栽充之后 又是连续出波 这招在龙珠里面是打死过谁 果然弗利萨早已浮在空中 弗利萨解释自己每次变身 都会力量大增且他还能再变身两次 接着弗利萨就开始变身 首先是背后长出了尖角 肩膀变得有弹性了 后脑勺也变长了很多 这个形态的弗利萨轻松追上了比克的速度 比克无法攻击到他 弗利萨压倒性的优势 他使出了疯狂的死亡光束 这招的伤害虽然不高 但是速度极快 比克完全没有办法躲过 愤怒的乌范赶紧冲过去帮忙 克林也要去 却让贝吉塔抓住 贝吉塔让克林赶紧打伤自己 他想让单敌制摇重伤的自己提升战斗力 简单的说就是利用系统bug刷战力 另一边弗利萨发现 乌范攻过来并闪开了 接着乌范使出了爆裂魔闪光 弗利萨自信的要应接这一招 乌范则再次加大能量 弗利萨被慢慢推向地面 可惜最终还是将这招反弹给乌范 此时比克急忙出招将这波弹开 此波这才分散炸裂威力果然巨大 不过比克似乎快不行了 弗利萨觉得很奇怪 乌范怎么会变强 然后他想起来乌范是赛尔人 贝吉他此时跟克林说 冰死复活变强是赛尔人的种族天赋 还说自己打自己是没用 那悟空在飞船怎么变强的 不管了反正在作者没吃掉这个设定前赶紧刷 而弗利萨觉得要赶紧干掉赛尔人 还说自己不相信有超级赛尔人 那你流汗干嘛 接着他准备再次变身提升战力 谁让这个形态太难化了 此时克林终于动手重伤贝吉他 乌范带着重伤的比克去躲避 然而丹迪竟然不愿意治疗贝吉他 因为贝吉他干掉太多纳美科星人 真的是百因必有果 说着丹迪飞去救比克了 克林此时跟乌范解释 重伤贝吉他的原因 丹迪在救治比克的时候 被还在变身中的弗利萨看到了 比克觉得不可思议 并询问自己是否也有这个能力 丹迪说他是战斗型纳美科星人 所以没有 比克也劝说丹迪去治疗贝吉他 而在此时弗利萨已经变身完成 丹迪赶紧冲去救贝吉他 恢复后的贝吉他给了丹迪一脚泄愤 而弗利萨终于变成了 我们熟悉而且特别好画 上色都省颜料的形象 克林觉得怎么变得这么小只 比克说还是之前的更可爱 现在这个基本打不过了 此时弗利萨一招直接瞄准丹迪 这下真的没有治疗了 弗利萨瞬间出现在他们身后 生气的乌范首先攻击被闪过 克林跟着一脚被闪过 比克接着一掌又被闪过 他们完全打不到弗利萨 贝吉他在空中观战 接着比克出波弗利萨闪过 克林和乌范也同时出招 却不见了影 贝吉他慌忙说在后面 弗利萨瞬间对着乌范 使出双重死亡光束 贝吉他立马打飞了乌范 这才躲过这致命的一击 乌范准备道谢 贝吉他自信的说想多一个人看他赢 他还让其他人别插手 贝吉他说自己已经是超级赛亚人 弗利萨当作是玩笑话 接着贝吉他开始凝聚自身的力量 虽然力量提升了不少 但是头发颜色没有变 贝吉他异常的自信 弗利萨只好说那就展示一下实力吧 接着贝吉他从土里 挖了一块石头攻向弗利萨 弗利萨打碎石头之后眼睛进了沙子 贝吉他趁机攻击 弗利萨立马闪开 贝吉他说了一声 我看到你了 就接连发动攻击 可惜基本没有碰到弗利萨 还被弗利萨调侃了一番 贝吉他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 气氛的他对弗利萨出波 弗利萨轻松躲过之后 贝吉他继续出波追击 而弗利萨闪躲之后 还出现在了比克的面前 比克赶紧带队逃跑 贝吉他则使出了无尽扩散 却依然打不中弗利萨 弗利萨还出现在了贝吉他面前 用尾巴秒视他 此时贝吉他飞向空中 发出了可以毁灭星球的一招 然而被弗利萨单脚踢了回去 此波爆炸于宇宙中 也击溃了王子贝吉他的自信 王子第一次为绝望和恐惧流下了眼泪 弗利萨直接攻了过去 而贝吉他此时已经丧失了斗志 被踢落到水中 弗利萨将水直接移开 他抓起了贝吉他的头发 还捡起了他身上的螃蟹吃下 慢慢地蹂躏贝吉他 并将贝吉他打落在比克他们面前 然后用尾巴吊起贝吉他 一直打他 就在此刻悟空终于治疗完毕 我是全书 调过半 放心看 贝吉他已经被弗利萨打得放弃抵抗 就在弗利萨准备给贝吉他 最后一击的时候 悟空突然赶到现场 简单几句寒暄之后 悟空先是吐槽弗利萨看起来好小 然后让弗利萨放了贝吉他 而当贝吉他喊出了 悟空的赛亚人名字卡卡罗特时 弗利萨才发现悟空跟当初他毁灭贝吉他星石 反抗到最后的赛亚人巴达克长得一样 然后弗利萨突然攻击 悟空闪过之后一脚踹飞 弗利萨脸有点疼 他向悟空连续发射死亡光束 全部被悟空单手弹开 贝吉他此时说悟空是超级赛亚人 弗利萨这下完蛋了 结果弗利萨一击中伤了贝吉他 悟空质问弗利萨为何还要赶尽杀绝 贝吉他则让悟空不要再感情用事了 让悟空舍弃天真 一定能变成超级赛亚人 悟空还是不明所以 他让贝吉他少说话 贝吉他回想起了自己的过去 以及被弗利萨支配的恐惧 他含泪告诉悟空贝吉他新的惨剧 并祈求悟空为了赛亚人打败弗利萨 这是我看王子哭得最惨的一次 悟空也确实感受到了贝吉他的请求 愤怒的他在旁边开了一个坑 将贝吉他好好的埋了起来 而悟空准备要与弗利萨开打了 比克他们则赶紧离开 紧防悟空分心 战斗一开始就已经是惊天动地 两个人不相上下 弗利萨一波炸向悟空被躲过之后 烟雾四起悟空躲于其中 弗利萨则随意攻击 悟空才发现弗利萨并不会气得感知 接着弗利萨继续追击 还波及到了悟犯这边 比克急忙保护了悟犯 战斗还在继续 弗利萨一波过后 悟空和弗利萨被靠背震了不动 烟雾散去只见他们驻足在石柱上 石柱碎去之后 弗利萨突然消失 悟空自信感知弗利萨的位置 突然弗利萨从水里跳出来攻击 悟空单手顶住那个波 身陷30之中 接着弗利萨直接打穿了悟空脚下的地面 此时岩浆开始喷发 弗利萨继续攻击 情急之下 悟空压制住了岩浆 并告诫弗利萨 不要随意破坏别人的星球 弗利萨则说悟空的实力还不错 接着他对悟空发动攻击 而悟空瞬间闪过之后 回击了一个气和炮 弗利萨在落水之前闪过了此招 并一击将悟空挡落水中 悟空则在水里思考对策 因为弗利萨不会感知气 所以悟空凝聚出了两个龟派气功 先发出一个攻击弗利萨引开注意 接着又发出一个误导弗利萨 最后悟空一脚重踢了弗利萨 弗利萨扎出碎石符合伤癌 并说悟空是除了弗利萨的父亲以外 第一个把他弄脏的人 弗利萨开始有点兴奋了 只见弗利萨控制了一堆碎石 开始疯狂攻击悟空 却被悟空一次性全部打碎 接着弗利萨直接抬起了一大块陆地砸向悟空 悟空也是不躲的直接抱住他 被压到底之后悟空切开他逃了出来 却征重了弗利萨的埋伏 弗利萨使出了禁闭之球 悟空此刻动弹不得 被弗利萨当作皮球踢来踢去 接着又给了悟空一个大招 悟空就这么被打飞了 爆炸波及范围甚广 比克再次接住飞出去的误犯 不过悟空在爆炸的瞬间快速避开 然后弗利萨问悟空 地面站还是空站哪个擅长 悟空选择地面站 于是他们就来到一块空地 弗利萨确实不高啊 悟空脱下外套全力迎战 弗利萨则说自己不用双手 悟空选择先攻 你们这是回合制吗 接着悟空一击被弗利萨躲过之后 弗利萨连环脚踢将其逼退 悟空也回他一个连环脚踢 但是都被弗利萨闪躲开来 之后被弗利萨尾巴连续扫飞 悟空单手称地躲开才没撞上石头 悟空此时技能还能感觉到兴奋 他再次攻向弗利萨 被弗利萨的尾巴缠住之后 悟空双手称地一扫腿 抓住弗利萨的尾巴就甩药出去 然后快速出现在前面准备攻击 结果弗利萨从另一个地方出现 便攻击悟空 悟空明显处于下风 接着弗利萨用尾巴勒住悟空的脖子 挣脱不开的悟空一口咬了下去 趁着弗利萨呼呼吹尾巴的时候 悟空延续重击弗利萨 忍不住的弗利萨终于出拳干倒悟空 站起来的悟空说弗利萨过于自信 攻击的时候漏洞百出 弗利萨说多谢提醒 但战斗该结束了 他最后问一次悟空要不要做他手下 悟空肯定是拒绝的 弗利萨说他知道悟空还保存一些实力 他说自己只要使出50%的实力 就能达到悟空 接着弗利萨已经准备就绪 悟空此刻发现很难找到破绽了 弗利萨并不是虚张声势 然后就被弗利萨一拳打出了鼻血 接着又受到了一击重击 悟空有点无能为力 弗利萨基本是单方面碾压 更可怕的是悟空现在已经开着 十倍界王拳在战斗了 此处插播一个动画原创情节 变成青蛙的鸡牛因为讨好了布马 所以布马做了一个翻译机给他 然后鸡牛就跟布马交换身体 接着他们来到了比克这里 鸡牛想趁机跟比克交换身体 不过悟饭抓住青蛙扔了过去 鸡牛和布马再次换回身体 回到主场 悟空继续被压制 弗利萨使出了大地猎斩 不过只是在给悟空展示 自己能毁灭星球 接着弗利萨继续攻击悟空 悟空此时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了 他勉强站起来却靠在弗利萨身上 然后被弗利萨用尾巴 甩向空中并掉落水里 着急游上来之后 弗利萨一波让他躲在水里 弗利萨在水面连续出波 不让悟空扶上来 好不容易上来 又被弗利萨一脚踩入水中 悟空慢慢失去了一时 毫马登似的回想起来身边的人 冲出水面的他不顾一切的 使出了20倍界王拳 打飞弗利萨后 跟着又是龟派气攻波 弗利萨单手顶住并出招 爆炸威力十分惊人 弗利萨生气自己竟然如此狼狈 并说刚刚被打得很疼 接着开始暴揍悟空 还抓起悟空问刚刚的气势去哪里了 却被悟空喷了脸口水 弗利萨准备结束战斗了 而悟空此时已经快放弃了 然后动画原创了一段 被吉塔一时钟为悟空打气 并让他感受到了作为赛亚人的尊严 接着弗利萨手一挥 地面出现一个大坑 悟空还要继续战斗 但是实力上确实不及弗利萨 突然悟空双手朝天凝聚能力 他终于要使出了元气弹 而弗利萨有点不知道悟空要干嘛 悟空先从纳美克星 仅存物体中提取力量 但是这样还不够 他还从周边的群星中借了一些力量 元气弹此时慢慢凝聚了出来 直径估计有50米了 但是还是不足以打败弗利萨 其他的能量还在慢慢赶过来 元气弹最大的弱点 除了很长的前腰之外 就是你要一直双手举高高 这样很累的不信你们举个10分钟试试酸不酸 等不及的弗利萨打飞了悟空 而悟空继续摆出姿势 任凭弗利萨攻击悟空就是不还手 弗利萨觉得自己在被小看 此时比克让乌饭而克林传气给自己 而悟空又被打飞到水里 终于弗利萨从倒影中发现了元气弹 这才恍然大悟 悟空趁机从水里跳出来出拳 弗利萨抓住他后准备给出致命一击 此时比克快速过来补了一脚 弗利萨被踢飞了出去 悟空继续凝聚元气弹 弗利萨这下彻底愤怒了 比克打算牺牲自己拖住弗利萨 他的攻击无法伤及弗利萨 反被弗利萨压制住了 比克已经到了极限 就在弗利萨准备了结比克的时候 悟饭而克林用尽力气出波 弗利萨气得握拳出血 他准备消灭纳美克星 终于元气弹聚集完毕 直接砸向了弗利萨 弗利萨也是才反应过来 还有这个东西 他双手顶住元气弹 却无济于事 元气弹还是带着弗利萨 砸向地面 悟空他们也都没有事情 大家都在庆幸终于打败了弗利萨 就在大家开心的时候 克林突然大叫一声 原来是想起还有个布马要去找 大家都吓了一跳 结果下一秒 弗利萨就在他们的上方 弗利萨竟然还活着 他一击攻向了悟空 比克舍身挡住被贯穿的胸部 悟空此刻异常的愤怒 他让克林勿范带上布马赶紧走 接着弗利萨抓住了克林 一瞬间 克林祭天了 悟空的怒气值已经达到顶峰 这次他终于变成了 Super Saiarin 并让悟空趁着自己 还没有失去理智前 赶紧带比克走 悟空终于变身成了超级赛尔人 头发和眉毛变成金黄色 眼珠变成浅绿色 弗利萨此刻惊呆了 悟空也看傻了 悟空让他赶紧离开 悟饭也坚信悟空会赢的先撤离 而弗利萨则打算击落悟饭 此时悟空闪现在他面前 并抓住了弗利萨的手 弗利萨挣脱不开 用尽力气之后勉强睁开 手看起来很疼 接着悟空说了一句 我生气的一拳打飞弗利萨 跟上去之后抓住就是一个被折 然后再重重的打下去 烟雾散去地面出现一个生动 紧接着光芒四起碎池乱飞 水柱冲天弗利萨又出来了 弗利萨开始狡辩 说赛尔人不也是干过坏事 悟空说所以他们灭亡了 弗利萨说悟空不肯打赢他 悟空只是轻蔑一笑 接着弗利萨对着悟空 连续使出了火焰烈波 弗利萨已经开始大喘气了 烟雾散去之后 悟空连衣服都没有破 愤怒的弗利萨周身电气环绕 他又使出了火焰喷射弹 这次爆炸威力更大 不过悟空依然没有事情 他说就算弗利萨道歉也不会原谅他 然后单手朝向弗利萨 使出了一招空气拳 弗利萨直接被撞到远处 悟空轻轻一笑 他快速冲向弗利萨给了一个走击 追上之后又是一个左勾拳 一具冷毛的人有危险 这个画面是真的帅 愤怒的弗利萨开始还击 全部都被悟空挡了下来 接着弗利萨突然发射死亡光束 悟空一个Z字抖动闪过 好吧 Z字抖动是我家的 弗利萨继续疯狂攻击悟空 却一直打不中 弗利萨已经乱了章法 他说打中的话悟空肯定不行 而悟空竟然没事 他说就算弗利萨毁灭纳美克星 也无法打败自己 弗利萨询问悟空到底是什么人 悟空说弗利萨早该清楚了 他就是原本心境平和 因弗利萨而傍怒觉醒的 看着坚定自信帅气不用涂黑的眼神 看着惊恐单线条减笔画斑的表情 你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不打我们就让弗利萨回忆一下 在纳美克星受到的屈辱 然后悟空说了一句 弗利萨你完了 并摆出龟拜气功姿势开始蓄力 而弗利萨的怒气也开始聚集 两股力量就这么直接碰撞 似乎产生了无尽的真空 接着弗利萨凝聚出了行星贯穿弹 因为他可以活在宇宙中 而悟空不一定 所以准备将纳美克星直接消灭 此招一出直接破坏了纳美克星的地和中枢 不过纳美克星还在 主要是因为弗利萨怕星球爆炸波及自己 所以才压低尔这招的力量 现在开始纳美克星爆炸5分钟倒计时 悟空说5分钟够他打赢弗利萨 然后跟同伴离开 弗利萨则说自己要展示真正的力量 悟空瞬间明白弗利萨因为怕身体无法承受 所以才没有开出全力状态 然后他们都冲向了对方 几下对冲之后 悟空先是一拳打中弗利萨 又一脚踢得弗利萨吐血 接着将弗利萨重重打向地面 弗利萨挺住之后悟空上来就是一脚 弗利萨急忙躲开 悟空还吐槽弗利萨 消耗太多使不出全力吗 只见悟空一脚回踢弗利萨 再闪现将他踢到上方 紧接着冲上去的时候 生气的弗利萨一招契合炮 将悟空打飞老远了 烟雾散尽之后 裂缝中炸出一道金光 悟空的衣服终于破了 弗利萨开心的解释 刚刚只用了七成力量 接下来他准备使出百分百全力 悟空冲到一半停下 超级赛亚人的天性让悟空等待 弗利萨聚集的气焰 与悟空的气焰碰撞之后 产生的火星威力都不小 此时戒王连线悟空 让他赶紧打败弗利萨 悟空则想看弗利萨百分百的全力 这边弗利萨还在蓄力中 悟空是想为克林报仇 因为克林死过两次 地球神龙也无法复活了 而克林是悟空最好的朋友 悟空此刻异常的愤怒 当然悟空也坚信 悟犯他们会逃出去的 之所以要达到弗利萨全力状态 主要不想让作为战士的自己留遗憾 悟空此时也难是一个 愤怒的超级赛尔人战士 顺带一提元气弹 没有打败弗利萨的原因 全书觉得是悟空当时 没有预估对弗利萨的真正实力 所以聚集的能量 还不足以打败弗利萨 终于弗利萨完成了百分百的状态 他迅速给了悟空腹部一拳 抓住悟空的头又是一踢 弗利萨疯狂地攻击悟空 双手揣住悟空腋下 把他扔了下去 悟空停下来之后 悟空直接跟了上来 接着悟空继续挨打 然后他开始跑 弗利萨也是紧追不舍 到了一处浓烟屏障后 悟空停了下来 结果被跟上来的弗利萨打了一拳 悟空继续披走 他本想攻击追上来的弗利萨 结果却扑了一个空 被弗利萨从后方踢落地面 紧接着又是一脚 悟空一直在承受弗利萨的攻击 然后他抓住弗利萨的双手 双方开始较劲 降持不下 并产生强烈的气场 缓缓升到空中 弗利萨率先挣脱 并给了悟空一脚 气转的他得意地说 这只是热身运动 悟空则说 这要不是热身 他会失望的 弗利萨再次感觉 言语上受到藐视 而纳美克星的情况 不容乐观 此时天神告诉戒王 波波马上集齐龙珠 接下来就是戒王的策略 地球神龙一次可以复活多个人 前提必须是 在一年内挂掉的人 寿终正寝与复活过的人 不能复活 而因特殊情况导致 缩短寿命的人 不清楚是否可以复活 戒王的计划是 复活让弗利萨 他们杀掉了人 猜对的话 纳美克星长老会复活一下下 他是因为弗利萨 一行人才提前受终 然后纳美克星神龙就会复活 用那个还没有许的愿望 把纳美克星上 除了弗利萨以外的人 都转移到地球 在他们说话期间 悟范已经把比克带回飞船 接着也把布马带回飞船 此时星球还剩下三分钟 弗利萨说悟空 再给同伴争取时间 悟空则说没有必要 因为他很快就会打败弗利萨 弗利萨又被言语刺痛了心灵 其实悟空就是在给悟范争取时间 说着弗利萨又攻向了悟空 悟空扛住一波之后 抓住弗利萨快速地甩了出去 弗利萨则出招自动 两个人互相怒视对方 频繁顺闪之后 弗利萨一波给到悟空 悟空却从波中穿出 双脚踢中弗利萨之后 单手给了一波 不过弗利萨很快又闪到了悟空后方 悟空摆好招式蠢蠢欲动 接着弗利萨使出了新星打击 悟空也用出了龟派气功波 此时波波也召唤出了神龙许愿 你看我这个画面找得多准 悟空的龟派气功直接撞上了弗利萨 双方都爆出了惊人的力量 界王的天线都因能量过载而爆了 接着悟空再次加大马力 被顶回去的弗利萨则突然闹过龟派气功 直接攻击悟空并把他推到地底深处 所推之处还有岩浆喷出 动画此处加入了 而此时波波已经向地球神龙许愿 让在纳美克星上被弗利萨他们干掉的人复活 大长老因为连带关系也复活一会儿 因此纳美克星神龙也复活了 界王立马连线大长老告知前况 而悟空此时又从水里出来了 病烂悟犯赶紧走他要跟弗利萨斗嘴 弗利萨说悟空自不量力地球人都是蠢货 悟空回嘴弗利萨说他才是那个不自量力的人 弗利萨说那就让你粉身碎骨和克林一样 提起克林悟空就怒发冲关 两个人又开始对攻 而界王正在告知大长老许愿让 除了弗利萨之外的人都来地球 悟空则直接插线告诉他们 将愿望改成除了弗利萨和悟空之外的人去地球 界王纠结之后只好答应 然后大长老联系就近了丹迪去许愿 而弗利萨则发现了神龙准备去许愿 悟空在全力地阻止 结果弗利萨还是对神龙说出了长生不老的愿望 丹迪也说出了大家的愿望 结果波伦家因为许愿只能用纳美克星语 所以实现了丹迪的愿望 而贝吉塔此时刚好赶到现场 看到悟空的超级赛亚人形象 贝吉塔竟然有一丝开心 接着大家就被传送到地球了 悟空跟弗利萨解释了情况 弗利萨暴怒不已 星球正在缩小 时间还剩两分钟 我先讲地球这边的情况 大家都来到了地球 然后丹迪治疗了比克 大长老说出来龙去脉 大家都祈祷悟空平安归来 纳美克星词诺长老村的人没有复活 估计是因为他们是被贝吉塔干掉的 而贝吉塔当时不属于弗利萨一伙 所以条件不满足没有复活 不过龙珠抄的时候 纳美克星人释怀了这一点 此时纳美克星龙珠也跟来了地球 大长老完成了传位之后 终于寿终正寝慢慢消失 在布马感叹克林不能复活第二次时 丹迪说纳美克星神龙可以复活多次 这下好像又看到希望 好了回到纳美克星最后两分钟 悟空和弗利萨准备了搏 他们两个对了一拳 威力十分惊人 整个星球都是战场 弗利萨一拳打下悟空之后 又使出了大气弹 然后变大 再变大 又变大 还变大 没有最大 只有更大的杂像悟空 悟空双手顶住这招并用力推开 轮到悟空回击弗利萨 对拳之后又是一阵能量击散 两个人真的互不相让 对攻的力量丝毫未曾减弱 从天上打到地下 拳拳到漏 这是龙珠改的第52集 建议大家去看原片 比全书讲的精彩许多 接着弗利萨从后面勤爆悟空 却被悟空走击打飞 然后弗利萨重重回击打趴悟空 站起来的悟空说 就这点实力吗 他一起重拳打吐弓来的弗利萨 接着一个飞踢 弗利萨倒地滑出 然后又出现在他身后痛击弗利萨 起来的弗利萨一转头 看到了悟空的两块胸肌 而四块腹肌 此时不管弗利萨闪到哪里 悟空就跟到哪里 弗利萨已经打不到悟空了 悟空一记重拳之后 又是连续的攻击 并将弗利萨重重击飞 弗利萨已经气喘吁吁 而悟空从容自落 突然悟空说不想打了 因为弗利萨虽然使出全力 但是时间越长气势越弱 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 悟空的怒气也消了 让弗利萨背负这场战斗的失败 苟且偷生的活着 才是最好的惩罚 说着自己变回了常态 大王直接气炸了 是可杀不可掳 他使出了类似气缘斩的切割光盘 擦伤了悟空的右脸 悟空觉得无可救药的 又变回了超级赛尔人 弗利萨继续控制切割光盘 追击悟空 悟空想冲到弗利萨面前躲开 可惜弗利萨早已看穿 这招并没有攻向弗利萨 不过悟空也用残影躲过 看这站姿悟空游刃有余 他还说弗利萨这是雕虫小技 纳美科兴此时已经快不行了 弗利萨被气得使出了两个切割光盘 依然打不中悟空 悟空突然出现在弗利萨面前 放了一个波卷起了一件烟雾 弗利萨从烟雾中惊险躲过自己的招式 然后被悟空走击天灵盖 弗利萨还击打不中悟空 被悟空接住一拳之后 就是一个膝盖踢 悟空疯狂扇他巴掌 还说弗利萨不配做对手 接着弗利萨被直接打落地面 就在弗利萨跳出来准备回击的时候 悟空提醒他赶紧趴下 弗利萨正中自己的招式被切割开来 这也许就是咎由自取吧 此时弗利萨竟然向悟空求救 悟空怒斥弗利萨为何有脸求救 最后还是分了一点气给弗利萨 悟空还是过于善良 而弗利萨竟然还继续调侃悟空 主要还是悟空给他的心理阴影面积 比纳美克星还大 接着弗利萨朝悟空使出了最后一击 悟空忍无可恿地回击 终于打败了弗利萨 此时纳美克星即将爆炸 悟空来到弗利萨的飞船这里 但是这个飞船已经飞不了 情况十分的紧急 最终纳美克星爆炸了 戒王也探查不到 纳美克星位置有悟空的气息 接着杨木查通过戒王告诉布玛情况 布玛说哇 悟空跟纳美克星一起挂掉了也 杨木查觉得语气似乎不大对 布玛说纳美克星神龙 可以多次复活一个人 而戒王说神龙是让人原地复活的 所以悟空和克林一复活 就会因为纳美克星不存在 而直接暴露在宇宙挂掉 而且纳美克星不是戒王管辖范围 所以他也没办法 然后贝吉塔说可以将灵魂召回地球再复活啊 悟范过去道谢 贝吉塔不领情 他单纯想看悟空变超级赛亚人 并且打败他 接着大家都去布玛家休息 包括贝吉塔 布玛还让贝吉塔别打他主意 悟范因为没有写作业怕被骑骑骂 所以也想住布玛家 不过最后还是被带走了 这期间纳美克星人在布玛家 打高尔夫球和斗地主 很快130天过去可以许愿了 因为纳美克星上一年是130天 悟范上完补习班也过来了 许愿开始 首先是把克林和悟空的灵魂召唤回地球 神龙说克林的弄好了 悟空因为还活着没有办法召唤 然后第二个愿望让克林复活 波伦家还给克林重塑了身体 布玛说波伦家虽然丑但很温柔哦 波伦家有点小尴尬 第三个愿望是召唤悟空回地球 可惜悟空不肯 他说时间到了自然会回来 归系人吐槽说悟空肯定怕老婆 奇奇确实挺严格 而贝奇塔觉得悟空肯定是在修炼 于是偷了布玛家的飞船也去修炼 然后第三个愿望就复活杨木查吧 之后又过了130天 饺子和天津饭也复活了 然后纳美克星人许愿将他们带到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 就此大家都告别了 纳美克星篇也告一段落 对了 悟空没死的原因是因为他找到了鸡牛特战队的飞船 按下自动飞行就被带走了 在纳美克星的残验中 弗利萨正在飘荡 他的爸爸库尔德王坐着飞船来找他 然后把弗利萨改造成了机械弗利萨 接着他们又不知死活的去地球报仇 不过反正这个篇章主角不是他们 很快就挂得放心 距离纳美克星爆炸一年后 悟空还是没有回地球 布玛又换了发型 雅木查看上去有点懈怠了 克林还在锻炼自己 龟西人还是那么乌 贝奇塔又再次降落到了地球 主要是飞船蓝料用完了 然后布玛带他去洗澡 贝奇塔竟然乖乖跟上 王子身材不错啊 此时乌犯他们突然感知到了 宇宙传来一股恐怖的气息 弗利萨父子正朝着地球过来 感知到危险的大家都聚到一起 布玛竟然也过来了 他就是想看一眼弗利萨 反正大家打不过躲哪里都没用 然后弗利萨的飞船就在附近降落 因为怕飞过去被发现 所以大家从地面偷偷接近弗利萨 雅木查似乎有点害怕 此时突然天降一人解决了弗利萨的手下 这个佩健少年就是特兰克斯 也可以叫他大特 特兰克斯说他是来消灭弗利萨的 还说他知道弗利萨的事情 连弗利萨今天要挂掉他都知道 弗利萨派出一个手下战斗 这个手下看特兰克斯战斗力值得5 几下攻击全部被挡开之后 特兰克斯就冲过去一拳打飞 接着特兰克斯又瞬间干掉其他手下 还撩了一下刘海 在特兰克斯跟弗利萨斗嘴后 他也变身成了超级塞亚人 弗利萨看到之后内心一阵恐惧 他立马出波攻击特兰克斯 结果特兰克斯只是血量减1 生气了弗利萨再次出招 弗利萨直接徒手接下 我们就算他血量再减个1 然后弗利萨使出了一招超新星 结果被特兰克斯单手举起来 特兰克斯还吐槽弗利萨前驴技穷 弗利萨则直接引爆了那招 可惜特兰克斯早就躲过 只见他双手在空中快速飞舞 对着弗利萨发出了一招燃烧打击 弗利萨跳到空中躲避之后 被特兰克斯一刀两断 弗利萨视线开始分离 然后他真的裂开了 他爹都震惊了 特兰克斯的剑快速挥舞 弗利萨被劈成了12块之后 特兰克斯一个气功波 弗利萨尸骨无存 回到地面 库尔德王先是夸赞了一番 还问特兰克斯愿不愿意做他儿子 肯定是被拒绝的 库尔德王要借特兰克斯的剑看一看 特兰克斯自信的丢给他 而库尔德王趁机拿剑披向特兰克斯 却被徒手接住了 只有就被特兰克斯干掉了 然后特兰克斯告诉大家 他要去接悟空了 大家觉得很神奇 不过也还是跟得过去 来到目的地 特兰克斯用万能胶囊变出冰箱 请大家喝饮料 木马觉得特兰克斯很眼熟 特兰克斯说自己只是知道 悟空的事情并没有见过悟空 克林问为何特兰克斯知道 悟空三小时后会到这里 特兰克斯表示这个不能剧透 贝吉塔则进一步避问了他 因为塞尔兰剩下几个他都知道 而且塞尔兰头发是黑色的 木马还说特兰克斯穿的衣服 有他们家公司的标志 而特兰克斯只能说自己是17岁 于是布马帮忙解围 真是个好妈妈 诶 等待的三小时中 特兰克斯还一直偷看贝吉塔 布马说特兰克斯跟贝吉塔有点像 接着悟空终于回到了地球 做的是有金银战队标志的小飞船 大家告知悟空情况 可是悟空也不认识特兰克斯 不过悟空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在意 然后特兰克斯要跟悟空说悄悄话 他说本来应该是悟空打贝弗里萨 可是悟空的飞船会晚到三小时 所以特兰克斯还出手帮忙 悟空说他其实来得及 他在雅德拉特星学会了瞬间移动 只要感知到对应的人的气就能够瞬移 特兰克斯觉得自己好像改变了历史 因为他本来只想见悟空不想见其他人 接着特兰克斯希望悟空展示一下 凭自己的意志变成超级赛亚人 然后特兰克斯也变成了超级赛亚人 他提见攻向悟空 悟空却纹丝不动 因为他感觉不到杀气 接着他们认真过了几招 在确认悟空是值得信赖的人之后 特兰克斯终于说出了真相 他是坐时光机从20年后来的 他爸爸是贝吉塔 现在时间的两年半后出生 而三年后在西都附近会有两个强敌 他们是红缎带军团格罗博士做的人赵人 他说格罗博士也死于自己做的人赵人之手 并且人赵人是以破坏为乐的兵器 20年后贝吉塔他们都挂掉了 侥幸他多的孙悟范 变成了特兰克斯的师傅 但是后面也挂了 因为比克挂了 所以神龙没有了不能复活大家 而悟空在不久之后 因为病毒性心脏病挂掉了 偷听的比克脸都绿了 悟空却遗憾自己没有和强者战斗的机会 接着特兰克斯把心脏病的药给了悟空 这是新开发的速效救星完吧 特兰克斯说自己的妈妈做出时光机 就是希望悟空可以改变历史 所以特兰克斯的妈妈是布马 比克单真吃瓜现场 因为养木茬还是老样子太花心 所以布马生气跟他分手 正好贝吉塔那个时候也很寂寞 于是他们俩就互相浇灭 对方思念之火的生下特兰克斯 不过他们并没有结婚 悟空这个瓜吃的很香 贝吉塔在特兰克斯懂事前就挂了 所以现在是特兰克斯第一次见他爹 特兰克斯让悟空一定保密 不然他可能就不会出生了 他还说时光机的能量补充时间很长 三年后要是可以的话 他会过来支援 说完特兰克斯就走了 然后比克代替悟空将事情讲了出来 大家听到之后都非常震惊 悟空也解释了自己当时 在纳美克星活下来的原因 就是坐上机扭战队的飞船 来到了亚德拉特星 并且还学会了瞬间移动 说着就瞬移拿了贵心人的眼镜 突然布马说不如先召唤出神龙 问出位置直接干掉格罗博士就好了 贝吉塔强烈反对 布马向悟空求救 然而悟空也想战斗 还说格罗博士现在没做什么 也不好随便干掉他 塞尔兰的好战本性暴露无疑 以武道家为目标的天津饭也想战斗 克林赶紧帮忙原厂 他告诉布马如果没有共同的强敌 贝吉塔不知道会弄出什么妖儿子 于是大家就各自去修炼了 临走前悟空还助布马早生贵子 不过杨木查似乎误会了什么 然后克林找回现人修炼 贝吉塔要他老丈人做个300倍重力训练仪 悟空则回家跟琪琪提申请修炼物饭 琪琪肯定是反对的 还说结婚后悟空都没赚钱 悟空轻轻一拍琪琪想安慰 结果一不小心用力过猛 琪琪这才勉强答应了 比克说超级赛亚人也怕老婆啊 修炼最刻苦的应该是贝吉塔 动画还加入了布马当着杨木查的面 关心贝吉塔的剧情 布马还一直陪在因修炼受伤的贝吉塔旁边 这段动画原创挺合理的 补充了漫画没有提及的部分 转眼三年就这么过去了 大家来到指定地点 布马抱着儿子特安克斯也过来了 结果悟空说漏嘴了他爸是贝吉塔 于是召集给自己找借口 然后亚西洛北过来耸先斗 他并不想参加战斗的走了 但是飞到一半被击落了 悟空他们才发现自己是 感知不到人造人的气的 于是大家只能分头去找 乌饭去救亚西洛北 此时街上出现了两个人 帽子上有红盾带军团的标志 胖的是人造人19号 老头子是将自己改造为 人造人20号的格罗博士 杨木查率先赶到现场 被20号单手捂住嘴抓了起来 一击直接贯穿 大家也都赶来了 克林先送杨木查去吃鲜豆 悟空说去一个没人的地方开打 下一秒20号从眼睛发射光线 准备将这个地方变成没人的地方 悟空冲上去一拳阻止了他 20号说那就换个地方吧 瑞夫等杨木查说要赶紧告诉悟空 人造人会吸收对手的能量 于是他们就都追了上去 不过亚西洛北没有跟上去 布马正在训斥他的时候 亚西洛北说自己不会飞 另一边20号叫停了悟空 悟空开始捂住心脏了 悟空现在的情况似乎不大妙 20号说他们一直用小型机器人 跟踪悟空并研究如何打败悟空 他们的目的就是报仇 不过他们没有监控到 纳美克星那场战斗 20号说没有必要 能考虑的因素都考虑了 下一刻悟空就变成了超级赛亚人 不过悟空已经开始流汗了 20号说19号应该可以应付 接着悟空就和19号打了起来 一招将他打飞之后 又踢飞了回击的19号 看起来好像是悟空占据上风 不过比克觉得不对 这时克林他们也到现场 悟犯也觉察到了问题 比克说悟空不知为何 亲尽全力想要速战速决 可是实力却只有这样 杨木查说会不会被吸收的能量 下一秒悟空就把19号踢落地面 19号却面无表情地站起来 然后悟空使出了龟派气功 19号趁机举起右手 将龟派气功吸入体内 比克赶紧告知悟空情况 悟空的气息正在变弱 接着就被19号打了下去 悟空也使不出力量了 悟犯发现悟空这是心脏病发 克林赶紧丢仙豆给悟空 可惜仙豆并不治病 悟犯继续被19号暴揍 悟犯说因为悟空一直很健康 所以并没有吃那个药 悟空这边已经变回了常态了 19号继续楼令悟空 并抓住悟空的脖子开始吸收能量 20号挡住前来救援的人 还从眼睛发射光线一击挡落比克 紧要关头贝吉塔出场打飞了19号 比克也站了起来 原来刚刚是假装受伤想趁机救人 贝吉塔说悟空身体不适 还要强行战斗很傻 然后将悟空踢给比克 由杨木查带悟空回去吃药 另一边布马给特兰克斯换完尿布后 带上雅齐罗贝想去看一眼人造人 克林说情况跟特兰克斯说的一样 不然还是先淘宝等悟空并治好 比克说历史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接着19号对战贝吉塔 不过一直在观察的贝吉塔 已经知道他的招式 说着贝吉塔也凭自己的意志 变身成了超级塞尔人 他因在修炼中发现自己无法超越极限 由自尊心引发的愤怒之心 变成了超级塞尔人 说着19号突然发动攻击 贝吉塔却没有什么事情 19号又疯狂攻击 贝吉塔依然毫不在意 接着他揍飞了19号 再次闪过攻击之后又给了一拳 还不忘调侃19号 所以超级塞尔人都喜欢用言语刺痛别人的心灵吗 然后19号就被打落深坑 不过他突然爬起来抓住贝吉塔的手 贝吉塔则双脚抵住了19号的脸 用力将19号的手扯断 其实19号做的再高一点 贝吉塔应该是够不到的 这下19号吸收不了能力 他赶紧逃跑 贝吉塔一招大爆炸攻击 19号就这么挂了 贝吉塔落地之后变回常态 然后继续调侃20号 20号说了一句 你们打不过 人造人的就突然逃跑了 贝吉塔向克林要了一颗仙斗之后 又变回了超级塞尔人状态追了上去 比克说贝吉塔为了确认 对手吸收能量的真相损失不少体力 所以才故意调侃20号逼他逃跑 现在的贝吉塔战斗能力 也许比悟空还强 接着大家也都跟得上去 悟空已经回家吃药了 其系很担心 而20号利用地形躲在山石之中 贝吉塔因找不到而想击碎地形 结果却刚好被20号吸收进去 20号继续闪躲 他还探测到了其他人也来了 20号手间从后面抓住比克 捂住他的嘴巴不让他求救 比克立马心电感应通知悟犯 悟犯对着20号后脑勺就是一招 接着贝吉塔他们也纹身赶到 克林丢了一个仙斗给比克 然后比克脱下披风准备战斗 就在20号觉得没问题的时候 比克闪现一脚将其踢飞 之后又被比克打落在地 20号觉得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此时特兰克斯又回到了这个时间点 感知到众人的气息之后赶紧过去 途中他看到了19号的头 他说这不是他认识的人造人 大家到底在跟谁战斗 比克这边还在继续碾压20号 他也打断了20号的一只手 比克此时觉得历史应该是改变了 20号根本不是对手 然后特兰克斯来到了现场 比克叫出了他的名字 贝吉塔也才明白 这个特兰克斯就是他未来的儿子 20号也不认识特兰克斯 他准备先回研究所 特兰克斯也说不认识这个人造人 大家都有点不明情况 此时布玛和雅琪都被来到现场 特兰克斯让他赶紧离开 接着20号说17号和18号一定会干掉大家的 然后就引起了一阵大爆炸后逃跑 布玛也被波及到了 不过被特兰克斯救下了 而贝吉塔只关心20号的去向 特兰克斯质问他 为什么不保护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贝吉塔表示不屑的想继续追 布玛说20号就是格罗博士 他之前在杂志上看过 贝吉塔训斥特兰克斯给的情报都错 特兰克斯不想理他 说可能因为自己回到这边改变历史 还说出了17号18号的特征 17号是戴维巾的黑发少年 18号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他们不会吸收能量 因为他们本身就有无尽的能量 悟空此时在与并魔抗争 布玛说出格罗博士的研究所方向后 贝吉塔就直接准备去跟17 18号打 特兰克斯说应该听取比克的建议 在17 18号启动之前干掉他们 自信的贝吉塔根本听不进去 特兰克斯虽然不喜欢贝吉塔 但也不想看到自己老爹挂掉的跟了上去 比克则告诉布玛真相 这下大家都明白了 布玛激动一下觉得 特兰克斯会长成一个好孩子 你放心他长大之后带着雾天到处浪 比克则准备先去破坏17 18号 格罗博士在淘宝图中发现了 贝吉塔他们也是要去自己的研究所 但是具体在哪也只有格罗博士知道 特兰克斯此时回想起 他的妈妈对贝吉塔的评价 内心有点复杂 比克他们来到目的地 准备开始寻找研究所 并约定一找到就提气通知 三个光头均分六颗先斗之后 就开始各自去寻找了 然后格罗博士发现克林并攻击了他 不过他还看到了远处的比克 所以决定还是先回研究所 克林觉得还是先找到研究所位置再通知大家 他跟上格罗博士找到的位置 并提升自己的气通知大家 而博士已经进入研究所 他终于启动了17号18号 17号看了一眼遥控器 然后跟博士问好 接着18号醒来跟17号对了一眼 也同样跟博士问好 博士觉得这两个人造人终于正常了 以前他们因为永久能量炉的关系 经常不受控制 然后博士让他们打败敌人 此时比克和天机犯也到了 但是克林说博士已经回来了 接着贝吉塔他们也赶到了 而17号突然抢走了博士手中 控制17号18号的紧急制动装置 并捏碎了他 贝吉塔也打破了研究所的门 双方也算是正式见面了 博士说对方干掉了19号不要轻敌 17号才知道有19号 原来是博士做了19号 然后19号把它改造成了20号 而因为永久能量室不好控制 所以才做回旧款的吸收能量室 17号18号明显不受博士的控制 他们还发现了人造人16号 博士非常紧张地说16号是失败品 启动他的话世界会毁灭的 然后博士就被17号干掉了 而特安克斯在他们放出16号之前 突然发动攻击炸毁研究所 可惜人造人并没有事情 他们还把16号唤醒了 不过16号似乎不爱说话 本着大家都是为了干掉悟空而被做出来的 他们朝着悟空家前进 贝吉塔追上去被特安克斯阻止 特安克斯不希望贝吉塔去送死 而贝吉塔自信的不想依靠悟空 他一拳给了特安克斯之后追了上去 其他人也都跟了上去 而悟空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了 此时17号突然降落说 慢慢走过去才要情调 从他们交谈中得知 17号18号是从人类改造的 而16号是从零开始制作的 顺带一提17号18号是孪生姐弟 接着贝吉塔就追上了他们 不过16号拒绝战斗 所以18号率先出场 18号首先与贝吉塔开打 一开始双方还能打 17号感叹贝吉塔实力比情报还强 接下来贝吉塔出了一波 不过只有路过的卡车被炸 双方都说自己没有使出权力 那不然使一个事实 说着18号就是一个头锤 贝吉塔竟然受伤了 生气的贝吉塔冲向18号 结果18号一脚踢的他快趴下 接着18号用指尖顶住贝吉塔的下巴 将他敷起来站直后 又一拳将他打进墙壁中 此时特兰克斯他们也赶到了 17号也准备去帮忙 不过16号还是不想打架 他被做出来的目的是打败悟空 不过也是一副不太想打的样子 特兰克斯当贝吉塔先撤队 这对于高的贝吉塔来说 是完全不可能的 17号表扬了贝吉塔的发言 并让其他人不要插手 接下来战斗继续 贝吉塔的攻击打破18号的衣服 18号说看来悟空应该更厉害了 贝吉塔说他现在已经比悟空强了 18号觉得这样的话也没什么了不起 接着他们又开始护攻 比克看出贝吉塔应该会输 因为18号根本没有损失能量 而贝吉塔的气息正在变弱 果然贝吉塔很快就不行了 18号直接踢折了贝吉塔的一只手 贝吉塔发出了惨叫 特兰克斯提剑去保护他爹 18号一拳打碎了那把剑 17号跟上岩又补了一拳 接着一脚踢飞过来的比克后 又勒住了天津犯的脖子 此时贝吉塔准备攻向17号 却被18号抓住了脚 并甩向冲过来的特兰克斯 克林也是被吓得不敢动了 而16号画风突变的在玩鸟 醒来的比克冲上去就天津犯 也被17号一招打落地面 贝吉塔做的最后的挣扎 结果被18号废了一只手 不过人造人并没有干掉大家 17号还提醒姐夫 嘖 不对 是提醒克林赶紧为大家先斗 接着人造人准备踏上 慢慢寻找悟空的旅程 克林则冲上去质问他们到底想干嘛 17号说先干掉悟空 其他之后再看 他们当这是一个游戏罢了 跟格罗博士无关 简单的说就是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然后18号亲了一下克林 一吻定情 克林此刻心情有点复杂 回过神的他赶紧给大家先斗 无法接受现实的贝吉塔一个人离开 比克让特兰克斯不要嘴 贝吉塔此刻自信心受挫 还是让他一个人想想吧 天津犯说现在的情况 即使悟空变好估计也很难打过 特兰克斯则说这个时空的人造人 跟他那个时空不同 那个时空特兰克斯勉强可以应付一个人造人 接下来比克让大家先去转移悟空 而克林说比克是不是有办法了 大家都是同伴你就说出来啊 傲娇的比克说他才不是同伴 接着一波打向了地面 他说自己是要征服世界的 哼 说完就朝着天神殿方向飞去了 而克林已经看穿比克的小情绪 比克是想去跟天神合体 不过龙珠也会因此消失 但这应该是比克最后的办法了 克林还告诉特兰克斯 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了 在飞去悟空家的路上 特兰克斯说悟空的病好需要10天 不过三个人造人没有能量探测装置 所以可以再躲几天 而比克此时已经来到了天神殿 天神也立马出现了 两个人无需多言 以知对方心意 天神也明白 自己如今对保护地球没有什么用 不过天神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这些人造人是否会破坏地球 毕竟先挑起战斗的是贝吉塔他们 而人造人也没有痛下杀手 天神也听到特兰克斯说 这个时空的人造人有所改变 其实天神是需要一个 让自己下定合体决心的契机 比克则选择在天神殿等待 这个时候17号他们在路边 抢了一辆车慢慢开 然后天神殿准备先找饺子继续修炼 而特兰克斯还在纠结历史偏差太多 琪琪这边一直在照顾悟空 来到悟空家门口的时候 克林还问特兰克斯 人造人真的那么坏吗 特兰克斯告诉克林 他们那个时空是这样的 其实克林你是恋爱了吧 接着大家准备转移到归仙屋 琪琪还提醒帮悟空的时候轻一点 此时悟犯也回到家里了 飞机上克林说出了情况 琪琪则拿出了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让悟犯继续学习 特兰克斯说他可以用时光机回到过去 在人造人启动前消灭他们 克林觉得不行 因为时光机并不完善 而且在回到过去后 能量估计会用完 这样特兰克斯就没有办法 回到自己的时空 悟犯则说如果回到过去破坏人造人 那现在的人造人就会消失吗 特兰克斯这才想起平行时空的问题 简单的说 每次穿越就是多了一条平行时空线 就好比他现在救了悟空 但是在他的未来时空中 悟空并不会因此复活 大家就疑惑特兰克斯为何还要来 原因之一是未来的布马觉得 能有一个时空式和平的未来也不错 另一个是想通过看悟空 和人造人战斗找出他们的弱点 实在不行就让现在的悟空 坐着时光机跟特兰克斯回到未来 打败已成定局的未来人造人 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 特兰克斯也开始自责 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改变了历史 奇奇安慰他如果他不来悟空就挂了 他非常感谢特兰克斯救自己的劳工 大家也是相互打气 而在人造人的车里 16号说出了悟空家的位置 不过17号还是不紧不慢的开车 路上还遇到了最爱的警察 18号把他们的车破坏之后 就继续开车走了 中途18号还换了一身衣服 不过他似乎不大满意 接着18号再次破坏了追兵的车 不过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干掉一个人类 另一边冷冷的兵语正忽乱地拍在贝吉塔的脸上 愤怒得他悔恨自己的失败 不过贝吉塔还是自我打气地振作起来 飞机上克林准备跟布马汇报情况 而布马则要与特兰克斯通话 因为有人告诉布马在一个山上 发现了奇怪的飞行器 并且上面有布马他们家公司的标志 看了传真照片之后发现 跟特兰克斯的时光机一样 而特兰克斯的这台还在自己手上 未来的布马也只做了一台时光机 看到照片后特兰克斯说 这就是自己的那台时光机 于是他们准备去现场查看 飞行图中特兰克斯说未来事件很惨 世界人数只有数万 他们躲在地下秘密基地才逃过一截 特兰克斯说格罗博士 敢启动不听话的17-18号 那么就会有能够停止他们的办法 接着他们来到目的地 特兰克斯说布马跟威亚长得一样 然后拿出了自己的时光机 这两个都是同一色飞船 就等那艘天窗被虫内部破坏了 还在里面找到一个弹壳 特兰克斯发现这个时光机 燃料用完了 并且这个时光机是从未来 比特兰克斯晚三年出发的 在四年前就来到了这个时空 比特兰克斯第一次来的时间点还早一年 简单的说就是 比未来的特兰克斯跟未来的人 来到了比特兰克斯所到达的更早的过去 这也许就是这个时空 历史出现改变的原因 洞察城市的天神此时也明白了 自己四年来的不安源自哪里 有比人造人更恐怖的生物在地球 他终于下定决心跟比克合体 接着布马他们收起两架时光机 还带上那个奇怪的弹壳 悟犯跟布马说大家现在都在归仙屋 特兰克斯跟着解释了情况 此时悟犯突然发现了一个东西 全书小时候看这段挺害怕的 他们发现了一个像柴一样的壳 而且似乎是刚刚脱壳的 大家开始警觉了起来 接着大家还是走为上策 飞船上布马看到新闻 大约一小时前西都的一个镇上 居民全部消失了 那个地方就在那台旧时光机附近 布马赶紧联系归仙屋 从电视报道中看到 这里的一万五千人消失了 而且地上有许多衣服 布马说这应该跟另一台时光机有关 此时悟犯尔特兰克斯也来到归仙屋 大家都在看新闻直播 突然画面就没了 而比克此时与天神准备合体 拥有主导权的人 把手放在另一个人胸前 天神说比克的邪恶之心已经消失了 让波波放心 接着合体完成了 比克也是异常的冷静 他现在拥有了天神的记忆和知识 但是他没有办法做龙珠 他还跟波波说了声再见 就直接前往现场了 归仙屋中悟空还在睡觉恢复 特兰克斯准备也去现场 琪琪因为担心误犯不让他跟上去 比克首先到达阵上 一个怪物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一看纹路就很不好化 比克却从他身上感知到了熟悉的气 说着这个怪物现场在比克面前 用尾巴吸食了一个人 他还说下一个就轮到比克了 接着自己就爆发出了强大的气 这个怪物还说自己是比克的兄弟 而其他远处的人还同时感受到了 包括但不限于弗利萨父子的气 都集中在了一个地方 比克正来质问对方 不过怪物没有告知的意思 接着比克展示了合体的实力 他一个气功波打向怪物 烟雾散尽前方一片平地 17 18号也停车讨论 16号说西渡那边有两股力量战斗 原来他中央有能量雷达 但是不想说 16号说其中一股力量与17号相当 17号觉得雷达出问题了 而那个怪物并没有什么事情 他竟然向比克使出了魔罐光纱炮 吃惊的比克赶紧打飞这招 他们继续战斗 比克此时是占据上风的 怪物说自己还没有变成完全底 他吸食人类就是为了补充能量 是怪物自己做时光机来到这个时空 因为时光机太小 所以他才退化成弹 接着这个怪物使出了龟派七宫 吃惊的比克赶紧躲开 却被怪物一把抱住 上一个这么抱他呢是格罗博士 怪物用尾巴刺向比克 比克挣扎了一下刺中了是手臂 他开始吸食比克的生命精华 比克一个头锤挣脱出来 不过左手已经干瘪了 然后比克突然示弱的说 啊我输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相在杀了我 这个怪物就说自己叫杀鲁 是格罗博士用电脑制造的人造人 格罗博士收集了强者的细胞 准备融合制作出人造人 但是时间太久就放弃了 不过电脑没有关机会自动运行 他收集了贝吉塔 第一次来地球战斗时 大家的细胞还有弗利萨父子的 但是没有收集超赛特兰克斯的 收集的方式就是那个小型机器人 比克立马一炮轰散 沙鲁说研究已经开始了 这个时空的沙鲁24年后会完成 电脑在研究所的地下室 所以当时并没有跟着一起被破坏 沙鲁还解释他必须在地下待购三年 才能从蛋发育成熟 而沙鲁回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电脑告诉他 要变成完全体需要吸收17-18号 而在这个沙鲁存在的未来 17-18号被特兰克斯干掉了 所以他杀了那个时空的特兰克斯 并抢走时光机回到这里 然后钻到地里去了 之所以选这个时空 是时光机早就设定好的 比克猜应该是特兰克斯想告诉他们 未来的人类已经获胜了 我们就不要纠结到底有几个时空分支的问题了 反正沙鲁就是想变强 也可能是受到赛亚人细胞的影响 接着比克演完戏又重新长出了手臂 沙鲁吸收的细胞好像都不大聪明 而比克因为与天神合体 所以比当时更聪明更智慧 不过沙鲁也知道 天神不在龙珠就没有了 此时克林和他安克斯赶到现场 一阵对话之后沙鲁发现悟空还活着 这个时空的历史跟他了解的不一样 然后他发出了太阳拳 你们瞪大眼睛是几个意思 之后沙鲁就逃跑了他打不过比克 而且还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气 他现在计划是先吸收生命精华 等力量超过17号再去吸收他们 反正控制17 18号的遥控器已经不在了 他现在只要小心形势就可以了 此时比克正在懦悔自己大意 而释放出来强大的气 贝吉塔一来就震惊了 他再次不甘心自己被超越 等天气饭来了之后 比克就告诉大家沙鲁的身份 然后比克说要阻止沙鲁变成完全体 要么干掉沙鲁要么干掉17 18号 目前情况干掉沙鲁比较现实 而贝吉塔此时提出了 超越超级赛亚人的概念 他准备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修炼 然后克林和特安克斯 去破坏这个时空的地下研究所 还带走博士人造人的设计图 并将这个时空的沙鲁扼杀于摇篮里 然后特安克斯去找贝吉塔修行 克林将图纸交给布马 布马和他爸开始研究 而沙鲁已经不知道吸收多少人了 过了两三天后南区传来了坏消息 已经有一半的人被干掉了 克林他们决定坐飞机过去 这样就可以隐藏自己的气 不被沙鲁发现 而悟空终于醒了 琪琪开心的直接从窗户跳下去 他一把抱住了悟空 悟空还把琪琪举高高 悟空睡觉的时候听到大家的谈话 大概也清楚了情况 琪琪不想马上让悟空去战斗 而悟空也清楚自己目前的实力 他也提出了超越超级赛亚兰的概念 不过悟空需要修行一年的时间 他还想带上悟饭一起修炼 琪琪这次竟然答应了 不过他说战斗结束后 要让悟饭好好读书 而悟空也要好好工作赚钱 其实作为妻子和母亲 琪琪做的挺好的呀 接着悟空就瞬移到飞机上 大家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悟饭激动到哭了 然后悟空想要去天神殿的精神时光屋修炼 他还想带上贝极塔和特兰克斯 当柯林问悟空更强的敌人出现了 悟空现在是害怕还是高兴 悟空回答两者都有吧 对啊这才是悟空的设定 大家因此放松了一些 悟空来到贝极塔这 特兰克斯说 我爸爸已经三天没有打我了 然后悟空告诉贝极塔 精神时光屋修炼一年外界才过一天 不过一次只能进去两个人 但是这个设定后期就被吃掉了 所以大家不用在意 贝极塔的要求是 看尔特兰克斯先进去 另一边17号他们在悟空家没有找到悟空 接下来准备去归仙屋找 而贝极塔和特兰克斯也开始准备修炼 精神时光屋里空气稀薄一望无际 壮力为普通的十倍 已经难到这种程度了 而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17号他们也来到了归仙屋 不过没有找到悟空 彼克也不肯告诉他们 于是他们就去旁边的小岛开打 而16号继续看鸟 18号坐在石头上旁观 17号准备独自打彼克 彼克觉得只要干掉17号 就能阻止杀戮吸收了 于是开始凝聚自身的力量 合体之后确实强大 16号说了一句他不是原案的彼克 然后17号就被揍了 彼克一脚将17号踢落在地 接着又给了威力巨大的一波 不过17号及时躲了过去 可惜在接下来争斗中 彼克拿17号没有办法 原来17号是当作消遣在玩 然后彼克使出了魔空包围弹 散落在17号周围的能量波 一瞬间聚集到了17号周围并爆炸 可惜17号开启了防护罩 完美扛住攻击 然后17号建议换个地方 不然这边打会破坏自然环境的 不过此时杀戮则感知到了彼克的气 并推测彼克应该跟17号他们战斗 说着马上也赶了过去 彼克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开打 17号轻轻地跳到彼克面前 双方你看我我看你的 彼克连中三招之后 立马闪开往后跳了很远 接着双方继续护攻 两个人实力还是比较接近 不过这场实力碰撞 却引发了火山喷发 而克林则感知到杀戮正在接近 彼克这边战斗还在继续 此时布马连线归仙屋说 做出了人造人紧急制装装置 克林让布马赶紧送过来 不过他有点犹豫 17号和彼克这场打斗 在龙珠改的第73集 建议大家直接去看 双方战斗越久 17号的永久能量优势越明显 而杀戮此时已经赶到现场 杀戮突然出现在了比克他们面前 而17号并不认识杀戮 吸收大量生命精华的杀戮 开始释放出惊人的力量 比克已经不是对手了 克林他们也震惊了 琪琪说直接去找布马来遥控器啊 傻傻的在这里等干嘛 然后克林飞去找布马 天津饭飞去帮比克 就在杀戮准备对17号动手时 比克告知17号真相 并让他赶紧跑 说完杀戮就对17号发动攻击 就在杀戮的尾巴准备刺进去时 比克冲出来踢飞着他 杀戮说只要合体就会变为究极战士 16号此时也让17号赶紧跑 17号肯定是听不进去的 结果被杀戮打爬在地 比克冲过去解围 也被杀戮直接打飞 杀戮走过去又踢了一脚 16号让18号先走吧 要是都被杀戮吸收就真的无敌了 接着气喘吁吁的比克 双手于胸前聚集惊人的力量 朝着杀戮发射了激烈光弹 半个小岛直接被炸没了 只见杀戮从水里扶了上来 压根就没有受伤 杀戮一拳打断了比克的脖子 他吸收的能量已经很强了 接着杀戮一招打败了比克 并将比克丢到水里 天神殿中的悟犯十分伤心 悟空阻止了冲动的悟犯 而比克则沉了下去 悟犯想再次冲过去 却被悟空严厉的教训了一下 波波帮忙解释现在去只是送死 而悟空其实也快忍不住了 贝奇塔还没有出来 接下来轮到17号了 可惜他还不是杀戮的对手 而16号终于打算出场 18号让他别去送死 16号说17 18号都是好人 就在杀戮准备吸收17号的时候 16号一拳打败杀戮解围 他还说他跟现在的杀戮实力相当 两个人直接开打 实力好像真的差不多 虽然杀戮的尾巴刺中了16号 却吸收不了生命精华 因为16号是完全机械体 接着16号就抓住杀戮的尾巴甩了出去 他还踩住杀戮的尾巴把他拔断了 可惜杀戮有比克的细胞 所以尾巴很快又再生出来了 杀戮再次提升了自己的气 将16号直接干倒在地 就在他冲向16号的时候 16号起身就是一个火箭飞拳 杀戮直接被打飞 16号还把杀戮打进地里 然后他拆下双手 对着那个坑使出了地狱闪光炮 感觉整个小岛被灌满的闪光 大家还处在震惊之中 16号让17 18号都快点走 而17号觉得杀戮受伤不用怕了 下一秒杀戮就出现在了17号身后 他的尾巴一下照住了17号 并把他吸收进去 只见杀戮的纹路开始闪光 他开始变成第二形态 16号立马带着18号跑 可惜一下就被拦住了 接着杀戮朝16号出了一招 16号的脑壳受损 就在杀戮准备去吸收18号的时候 18号用自爆威胁杀戮不要过来 结果杀戮用17号的声音骗18号 让他也过来一起合体 可惜杀戮说了一句格罗大人 因为18号他们一直很讨厌 擅自将人类的他们 改造成人造人的博士 破功之后杀戮准备来硬的 而此时天津犯则对着杀戮 连续使出了新气攻炮 天津犯不顾性命的阻止了杀戮 并让18号他们赶紧跑 终于天津犯倒在地上了 杀戮则很生气被牵制住 他准备解决天津犯 此时悟空突然瞬移在天津犯面前 他让杀戮多等一天 一天后悟空就能打败他 杀戮觉得是玩笑话 而悟空发现了比克的气 于是带着比克天津犯 顺移回到天神殿 而杀戮则继续寻找18号 克林也碰到布马拿到遥控器 并得知遥控器要在10米内才傲笑 然后布马就开着飞机去天神殿 送贝吉塔要求新做的战斗服 天神殿中比克天津犯都恢复了 贝吉塔终于从精神时光屋出来了 特安克斯这下又帅了许多 其实贝吉塔进去两个月后就突破了 只不过一直不满意才拖到现在 交的贝吉塔自信 现在一个人可以解决 大家还告诉他杀戮又变强了 随着布马开着飞机来到天神殿 他还发现特安克斯长高不少 头发也变长了 贝吉塔解释纯种塞尔人 出生后头发都不会变 悟空恍然大悟 接着布马将特制战斗服交给大家 然后贝吉塔就去打杀戮了 悟空给了特安克斯两颗仙斗 就跟悟翻准备进时光屋了 杀戮这边觉得18号他们跑不远 所以大声在周围的小岛说 18号不出来他就慢慢消灭小岛 即使变不成完全体 但他已经是最强的了 而16号让18号别冲动 杀戮肯定还是缠你的身子 接着杀戮就真的开始炸小岛 18号立马就慌了 16号说没事那种攻击挡不死你 天神殿这边悟空正在给悟翻 解释精神时光屋的设定 门一关上就与外界隔绝 里面浴室厕所粮食都有 屋子外面据说跟地球一样大 气温会在50度到零下40度变化 空气是地球的四分之一 重力是地球的十倍 悟翻一开始很不适应 悟空说悟翻要先学会变超级赛尔人 便鼓励悟翻加油 还希望悟翻能够超越自己 不过悟翻没有掌握变身要脸 悟空让他要感受愤怒 悟翻也就是变了一下就回来了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沙鲁这边的攻击没有停止 不过18号还没有被找到 生气的沙鲁加快搜寻速度 眼看就来到18号所在的岛屿了 此时贝吉塔突然冲了出来 他们两个都降落到岛上 贝吉塔自信的要干掉沙鲁 还吐槽沙鲁长相不太给力 接着特兰克斯也赶到了 18号想跟16号先跑 16号说先观察一下 接着贝吉塔就开始居气 身上的肌肉也变大了 这是超赛一的第二阶段 贝吉塔一拳打得沙鲁尾巴竞弯 接着几下打趴沙鲁之后 还不忘吐槽沙鲁认真点 沙鲁则打不到贝吉塔了 王子基本是单方面连压 而且还不忘顺风就要浪的原则 就这么看着沙鲁把自己的气提升 然后沙鲁一拳打向贝吉塔 可惜没有什么效果 贝吉塔说自己是超级贝吉塔 咦 怎么不说南波弯呢 沙鲁想问个清楚 结果贝吉塔懒得说 愤怒的沙鲁跳上去使出了加力炮 贝吉塔依然没事 沙鲁暂时开始怀疑人生 他再次冲向了贝吉塔 结果被打落水中 在水里依然被揍 上岸后贝吉塔有点失望 沙鲁无比懊悔自己没有变成完全体 他说要是变成完全体 贝吉塔根本不是对手 贝吉塔一连里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询问了沙鲁情况 然后一脚踢飞沙鲁 克林此时发现了18号他们 正在慢慢接近中 在纠结了半天之后 克林扔掉遥控器并踩碎了他 还让18号赶紧跑 不要被吸收 而贝吉塔此时正在犹豫 沙鲁也抓住机会开始忽悠 终于贝吉塔答应了 好正了他想打败完全体的沙鲁 不过特兰克斯拦下要走了沙鲁 沙鲁还让贝吉塔管管这孩子 就在这个时候沙鲁看到了18号 特兰克斯也赶紧大声告知他们 并且拦截又冲过去的沙鲁 不过沙鲁趁机转到地下 并出现在了18号的克林面前 贝吉塔也阻止了救援的特兰克斯 16号出来挡在他们面前 接着克林先攻击沙鲁 却直接被打进墙壁 然后16号攻击沙鲁 也是不痛不痒 最后轮到18号 结果也没有改变 此时特兰克斯冲出来 告诉贝吉塔做错了 贝吉塔说难道不想看下 沙鲁到底有多强 特兰克斯说地狱般的未来 他已经受够了 他一定要阻止沙鲁变成完全体 说完他就朝贝吉塔出招打飞他 然后立马赶来帮助18号逃跑 接着痛揍了一顿沙鲁 而沙鲁找到一个机会 使出了太阳拳 这次他真的吸收了18号了 沙鲁正在进化成完全体 特兰克斯出招可惜没用 只见绿光闪电海面龙卷 特兰克斯还不放弃攻击 但是已经不行了 远处的纳美克星人 都感知到了这股邪恶的力量 完全体的沙鲁终于登场了 克林因为18号的关系 冲过去攻击沙鲁 而沙鲁则毫不在意的 感受自己的完全体 动画原创克林的气缘斩 对沙鲁无效 然后克林被沙鲁一脚踢飞了 特兰克斯赶紧去威仙斗 接下来就是贝吉塔对战沙鲁 恢复的克林说贝吉塔赢不了的 他还说特兰克斯顾及贝吉塔的感受 隐藏了更强的实力 特兰克斯说自己也是无意中领悟到的 但是不能告诉新高七要的老爸 后面我们会知道不是这样的 战斗一开始贝吉塔就一直攻击沙鲁 可惜却一直打不中 贝吉塔此时已经乱了 而沙鲁才只是热身阶段 贝吉塔让沙鲁使出全力 然后一脚踢中沙鲁要害 结果并没有效果 贝吉塔的自尊心再次受挫 他被沙鲁直接踢飞 之后从水里爬二起来 而特兰克斯还在等贝吉塔被打晕 因为贝吉塔肯定不会接受被儿子救 他知道自尊心就是贝吉塔的本体 接下来贝吉塔升到空中 准备使出超级强力的终极闪光 还不忘用言语挑战沙鲁 让沙鲁要正面接下这招 沙鲁也确实正面硬刚了这招 贝吉塔也计算了伤害范围 没有伤到地球 而沙鲁被炸掉半个身子 沙鲁开始做出懊悔的样子 不过下一刻他又再生了 贝吉塔被沙鲁打到失去意识 而特兰克斯则聚集了更强的能量 他现在是超赛一第三阶段 他把先斗给克林 让克林带走贝吉塔 接着是沙鲁对战特兰克斯 力量上明显是特兰克斯占据上风 不过他为了给克林 制造带走贝吉塔的时间 所以故意被沙鲁打 而沙鲁早就看穿了 沙鲁已经不在意不能战斗的贝吉塔 接下来特兰克斯毫无顾忌发挥实力 还将沙鲁打落地面 可沙鲁却说即使力量超过他也没用 果然特兰克斯的攻击打不到沙鲁 特兰克斯继续提升自己的力量 机肉变得更大快 可惜依然打不到沙鲁 反而被沙鲁痛揍了一顿 而在精神时光屋中 悟犯的修炼有效果了 悟空这几天却一直静坐思考 然后他站起来变成超赛一第二阶段 接着又变成超赛一第三阶段 不过他说这样赢不了沙鲁 他说第三阶段虽然力量提升很大 可惜已经牺牲了速度能量消耗也大 从平衡性来看 普通的超级赛亚人状态才是最好的 他让悟犯从现在开始 尽量保持超赛一的状态 并把这个当做普通状态 首先从消除超赛状态的兴奋感开始 要学会保持内心的平静 悟空总能找到正确的路子 而沙鲁其实也看穿了 超赛一第三阶段的弱点 而且他自己也能变成这样的状态 不过这种状态牺牲而速度没太大用 他还说贝吉塔都知道这点 特兰克斯才明白是自己太年轻了 他此时已经丧失斗志了 克林这边中途为了贝吉塔吃鲜豆 贝吉塔醒来感知到特兰克斯的情况 立马就飞去救特兰克斯 而沙鲁此时问了特兰克斯几个问题 如果他给大家时间是不是还会提升 特兰克斯说不清楚但是可以试试 沙鲁还问悟空怎么没有来 特兰克斯说他为了达到沙鲁在修炼 于是沙鲁准备举办武道会 他要跟更厉害的人战斗 赛亚人的细胞就是浪 特兰克斯不明白为何沙鲁要这样做 沙鲁说跟强者战斗可以提升自己 还能让世界感到恐惧 他对征服宇宙没兴趣 非要说原因大概就是为了享受吧 最重要的是看到人类恐惧的表情 说完就走了 贝吉塔他们此时赶到现场 特兰克斯告诉他们情况 他和贝吉塔都想再次修炼 而16号也想参加战斗 特兰克斯不理解 但是克林带着16号去找布马修理 因为他觉得人造人并不坏 之后大家来到布马家 特兰克斯也见到外婆 布马的爸爸修理16号 归系人解释了之前武道会的情况 沙鲁则找了一个地方 开始制作武道会的擂台 然后去电视台进行直播 先介绍一下自己是谁 然后说自己9天之后 要举办名为杀戮游戏的武道会 规则是他一堆多车轮战 投降或者掉到场外算输 被干掉也算输 如果大家都输了 他就毁灭世界 说完杀戮就走了 贝吉塔准备去天神殿修炼 布马先帮特兰克斯剪头发 地球目前一片混乱 天神殿中比克解释精神时光污 一生只能待两天 超过48小时 房间出口将消失再也出不来 按照这一集的设定 贝吉塔和特兰克斯还能用23小时 然后悟空和悟饭终于出来了 悟饭长高不少 并且他们一直保持超赛状态 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吃一顿 贝吉塔也感受到了悟空变了 布马此时正在修理16号 他脑子里都是悟空的资料 估计是回路太多 16号还具有某种温柔特质 悟空这边已经知道情况了 他又换回了自己的衣服 而悟饭让比克给他做一套战斗服 贝吉塔问悟空是否可以打败沙鲁 悟空说还是先去看看再说 他来到了沙鲁这边 悟空说自己一定会来 并让沙鲁在这个期间不要再杀人了 回到天神殿后悟空轻松的说赢不了 比克开始安排进金神石光屋的顺序 天津饭主动放弃因为差太多了 不过悟空说他而悟饭就不修炼了 大家都很吃惊 悟空说进去也没用还是好好休息 他还说自己已经超越贝吉塔很多了 之后他就带着悟饭来到了卡琳塔 雅琪罗北市已经住在这里了吧 接着悟空准备运气 让猫仙人帮忙看下是否能超过沙鲁 天神殿上比克说 悟空他们已经将超赛常态化了 悟吉塔说悟空应该觉得那是 最佳状态平日保持的话 就算战力提升对身体负担也变小了 说完悟空就开始提升自己的气 采用了一半的力量就被叫停 但猫仙人说可能还是沙鲁更强一些 悟空则说跟自己想的一样 然后带着悟饭去归仙屋 悟吉塔也要更加努力修炼 悟空现在的计划是休息三天 锻炼三天然后再休息三天 齐喜看到悟饭的发色 也为他去懒罢了 而沙鲁在做一些乐身运动 悟空和悟饭去钓鱼 悟饭很开心有爸爸陪伴 克林此时也过来了 因为第一次打悲吉塔时 悟空说过要带悟饭一起钓鱼 而克林则抱歉自己没有停止18号 只有他们家常离短的回忆了过去 然后悟空他们还去野餐 中途人类还去攻打沙鲁 结果可想而知了 悟空此时去找比克 想让比克跟天神分体 因为需要龙珠复活人类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悟空就准备去找纳美克星人 让他们找一个人来做新天神 波波很开心了 可惜悟空感知不到纳美克星人的气 于是他先去找戒王 而戒王正在睡觉 他好像不知道地球发生了事情 还说悟空身边怎么老有大事发生 悟空也告知了来意 戒王探测出了位置 然后悟空就去找了 纳美克星人虽然没见过悟空 但是知道悟空救了他们 悟空告知来意之后 大家推选丹迪去做新天神 然后他们就回到天神殿了 悟空还带了克林和悟饭过来 大家都很开心 丹迪说做龙珠要一百天 不过要是复活地球上的那条龙 可以马上完成 克林希望可以许三个愿望 比克希望一次可以复活多个人 丹迪说没问题 不过复活多个人等于用掉两个愿望 然后波波就拿出了神龙模型 丹迪立马就让神龙复活了 各处的龙珠都苏醒了 悟空让悟饭不用修炼陪丹迪玩吧 然后就去找龙珠了 而大家还是不明白 悟空知道打不过杀戮 为何还如此轻松 对了 撒旦在这个时候也出场了 作为世界格斗冠军的他 也要去参加杀戮游戏 很多人类都支持他 很快时间就到了 大家也都做好准备 不过克林说神龙还是没有办法 复活已经复活过一次的人 丹迪也说自己没加这个设定 不过悟空说大家都不要挂掉就好了 然后他们就出发了 杀戮游戏就要开始了 除了直播了记者 现场没有其他观众 撒旦第一个到场 还鄙视了一下杀戮 接下来他的举动 全书也不知道怎么讲 不知者无畏吧 然后是贝吉塔先到 16号也来了 他胸前的红段带标志 被贴上了胶囊公司的贴纸 接着悟空他们也都来了 我还是喜欢漫画的这一夜 悟空准备第一个上场 不过撒旦想要先上 还记得那个国王吗 他在电视前没认出超赛的悟空 接下来动画原创了 撒旦的两个弟子登场 他们很快就被杀戮干掉了 然后撒旦亲自出场 他拿出了15块瓦片 劈开了14块还剩一块 我开始同行杀戮了 然后撒旦对杀戮发起了 而这个连续攻击 只有被一拳打飞场外 不过撒旦在下一个篇章很重要 撒旦其实人不错 终于到了悟空出场 双方一开始就快速护攻 悟空虚晃了一招 然后将杀戮踢出场外 不过大家都会飞 就不要玩了 接着悟空顶住杀戮攻击 将他踢了上去 跟上就是龟派七弓 然后又闪到身后攻击杀戮 杀戮也直接回击将悟空打下去 双方都还只是在乐身阶段 接着悟空开出了 超赛一的最佳状态 而杀戮也不甘落后的 提升了自己的状态 杀戮说了一句来吧 悟空就毫不留情的连续攻击 杀戮看上去很开心 两个人频频交手 杀戮似乎还有余地 动画原创的杀戮使用 四身拳攻击悟空 接着又用了比克的招式 不过悟空还是一打四的打趴杀戮 杀戮趁机使出了切割光盘 准备使出超强力龟派7攻波 废吉塔竟然说出了助手 为了保护地球 悟空立马跳到空中 然后瞬移到杀戮后面踢了一脚 杀戮觉得悟空的瞬间移动很麻烦 不过他猜到悟空为了保护地球 一定会跳上去的 而杀戮也不想破坏地球 比赛继续 杀戮在速度上占据上风 你们闪现是真的没有CD 这场战斗在龙珠改的89级 可以去感受一下 接着杀戮为了让比赛更加尽兴 他将擂台直接炸没了 16号保护了撒旦他们 杀戮现场改规则去掉了边界 战斗也是越来越激烈 双方疯狂呼呕 悟空一拳把杀戮打进地里 杀戮跳起来就是一堆气波回击 悟空又从爆炸中飞出来 准备全力发射龟派7攻 就在杀戮觉得不可能打向地球时 悟空一个阿闪 近距离正面打中杀戮 杀戮被炸掉半个身子 不过有比克细胞的杀戮 很快又站起来重新复活了 双方都损失了一些气 战斗再次摆乐化 护给一拳之后 悟空和杀戮都有点喘 然后悟空攻向杀戮被踹了一脚 又被一拳打进岩石中 不过悟空冲出障碍 对着杀戮持续气波攻击 感觉比王子的要疼一点 杀戮开出了防护罩才挺下这招 杀戮让悟空吃个仙豆再打吧 他还想好好打一场 而悟空则突然认输 这下惊呆了一群人 不过悟空要指定下一个出场的人 还说这个人打不过就都输了 这个人就是悟饭 比克第一个不答应 看直播的琪琪也疯了 而悟空并没有开玩笑 他发现了悟空的潜力 悟饭也做好心理准备了 然后悟空还把仙豆给了杀戮 你这样卖儿子等一下他会坑爹的 接着悟饭聚集了惊人的力量 杀戮首先攻击 悟饭还真的从容不迫 可是下一秒认真的杀戮就开始狂揍悟饭 而悟空一脸淡定 悟饭起身再次摆好架势 杀戮飞在空中对悟饭发动攻击 悟饭又被杀戮打飞出去 比克这下要抓狂了 悟空让杀戮好好看后面 悟饭又走了出来 悟饭对杀戮说这样的战斗没有意义 他不想干掉杀戮 杀戮觉得你几个意思 悟饭说他知道为什么悟空说他能赢 因为他在愤怒的时候 会爆发不可思议的力量 杀戮听到之后却反而想激怒悟饭 悟空也在等着悟饭发怒 杀戮继续想办法激怒悟饭 悟饭忍不住回踢了一脚 杀戮更加确认悟饭说的是真的 他用弗莉萨的死亡光束攻击悟饭 还趁机暴住跳开的悟饭 悟饭疼痛不已 比克准备冲上去帮忙 却被悟空阻止 因为比克打不过杀戮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悟饭的发怒呢 然而比克说悟饭不喜欢战斗 悟饭也不知道这个计划 悟饭现在想的应该是为何不救他 悟空这才恍然大悟 你们到底谁是情蝶 他要仙斗准备战斗 杀戮这边悟饭已经不行了 然后杀戮又想到了新的办法 他先去抢了克林的仙斗 并告诉悟饭他的同伴有危险的 此时16号突然抱住杀戮 他准备和杀戮一起自爆 这是他最后的杀招了 可惜并没有发生 因为那个足以炸飞地球的炸弹 已经被不满的爸爸取而出来 然后16号就被打碎了 杀戮还把他的头踢到撒旦面前 接着杀戮从尾巴处 拉出了7个小杀戮 小杀戮们冲向悟空他们 大家只能迎战了 悟空因为刚刚战斗 消耗太多所以不是对手 天津饭和杨木茶去支援他 不过大家终归不是对手 悟空还是懊悔自己的失误 悟饭此刻不知所措 而16号的头突然说话 他让撒旦把他的头扔到悟饭那边 关键时刻撒旦很可靠 他顶着被波及的危险 将16号的头扔了出去 16号对着悟饭说 为争议而战不是罪恶 他明白悟饭的感受 但是自由发泄吧 接着沙鲁将16号的头踩爆了 悟饭此刻终于发怒了 生气的他终于变成了 带电的超级赛尔人第二状态 他一把抢过沙鲁的仙斗 又一招干掉了一个小沙鲁 还救了克林 接下来仅用弃救阵飞的小沙鲁 然后悟饭将仙斗跑向空中 在掉下来之前就打发了四个小沙鲁 不死心的小沙鲁 对着悟饭使出了 龟派七弓和魔罐光纱炮 还有两个七弓炮 悟饭此刻只有愤怒的表情 小沙鲁被全部干爆了 沙鲁和超赛二的悟饭开打 沙鲁的攻击都被化解了 比克才明白悟空第一个上场的目的 是为了让悟饭看透沙鲁的招式 接下来沙鲁也凝聚出了惊人的力量 不过悟饭看不上 沙鲁一拳打向悟饭 未见什么效果 而沙鲁挨了悟饭两拳之后 竟然有点站不稳 悟饭接连打飞沙鲁的招式 沙鲁已经开始有点害怕了 他跳到空中全力一击规派气功 悟饭也不紧不慢地使出了规派气功 对波反弹到沙鲁这边 沙鲁再次被炸掉半个身子 悟空让悟饭赶紧了结沙鲁 而悟饭觉得太便宜沙鲁了 悟空让悟饭不要再逼沙鲁了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而悟饭等着沙鲁再生 绝境的沙鲁变得巨大了 失去冷静的他不是悟饭的对手 沙鲁无法维持完全体了 他吐出了18号 克林很激动 沙鲁退回了第二形态 然后沙鲁变成了巨肥的自爆形态 还让悟饭不要攻击 一攻击就会爆炸 悟饭开始懊悔自己太浪了 悟空此时看向大家 他做了一个感人的决定 悟空瞬移到沙鲁面前 表扬了悟饭的成长 还让悟饭帮他跟琪琪道歉 最后说了一句再见的悟饭 他将自爆的沙鲁带到剑王这里 剑王星就这么爆炸了 悟饭也哭了 克林过来安慰悟饭 悟饭还在自责 克林也爆起了18号 此刻在蛇道中 剑王他们顶着个圈圈正在飞 不过并没有沙鲁的灵魂 沙鲁还没死 悟饭身后突然传来强大的气 一道光束飞出 特兰克斯首先被贯穿了 沙鲁说他脑中有块很小的肉 只要没被破坏就能无限再生 自爆的时候核心没有被破坏 而且重生后战斗力还提升 也学会了瞬间移动 而悟饭却有点高兴 因为这样他就能亲自干掉沙鲁报仇 贝吉塔看到特兰克斯挂了 他要为特兰克斯报仇 王子发疯式的攻击 却被沙鲁打到地上 就在沙鲁准备干掉贝吉塔的时候 悟饭冲过去帮他挡住这招 不过也因此悟饭的左手受伤了 耳仙斗也用完了 沙鲁准备用龟派气功了结他们 悟饭这下也觉得不行了 然后骄傲的贝吉塔向悟饭道歉 沙鲁准备干掉地球 然后在瞬间移动到其他星球 此时悟空连线悟饭 他让悟饭全力对个波 还让悟饭一定要相信自己 在悟空的鼓励下悟饭重来斗志 他单手邻居归派气功 对波就这么开始了 只见沙鲁再次加大马力 悟饭眼看就要被压制住了 悟空则鼓励悟饭要爆发出全力 悟饭的气势慢慢压过去 可惜沙鲁又又加大马力 悟空让悟饭不要担心地球被破坏 可用龙珠复活的 动画原创了以下画面 彼克此时出波打枪沙鲁 结果被沙鲁打飞 大家也都冲上去攻击沙鲁 这段原创挺好的 接着才是原作剧情 悟饭给了沙鲁有效果的一击 沙鲁暂时分得神 悟饭趁机使出全力 终于将沙鲁粉碎了 悟饭终于获得了胜利 地球也得救了 我是全叔 下面是善后工作 你们是不是吓了一跳 大家都去天神殿治疗 克林也带上了18号 贝吉塔觉得彻底输给悟空父子 决定再也不战斗了 撒旦吹牛说自己干掉沙鲁 然后被全世界直播出去了 天神殿中丹迪治疗了悟饭 悟饭心里悟空一直在 彼克表扬了悟饭的成长 丹迪也治疗了18号 彼克说是克林救了18号 悟饭说原来克林喜欢18号 18号不领情地离开 然后丹迪召唤出神龙许愿 18号又回来偷听 第一个冤枉让被沙鲁干掉的人复活 第二个冤枉没有办法复活悟空 丹迪此时想到了波伦家 而悟空连线大家说 因为自己似乎很容易招来坏人 所以自己还是不要复活比较好 而且界王也让悟空保留了肉体 还不会衰老 所以就不用再复活自己了 悟空还是那么乐观像小时候一样 大家似乎都被感动了 哎 神龙你还在 第二个冤枉克林希望 把17 18号回复回人类 不过神龙的实力做不到 克林说那就拆除他们的爆炸装置吧 实现之后神龙就消失了 克林说自己确实很喜欢18号 不过感觉17 18号才是一对吧 比克搞不懂这种恋爱的感觉 18号跑出来说白痴 17号是他的双胞胎弟弟 然后对克林说了一句后会有期 18号就这么离开了 克林看来有希望 之后大家就分道扬镳了 特兰克斯也知道贝吉塔 为了帮他报仇冲向杀戮 琪琪在知道悟空挂了后 痛苦不已非常伤心 第二天特兰克斯回到未来 他告诉未来不满情况 还说贝吉塔人不错 然后他解决掉了未来的人造人 未来的城市得到了重建 特兰克斯也干掉了这个时空的沙鲁 沙鲁游戏后的一个月 乌饭过着正常的生活 小特兰克斯在学走路 撒旦挑战P20片砖瓦 结果又剩一片 而悟空跟剑王过得很愉快 沙鲁被消灭的七年之后 乌饭已经16岁了 之前都是在家自学 琪琪要他到撒旦市的一个高中上课 撒旦市的名字主要是纪念柱在这边 被乌认为就有地球的撒旦而改名的 乌饭在上课的路上也会坚毅勇为 为了不暴露自己而变成超赛状态 因此被大家叫做金色战士 有一次他遇到了比迪丽 他是撒旦的独生女 比迪丽丽也喜欢维护正义 而且他还在找金色战士 还得知他跟金色战士是一个高中 那天正好是乌饭上学的第一天 乌饭的校园生活还不错 就是比迪丽怀疑乌饭是金色战士 之后在体育课的棒球比赛中 乌饭虽然控制力导 但还是比普通人厉害太多 乌饭隐藏实力是因为 布马而齐齐交代过 如果乌饭暴露身份会引起骚动 可惜乌饭还是引起比迪丽的怀疑 然后乌饭来找布马帮忙 特安克斯这个时候也长大了 贝吉塔还让乌饭不要懈怠修炼 布马很快做好了一个变身器给乌饭 然后乌饭就回家了 中途又建议勇为了一下 还自称为赛亚超人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比迪丽收到了坏人的情报 于是立马赶去支援 乌饭因为担心出事也跟过去 比迪丽跳上了被抢的大巴 坏蛋很快被打倒了 不过车也不小心掉下去 还好乌饭这个时候救了大家 就是这个自我介绍过于鸡牛战队 另一天乌饭和他的亲弟弟悟天 发现一只小怪兽不见了 晚上他们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了他 应该是被抓去表演了 第二天乌饭就去把小怪兽救出来 不过因为来硬的 所以引起了骚动 比迪丽也出来阻止 此时小怪兽呼唤了自己的爸妈 于是大怪兽过来互载了 乌饭告知比迪丽的情况 不过大怪兽有点失控 乌饭也说漏嘴了自己的半个名字 这下被比迪丽逮个正着 然后乌饭先打晕了小怪兽的爸爸 再带着他们一起回家 而此时的撒旦还在陶醉以前的胜利 比迪丽这时听到了孙悟空的名字 第二天比迪丽就揭穿了 乌饭就是赛亚超人的身份 他还猜到悟空是乌饭的爸爸 并邀请乌饭参加一个月后的天下第一武道会 他还想跟乌饭学武功术 接着乌饭就来找布马商量 主要是武道会不能戴头盔 乌饭又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于是布马就帮他换成了头巾和墨镜 我的心情跟特安克斯一样 此时贝吉塔说乌饭参加他也参加 上一期说好不战斗的呢 然后悟空通过戒王连线乌饭 他也要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 他拜托称补婆婆在那天让他去人间 贝吉塔突然就开心了 乌饭还来通知 克林你头发怎么长出来了 克林和18号结婚了 还生了一个女儿 他们因为奖金也参加武道会 乌饭又被吐槽了装扮太土 接着乌饭来到天神殿通知比克 但敌长大了伯伯没变 比克也吐槽乌饭的装扮 之后乌饭回家跟琪琪说 琪琪很开心 而且乌天第一次见爸爸 琪琪考虑要不要做个美龙 乌饭此时说出自己也想参加 而且冠军有1000万亚军500万 琪琪立马就答应了 正好家里的钱快花光了 隔天乌饭让乌天辅助自己修行 首先是乌天朝乌饭丢石头 恢复一下自己的反射神经 结果乌天的实意吓了乌饭一跳 毕竟这是悟空超赛状态有的吧 乌饭让乌天站远一点扔 乌饭已经开始适应了 此时乌天问乌饭 自己可以变成超级赛尔人吗 乌饭说要进行严格的修行才可以 话没说完乌天就变了 乌天说妈妈会和他过招 不过因为变超赛头发颜色会变 妈妈觉得像小混混所谓不让变 然后乌天和乌饭过招 因此才发现乌天不会飞 乌饭准备先教乌天悟空术 此时比迪丽来找乌饭 乌饭还让乌天不要暴露超赛的形态 回去的路上乌天还说 特安克斯比他还厉害 乌饭你要加油啊 此时琪琪以为比迪丽是来找乌饭约会的 然后乌饭就回来了 琪琪还让比迪丽不要打乌饭主意 接下来乌饭从零开始教比迪丽学会运气 乌天就不需要了 吃饭的时候琪琪也做了比迪丽的份 在得知比迪丽家特别富有的时候 琪琪立马问乌饭什么时候结婚 乌饭立马喷了 然后乌饭继续教比迪丽 而乌空也在新界王星训练 这时南界王过来观看 还带上了南区的高手哈伯英 南北两界王金长英 谁负责区域的战士比较厉害斗嘴 这一次在乌空展现了超级塞尔人的力量之后 南界王默默的走了 北界王很开心了 而此时比迪丽终于能服起来了 不过跟乌天比差太多了 临走前乌饭说比迪丽最好剪短发 比迪丽脸红觉得乌饭喜欢短发 结果乌饭的意思是这样比较好战斗 比迪丽生气的走了 另一边特兰克斯和贝吉塔 在家里进行150倍的重力训练 特兰克斯在得知乌天要参加天下第一舞蹈会之后 也想要训练参加 然后就变成超级塞尔人 在150倍重力房间乱跑 贝吉塔惊呆了 特兰克斯还说乌天也可以 贝吉塔觉得这是超赛大甩麦 然后他让特兰克斯攻击自己 只要打中贝吉塔的脸 就带特兰克斯去游乐园 一番攻击之后真的打到了 还逼得贝吉塔还击 贝吉塔还问儿子跟乌天谁强 特兰克斯说乌天比他弱一点 而且乌天还不会飞 贝吉塔有点吃惊 第二天比迪丽剃了短发 来找乌饭继续修炼 比迪丽终于会飞了 不过比迪丽没有注意到 自己已经比他爸撒旦强很多了 几天之后比迪丽能够自由飞行了 其他人也都在认真准备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比赛那天 悟空也停下了所有的修炼 专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大家都很期待见到悟空 乌饭在飞机上说明了 因为之前打杀戮的时候 超赛状态被拍下来 为了避免麻烦 所以这次武道会不能变身 终于大家来到岛上 撒旦还是那么受欢迎 比克也到了 最后悟空终于来了 一堆人喜极而泣 乌天第一次见到他爸爸 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就去报名了 15岁以下了只能参加少年部 接着大家去预赛会场 悟空得知克林28号的事情很吃惊 比克中途破坏了会场的录像设备 这样大家的样子就不会暴露 而那个超敬业主持人还在 他立马认出了悟空他们 还说达到杀戮的应该是悟空他们吧 没有悟空的武道会很无聊 他还注意到了悟空头顶的光环 悟空说自己已经挂掉了 今天特意回来参加比赛 主持人立马就接受这个设定了 这次的预赛没有比武了 直接用测拳机器测试数值 前食物名将通过预选 比克还把所有的照相机破坏了 这样悟翻就不用担心自己暴露了 接下来撒旦先测试自己的数值 大概是137分 18号则轻轻地打出了774分 工作人员还以为机器坏了 悟空他们之后也小心控制力道 尽量不要超过撒旦太多 不过贝吉塔一拳直接打碎机器 然后他们就去看少年部的比赛了 主持人还从长相认出了 悟天就是悟空的儿子 没有什么悬念地来到少年部决赛 悟天对战特安克斯 撒旦也过来观战 因为要安排他跟少年部冠军进行指导性的表演赛 比赛一开始悟天与特安克斯就进行了激烈的护攻 观众们也是看得很过瘾 然后特安克斯用气波攻击悟天 悟天闪开后特安克斯又操控气波往上不要打到观众 然后悟天也展示了自己刚学的规派气功 不过还没能很好的控制 双方继续开打 特安克斯将悟天抛向空中后 从后面紧紧地架住悟天让他投降 不过悟天变成超赛挣脱开了 接下来特安克斯准备 不用左手的打赢悟天 然后他们再次开打 几下对攻之后特安克斯中了一拳 他单手出波逼飞悟天 悟天从天而降准备攻击 特安克斯趁机躲开 悟天用气波转向直奔特安克斯 特安克斯则瞬间超赛 并用左手出波打中悟天 悟天没有杀住车踩到观众席出局 冠军是特安克斯 悟天则说特安克斯耍赖皮变身还用左手 在特安克斯准备送悟天玩具后 两个人又有说有笑 贝奇塔此时排着悟空的肩膀说 还是他儿子厉害点 接下来是萨蛋与特安克斯的表演赛 萨蛋知道自己肯定打不过 于是骗特安克斯 先轻轻地打自己一拳 不过特安克斯这一拳好像不轻 萨蛋也直接说自己输了 让观众以为自己是故意输给小孩的 回到休息室的萨蛋也是不容易啊 离成人部比赛还要30分钟 特安克斯想办法放倒了一个 成人部入围选手蒙面人 然后他跟悟天两个人套着一服参赛 另一边塞亚人们正在疯狂吃东西 出来之后他们碰到了两个 一看就不是地球人 对方还跟悟空打了招呼 抽签时还要两个头上大M字样的人 贝奇塔第一场就对上了悟空 真是令人激动了 虽然这次比赛不是重点 但还是要说下规则多加了 一场比赛时间限制为30分钟 时间到没分胜负裁判直接定 既然比赛不是重点 那我们就快速过 首先是克林很快击倒了对手 然后比克对战辛 不过打都没打就直接认输了 下场后新承认自己是戒王神 旁边能够呼吁叫杰比特 设定是四位戒王之上是大戒王 大戒王之上是戒王神 回到比赛场上 比迪利已经将额头有M字的斯波比奇打趴下 不过斯波比奇样子有点奇怪 他似乎不知道疼痛 脖子还能自己扭回来 之后比迪利就被无情的摧残 不过他就是不肯认输 乌范则暴怒的变身超级赛亚人 就在他冲出去的时候 斯波比奇的同伴仰慕提醒他 赶紧赢得比赛不要忘记KPI 比迪利这才得救了 因为没有仙斗 所以悟空瞬移去拿 不过只有三颗 猫心人还提醒悟空要当心 接着悟范为了比迪利吃仙斗 两个人的感情变得更好了 之后第四场比赛杰比特对战悟范 因为没有头巾 悟范被同学认出来了 同学还给悟范加油 比赛开始杰比特要悟范 变成超级赛亚人状态 斯波比奇拿着一个东西在测量 比克让悟范听话变身 借王神说希望悟空他们能够配合自己的计划 他说悟范变身后 斯波比奇他们应该会袭击悟范 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插手 斯波比奇的目的是夺取能量 接着悟范就直接变超二 然后借王神定住了悟范 斯波比奇趁机去吸收能量 然后就跑了 借王神则准备跟在他们后面 杰比特之后会恢复悟范的能量 悟空也准备跟着借王神一起去 不过贝奇塔不怕暴露身高的抗议 他只想与悟空打一场 之后大家就都过去 也跟着悟范一起去 接下来借王介绍这个篇章的设定 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做比比迪的邪恶魔导师 偶然制作了一个叫做不欧的魔人 不欧没有理智也没有感情 喜欢破坏与杀戮 还干掉了四位借王神 比比迪也不能控制不欧 每隔一段时间比比迪就会把不欧封印到蛋里让他休息 而比比迪把这个蛋带来了地球 借王神在不欧的封印解开之前就干掉了比比迪 不过那个蛋就留在地球 因为觉得还是不要乱动比较好 而且解封的方法只有比比迪知道 结果最近得知比比迪有一个孩子 跟他爹一样邪恶的魔导师巴比迪 他也能解开魔人不欧的封印 巴比迪本身不强 就是会用一些麻烦的魔法 他会控制内心邪恶的人 而斯波比奇去参加武道会 就是帮助吸收纯粹的巨大能量 借王神他们也是看重这一点 所以才放任斯波比奇吸收 因为借王神在地球 没找到巴比迪的位置 所以才出此险招 借王神似乎很惧怕不欧苏醒 所以当时才没有做多余的事情 比迪利飞到一半跟不上放弃了 悟犯还好好安慰了他 比迪利也猜出了 打败沙欧的是悟犯他们 然后大家就会合了 而斯波比奇也来到了魔导师者 原来飞船藏在地底 所以没找到 这也代表巴比迪知道 借王神来地球找他 比克想趁机进攻 借王神说还是观察一下 接着小只的巴比迪 带着达普拉就走出来了 达普拉是魔界之王很厉害的那种 不过被巴比迪控制可能是因为 他本身内心邪恶比较好控制 巴比迪在拿到能量之后 就干掉了没用的斯波比奇 另一个手下普怡也干掉了雅木 让不欧复活的办法 就是输入大量纯粹的能量 巴比迪也发现了借王神他们 并且有三个人的能量是不欧需要的 他让达普拉干掉没用的人 然后引借王神和那三个人来飞船 因为巴比迪要亲自打败借王神报仇 接着达普拉一瞬间就秒了杰比特 然后朝克林和比克吐口水 克林和比克就被石化了 要是不小心碰坏就不能复原 复原的方法就是打败达普拉 接着达普拉就回到飞船 悟空他们也跟了过去 为了解救被石化的比克和克林 悟空他们直接闯入巴比迪的飞船 借王神也跟了过来 他还是很怕摩人波欧的力量 还让大家不要制造过大的冲击 以防不小心唤醒了摩人波欧 虽然这样波欧会在不完全状态苏醒 借王神觉得即使这样大家也打不过 接下来第一层的战士出场 就是上一期那个普一 面对塞亚人他很自信 而巴比迪把带来的能量 注入到波欧的弹中却发现 这一次的能量十分巨大 他开始后悔干掉斯波比奇他们 不过达普拉说飞船里还有三只 于是他们去看第一层的情况 结果塞亚人正在剪刀石头布 他们在决定出场顺序 对于他们来说这跟游戏一样 贝奇塔首先出场对战普一 他在接下了普一的攻击之后 又完全闪开了普一的招式 还把他给踹飞了 实意差距太大的比赛没看头 巴比迪也看得很着急 他用魔法将第一层变到 适合普一战斗的星球 这个星球重力是地球的十倍 不过对于贝奇塔来说小菜一叠 普一很快就被干掉了 来到第二层轮到悟空出场 巴比迪派出的是魔兽野哥 他与悟空过了几招之后 悟空的衣服就被划破了 然后巴比迪将这一层空间 转移到了野哥喜欢的暗黑星球 照理说一片7A应该黑屏的 不过全书还是能看清大家的动作 而野哥也被悟空揍了一顿 接着悟空变身超赛一发光 而野哥则开心的把那个光吸进来 他好像能吸收光作为食物 接着悟空就狂变超赛一 野哥也是疯狂吸收 悟空瞬间加大力量 野哥把自己撑爆了 然后大家来到第三层 贝奇塔也知道悟空又变强了 达普拉准备出场 而这次轮到悟饭出场 不过达普拉先进冥想室 通过冥想提升自己的战力 然后我们看下漫画里面 巴比迪飞船的构造是这样的 达普拉还没出来 我们看看武道会怎么样了 突发的情况大家都一头雾水 然后撒旦想到一个好主意 就是剩下的五个人多人混战 工作人员也很佩服撒旦的勇气 因为常理来说肯定是其他四个人 会集中攻击最厉害的撒旦 撒旦也是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然后混战就开始了 18号而特安克斯他们 很快就将两个对手打出场外 就在撒旦以为剩下的人都很落实 18号而特安克斯他们进行了 十分激烈的对攻 没人理撒旦 18号他们从地上打到空中 观众看得很激动 你们是没看过前几戒吗 一番较量之后 然后他们就踢中了18号 这个集挺很帅啊 结果18号奋力反击 将特安克斯他们打入了坑中 还差点害得撒旦掉出场外 接着特安克斯的悟天在坑中 互相调换的位置 他们继续攻向18号 因为悟天在上所以攻势不一样 18号差点又中招了 不过在女儿的鼓励下 18号的眼神变得坚定了 悟天他们又被打入坑中 他们又换了回来 接着他们俩都变成了超级赛尔人 这下18号知道他们是谁了 特安克斯朝着18号除了一波 你们要让克林守果吗 18号决定速战速决 他先是叫出了他们的名字 然后又切断了他们的衣服 这下特安克斯的悟天就暴露了 而且失去了比赛资格逃走了 现在只剩下撒旦了18号了 气氛烘托到这个份上 撒旦也很辛苦的 而此时18号很懂事地加住撒旦 跟他商量给18号2000万的话 冠军就给撒旦拿走 为了自己的名誉撒旦答应了 18号立马假装自己被打飞 接着撒旦攻向了18号 18号回击了一下 他让撒旦把他抛出去 然后用撒旦的绝招将他打倒 这个绝招看起来很尬 18号立马装作飞出场外 撒旦取得了胜利获得冠军 其实也正是有了撒旦 悟空他们的生活 才让不被普通人打扰吧 另一边刚跑出来的 悟天而特安克斯遇到了比迪利 在得知魔人的情况后 两个小家伙兴致冲冲地飞过去 回到巴比迪这边 达普拉终于出关了 悟饭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达普拉让巴比迪选一个 类似地球的战场 具体是哪里我不大清楚 反正没有一话是多余的 悟饭率先攻向达普拉 达普拉也一一回击 悟饭此时跳到水里发射7波 引开达普拉注意之后又跳出来 一脚踢飞达普拉 而达普拉又冲开碎石 便控制碎石攻向悟饭 废墟处金光炸裂 只见悟饭变身超恶状态 达普拉接连受到攻击 不过他还能与悟饭一战 接着达普拉拿出实力 他还能从口中喷火 在闪过悟饭的攻击之后 一波将悟饭打飞 悟饭也学悟空当年的招式 从水里出两个气功波 捞乱对手 可惜出水的时候被击中了 悟饭你果然属于修炼啊 贝奇塔和悟空也看出来了 接下来的战斗中 悟饭落于下风 还窥界王神提醒 才没有中招变成石头 中途达普拉还变出一把剑 砍掉了几根黄毛 悟饭继续处于下风 在空手接白刃之后 悟饭掰断了那把剑 贝奇塔此时忍不住了 他想亲自干掉达普拉快点结束 因为贝奇塔只想跟悟空对战 此时达普拉心生一计 他让巴比迪先把大家弄回飞船 达普拉说他发现贝奇塔有邪念之心 可以通过控制贝奇塔让他们对打 动画原创的贝奇塔这个时候 训斥乌饭以及跟大家吵架的情节 主要是想以此来加深 贝奇塔此时的怨念 让之后的桥段更合理吧 接着巴比迪准备控制贝奇塔 戒王神也猜到了 贝奇塔先是变身超赛状态抵抗 戒王神让他集中注意力 巴比迪此刻则引出了 贝奇塔自身的潜力 只见贝奇塔那高高的额头上 出现了M字样 接下来巴比迪将他们移动到 天下第一武道会场 不过贝奇塔并没有受巴比迪控制 他一心只想跟悟空战斗 他仅凭气波就将悟空推开 还炸了武道会场 他问悟空到底打不打 悟空才明白贝奇塔是故意被控制 接着贝奇塔又干掉了一波观众 还挑衅的看向悟空 生气的悟空也变成了超赛状态 戒王神急忙阻止 因为战斗的话能量会被吸收 而贝奇塔也承认自己是故意被控制 因为只有这样悟空才会跟他打 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贝奇塔不甘心自己被超越 而且还被悟空救过一命 他要打败悟空证明自己 而悟空此时对巴比迪喊话 换一个没人的地方战斗 戒王神再次阻止 要打的话就把我干掉吧 悟空也表明了可以干掉的决心 此时场上只有好战的赛亚人 悟空这一台手坚定不移 戒王神终于放弃了 然后大家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戒王神也看开了 他准备带着悟饭去打巴比迪 趁着波欧苏醒前打败他 也比被吸收能量好 听到计划的巴比迪 要控制贝奇塔干掉戒王神 不过贝奇塔拒绝 他真的一心只想和悟空战斗 他的自尊心再次爆发 巴比迪也无法控制 悟空更加明白贝奇塔心意 达普拉建议巴比迪把门打开 战斗给悟饭之后 让悟饭要回向打杀鲁的愤怒之心 这样就可以打赢敌人了 而悟空与贝奇塔对战即将开始 两个人都是超赛二状态 贝奇塔首先攻向悟空 他的攻势坚定而伶俐 接着两个人又比起了腿法 基本势均力敌 攻击未曾停歇 两人都中了对方一拳 悟空给了贝奇塔一脚 贝奇塔闪开第二招 朝着悟空腹部出波 深坑之中又传出了气波 贝奇塔立马回击 对波就这么开始了 气环束缚住悟空 他一边打悟空 一边生气自己之前不如悟空 而悟空挣脱了束缚 将贝奇塔打进一个山洞中 两个人继续猛烈的护攻 并在洞中继续对波 破坏威力十分惊人 而悟饭他们很快就来到了 魔人波欧这边 不过戒王神失算了 悟空与贝奇塔产生的能量 很快就能够让波欧苏醒 然后巴比迪将波欧的弹 和大家一起移动到地面上 悟饭此时也变身准备一战 而悟空和贝奇塔的战斗还在继续 也因此波欧的能量已经满了 波欧变成完全形态了 然而贝奇塔和悟空 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两个人说实话打得很开心 贝奇塔也说出了 自己知道悟空比他更有天分 所以他才故意被巴比迪控制 借此来让自己的实力提升 悟空觉得为了变强 你就甘心被操控 贝奇塔终于说出了真心话 他只是想变回曾经的那个赛亚人 然后心无旁骛地与悟空一绝高下 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 不经意间受到悟空他们的影响 而慢慢变得温和起来 还觉得这样的感觉不错 还慢慢喜欢上了地球 所以他才想变回以前的自己 现在的贝奇塔心情不错 就在这个当下 波欧即将苏醒 悟犯朝着那个蛋奋力出波 结果蛋裂开之后里面什么都没有 借王神说巴比迪已失算了 就在这个时候 悟犯感受到了 刚从蛋里飘出来的气 有着粉红色的回忆 诶我有押韵哦 魔人波欧终于登场了 然而贝奇塔和悟空 两个人越打越有感情 借王神这边也认出了波欧 他说他不会忘记那张恐怖的脸 接着萌萌的波欧走过来 然后一屁股坐下去 他好像在玩耍一般 而悟空他们也发现了波欧 贝奇塔此时对天狂笑 因为他觉得波欧不厉害 而悟空则感觉不是这样的 巴比迪此时去跟波欧打招呼 不过波欧不想理他 还对他做了鬼脸 巴比迪被吓个半死 达普拉觉得这个波欧丝不丝散 波欧说了一句扶你一脸 身体的气孔开始喷气 一拳就戳中达普拉的眼睛 还把他踢飞了出去 吴空这边也停止战斗 他知道贝奇塔还是在乎家人的 波欧可能真的会消灭地球 贝奇塔向悟空要了一颗仙豆 并趁机打晕了悟空 他自己闯的会要自理丹 这才是我们的王子啊 波欧这边继续不听巴比迪的话 他用封印威胁波欧 波欧立马就变得乖乖的 悟犯觉得打败巴比迪就好了 波欧像个孩子 没有巴比迪就不会乱来 戒王神说那就不能封印波欧了 他说早知道有这么强的人 就可以用那个办法了 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 接着巴比迪要波欧干掉悟犯 悟犯带着戒王神立马跑 结果波欧轻松就追上 一拳就中伤了悟犯 戒王神也被揍得很惨 他的攻击对波欧没有效果 戒王神毫无还击之力 悟犯冲过来救他 也被波欧打飞出去 戒王神出招堵止了一下 悟犯飞到一半下去了 不过这个时候波欧饿了 巴比迪让他吃掉戒王神 突然一根毛刺穿波欧 正是达普拉干的 特兰克斯他们也来到附近 还看到了克林和比克的石像 特兰克斯不小心把比克的石像弄碎了 然后他们继续观察巴比迪这边 波欧把毛拔出来后伤口愈合了 波欧准备吃掉达普拉 巴比迪已经无所谓了 达普拉的攻击对波欧没有效果 达普拉又对波欧发射连击 依然没有什么效果 波欧躲过了达普拉的攻击之后 将达普拉变成了饼干吃了下去 也因此克林虫石像复活了 特兰克斯才想起来比克咋办 他战战兢兢的看到一堆碎衣服 已经被吓个半死了 结果比克竟然还活着 因为他可以再生啊 比克看到了倒下的戒王神 碍于实力不济只能观望 此时贝吉塔感受不到悟犯的气 他承认都是自己的错 然后就来到波欧这边 波欧刚准备对戒王神下手 竟为巨大的爆炸停止了 巴比迪的飞船被炸毁了 贝吉塔从烟雾中走出来 他说波欧把悟犯干掉了 比克内心要崩溃了 贝吉塔还说波欧长得丑 这下波欧真的生气了 而贝吉塔内心还挂念着悟空 这一次贝吉塔可以让悟空好好休息 自己来解决眼前的难题 只不过自己也可能会挂掉就是 贝吉塔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战斗的 贝吉塔对波欧发动猛攻 波欧站起来后 贝吉塔又继续攻击 地球的命运此刻就靠贝吉塔了 可惜波欧依然能恢复成 胖嘟嘟萌萌哒漏漏的样子 接着贝吉塔使出了新招 原子爆破直接贯穿波欧 可是波欧又站了起来 恢复原状之后说刚才有点疼 然后波欧聚集了恐怖的力量 他使出了爆发波炸掉了一大块地方 比克他们都还好 贝吉塔受到重伤 只见波欧从肚子扯下一块漏 用气波壁的贝吉塔跳起来 然后用那块漏缠住贝吉塔 接着就是波欧单方面的玩耍 看不下去的特兰克斯冲上去 悟天也跟上去 特兰克斯一脚踹飞步欧 他们解开了贝吉塔的束缚 贝吉塔还活着 而比克这个时候打败了巴比迪 巴比迪被切成两半 贝吉塔看着眼前的情况 让特兰克斯要好好照顾布马 他此刻眼神没有丝毫犹豫 他让悟天他们躲远一点 他要一个人战斗因为胜算不大 贝吉塔说他从小都没有抱过特兰克斯 说完他就好好地抱了一下特兰克斯 王子变得温情了 接着他让特兰克斯要好好照顾自己 就打晕了特兰克斯 跟着也打晕了悟天 比克也知道贝吉塔要做什么了 波欧死时已经过来了 比克带着孩子们走 他知道贝吉塔要同归于尽 贝吉塔还问他死后能和悟空见面吗 比克说不行 因为他的灵魂会到地狱 贝吉塔觉得好遗憾 然后他用话激怒了波欧 并且聚集了自身的所有气 贝吉塔说打败波欧的办法 就只能粉碎他 王子带着自己的高傲与温情 彻底自爆了 这次他是为了保护家园 这悲壮之光的彼岸 是名为贝吉塔的赛尔人王子 自爆结束之后 贝吉塔浑身灰白毫无生机 他从宫中掉了下去 彻底粉碎了 我是全叔 可惜波欧还是没有事情 贝吉塔爆炸波欧的范围甚广 还影响到了准备去收集龙珠的布马他们 而飞机上布马心中莫名不安 他们收集龙珠是想复活 在五道会上让贝吉塔干掉的人 自爆后的贝吉塔化为灰烬 彼克将孩子交给克林 还让克林跟大家说明情况 彼克来到爆炸地点 现场相当惨烈 波欧被炸成了很多个小碎肉 巴比迪可能因为启动防护罩 所以还没有挂掉 就在彼克准备不到的时候 地上的小碎肉变成很多小型波欧 集中楼成了几个中型波欧 最后又变回了胖布欧 彼克吓得赶紧逃跑 布欧又复活了 巴比迪让布欧赶紧救他 布欧则是爱他不理的感觉 巴比迪又用封印威胁他 布欧马上就将巴比迪复原了 巴比迪准备开始复仇 他要布欧随意破坏地球 彼克追上克林 并让大家去天神殿 剑王神现在还没挂掉 他要去找到乌饭 因为乌饭是他唯一的希望 乌饭现在还没醒 不过剑王神中途又倒下去了 彼克他们经过卡林塔 亚齐罗贝跟他说没有先斗了 悟空此时刚刚苏醒 他感知不到贝吉塔而乌饭的气 于是准备瞬间移动去找彼克和克林 彼克他们来到天神殿 波波先去照顾乌天而特安克斯 彼克只能期望这两个小家伙了 布欧带着巴比迪玩得很开心 巴比迪开不开心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悟空就来到了天神殿 大家又有安全感了 丹迪制摇了悟空 大家告诉悟空目前情况 克林希望悟空打败布欧 不过悟空说自己应该打不过 他的实力跟贝吉塔差不多 不过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使用合体 悟空说在阴间跟美达魔星人学的 两个力量合体形象近的人 可以合体变成新的人 而且威力加成效果拔群 彼克认为贝吉塔而乌饭不在 所以没有人可以跟悟空合体 悟空说学习晋营要一周的时间 他学位后也没有用过 并且他只能在这里待一天的时间 所以好像这个办法也不行 克林说可以让悟空去阴间找贝吉塔 彼克说悟空这样会没有办法回来的 就在众人思考的时候 波波说悟天额特兰克斯可以合体啊 大家又看到了希望 悟空准备先交合体技能 剩下的让彼克来继续交 彼克说估计需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地球人就要忍受布欧了 悟空说只要有神龙在就有希望 此时天空突然暗下来 悟空他们猜到一定是布马召唤的 如果现在许完愿望的话 神龙要一年之后才可以召唤 于是悟空急忙寻找布马的气顺仪 而布马他们已经向神龙 取下了第一个愿望 让今天死掉的好人复活 因为这个愿望杰比特也跟着复活了 此时悟空刚好来到布马家 丹迪说让神龙先回去 这样只要四个月后 神龙就可以再次召唤 然后悟空跟大家说了大概情况 并准备让大家回天神殿避难 不过布马的爸妈要照顾小动物 所以不打算跟着一起去 而杰比特找到了晕倒的戒王神 并恢复了他 戒王神带着杰比特去找悟范 他说悟范有潜力打过不殴 他们找到了悟范 戒王神准备先将悟范 带回戒王神界进行治疗 天神殿中悟空告知大家 被吉塔和悟范挂掉的事情 他们还不知道悟范还活着 琪琪听到后晕倒了 布马也是无法接受 此时大家听到了巴比迪的声音 他正心电感应所有地球上的人 巴比迪要所有人闭上眼睛 他把比克 特兰克斯和悟天 三个人的形象告知所有人 他要比克他们出来受死 并让布欧先消灭眼前城市的人 以此来威胁比克他们 布欧将这个城市所有的人浮空 并把他们变成糖果 然后一口气都吸进去吃掉了 巴比迪让布欧接着摧毁城市 布欧几个呼吸波之后 城市已经面目全非 巴比迪给大家五天的时间教人 还介绍了联系他的办法 就是在自己的脑中呼叫巴比迪就行 所有人这个时候都慌了 没过多久无道会的一个工作人员 联系了巴比迪 他告诉巴比迪悟天他们的名字 不过比克用的是化名 但是工作人员不知道悟天他们住哪 巴比迪很生气地将他干掉了 这个过程也同步直播给所有人 然后巴比迪跟布欧就飞去破坏下一个城市了 比克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了 多亏悟空提醒他 现在的希望只有交悟天他们合体 只要神龙在就能复活 而悟天额特兰克斯也醒了 他们想起了晕倒前的事情 还偷吃了神殿的美食 被波波逮个正着 在超赛状态下跟波波过了几招 然后悟空就过来找他们了 悟天额特兰克斯知道情况后 两个小孩都没有办法接受 悟空让他们快点学技能 同时也让比克跟着一起学 两孩子现在真的是全村的希望了 另一边悟饭被带到了界王神界 杰比特将悟饭治疗好了 悟饭还以为自己挂掉了 他也好奇杰比特怎么复活的 他还问界王神为什么带自己来这里 界王神想让悟饭用 界王神剑去打败波欧 杰比特觉得界王神剑人类不可能会用 不过界王似乎很有信心 中途杰比特还给悟饭换了一身衣服 教练我想学这个技能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地方 界王神剑就插在石柱中 而天神殿中众人还在等待 只有比迪丽相信悟饭还活着 是的他正在拔剑 传说有这把剑可以获得惊人的力量 不过悟饭第一次没有拔出来 接着他变身超赛状态拔剑 这次是终于拔出来了 不过这把剑非常的重 而且还没有感受到什么力量 悟饭开始怀疑这样怎么打布欧 杰比特说那是你不会用 悟饭把它拿给杰比特试试 杰比特是连举都举不起来 你看这多尴尬 回到天神殿中 悟空解释合体效果只有30分钟 超过30分钟会自动分体休息 不过此时悟天额特安克斯 生气地看着悟空 因为他们觉得悟空在打布欧的时候躲起来了 悟空没有过多解释 他说要报仇只有悟天他们学会合体 仔细想想 其实他们三个都是被同一个人打晕的 这个时候巴比迪又连线所有人 他们又到了一个更大的城市 这次布欧把这里的人都变成了巧克力 悟天额特安克斯第一次看受不了了 布欧在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把剩下的巧克力和城市都毁了 此时两个勇敢的小家伙联系巴比迪 他们说过不了多久一定会干掉布欧 巴比迪没有找到他们的位置 受到刺激的悟天他们 这下准备好好学技能了 首先是变成超级赛亚人 两孩子还以为会吓到悟空 结果悟空觉得还好 他让特安克斯把气降到跟悟天一样 定要记住这个状态 而此时布欧正在破坏下一个城市 突然有人连线巴比迪 是武道会上跟悟天额特安克斯 比武输掉的那两个孩子的妈妈 他们告诉巴比迪特安克斯住在西都 巴比迪也是嫌他太吵的中断联系 然后巴比迪告诉所有人他要去西都 特安克斯这下人不了了 布欧也冲进来问悟空怎么办 悟空想可以许愿将城市而人都复原 布马说西都被毁龙住雷达也不在了 悟空说让特安克斯回家去拿雷达 然后他自己就瞬移去拖住布欧 巴比迪看到是悟空觉得没威胁 悟空说布欧确实强大是他们低估了 布欧被表扬很开心 巴比迪说布欧是他爸做的肯定强 接着悟空说巴比迪要找的三个人 不久之后一定会主动出现的 希望这个期间巴比迪别再破坏地球 巴比迪看出悟空肯定有什么企毒 悟空也直接说他们正在特训 巴比迪他们笑翻了 他们并不打算等 悟空其实也猜到了他准备反抗一下 接着巴比迪让布欧干掉悟空 可惜布欧又不听话了 巴比迪训斥了布欧被悟空看在眼里 悟空说布欧这么厉害干嘛听他的 巴比迪叫悟空闭嘴 还说布欧是他的仆人 布欧这下有点不爽了 巴比迪用封印威胁布欧 结果布欧说自己被封印的话 巴比迪就会被干掉了 巴比迪有点不知所措 不过布欧还是会去打悟空 因为他不喜欢好人 巴比迪还现场直播这个画面 悟空一下子就超赛2了 悟天额特安克斯又惊呆了 悟空说还能再次提升 额特安克斯此时也在看直播 悟空让他快点去拿雷达 为了拖时间悟空开始解释 超级赛亚人的几个状态 首先是超级赛亚人1 然后是超级赛亚人2 接下来悟空集中了更恐怖的力量 界王也说再变下去的话 悟空在阳间的时间要缩短了 只见悟空头发慢慢变长 整个地球都在颤抖 悟空终于变身成了超级赛亚人3 不仅长发及腰 瞳孔也变成双色的 连在界王神界的悟犯他们 都感受到了这强大的气场 战斗一触即发 悟空先踢了布欧一脚 跟上去就是连续脚踢 变身为超赛3的悟空 还打飞了布欧的攻击 那么悟空能打赢布欧吗 让我们接着看下去 悟空持续对布欧发动攻击 可惜布欧看上去毫发无损 布欧还用了贝极塔的招式 悟空也发现布欧能够 很快学会对手的招式 两个人继续疯狂出招 不过特兰克斯还在找雷达 所以悟空这边继续战斗拖时间 发比迪力这么近真的没有事情吗 只见悟空一脚踢中布欧肚子 却反被布欧的肚子包进去 不过悟空还是冲了出来 布欧也没有什么事情 战斗还在继续 悟空先是快速闪过布欧的攻击 然后又一脚踹中布欧的包子脸 复原之后布欧更生气了 一招就打飞了悟空 而此刻天神殿中 布马说特兰克斯不知道 龙珠雷达在飞机上 于是拿着比迪力尔电话打过去 特兰克斯这才找到雷达 这个期间悟空和布欧的战斗未停止 悟空还用龟派气功贯穿了布欧 恢复后的布欧也随即摆好了姿势 他也使出了龟派气功 悟空将此波打回给布欧 布欧又将此波打开 这一波威力十分强大 大概破坏了十分之一的地球 悟空还称赞布欧的战斗能力 随后他感受到了 特兰克斯往神殿的方向去了 悟空又变回了常态 布欧觉得还没有尽兴 悟空说自己没时间了 不过布欧愿意等的话 两天后会有更强的对手出现 布欧似乎挺感兴趣的 不过巴比迪却不在乎 说完悟空就瞬移走了 巴比迪骂布欧放走了悟空 布欧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他靠近巴比迪说 有势起奏 然后掐住巴比迪的脖子 这样就不能念封印咒语了 布欧说跟巴比迪学了不少东西 不过已经差不多了 说完布欧就把巴比迪干掉了 回到天神殿的悟空也发现了 布欧这下恢复了自由之身很开心 他大触破坏城市如玩耍一般 不过悟空觉得布欧还是会等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教孩子合体系 因为悟空只剩下一个小时了 他解释刚刚的超赛3状态 是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用的技能 在这个世界用超赛3的话 自己回去的时间会一下子缩短的 此时真不不破过来说 时间还剩下30分钟 另一边悟饭也慢慢适应了戒王神剑 在等待特兰克斯回来期间 比克问悟空超赛3可以打赢布欧吗 悟空觉得大概可能赢不了吧 他说自己已经是阴间的人 这个世界应该换年轻人来拯救了 而且看到悟天和特兰克斯的潜力 悟空觉得他们值得一搏 然后特兰克斯就回来了 他们现在对悟空的态度非常尊敬 大概是因为看了超赛3的悟空吧 下面教绝开始两个人必须步调一致 做出相对应的动作才可以合体成功 动作大概是以下画面 首先双手五指并拢平行横摆外边 然后垫脚横向移动三步 的同时双手摆向另一边 接着双手握拳再摆回去 的同时单腿站立并且角度要注意 最后再像这样两个人手指相合 外面的脚必须伸得比直比直的 简直蠢爆了 然后悟空叫上比克一起示范了一下 比克你咋还脸红了 不过特兰克斯的悟天 看来还要学一段时间 此时波欧还在尽情的玩耍破坏 他将一堆人变成了黏土 并且弄出来一块平地 然后用这些黏土做起了自己的家 里面有吃饭的地方 还有泡澡的地方 接着波欧换上睡衣 一边看报纸一边上厕所 还好好的刷了牙 然后就上床休息了 五秒之后醒来继续出去玩了 而奇喜还在昏迷中 悟空只剩下15分钟 悟天额特兰克斯觉得动作太蠢 他们想看并学悟空的超赛3 悟空说不合体是赢不了的 看到孩子没有点失落 悟空就准备变一次 说完就又来了一遍 先是超级赛尔人1 然后是超级赛尔人2 最后是威力强大的超级赛尔人3 不过悟空并没有维持多久 因为这个变身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接下来就拜托比克修炼了 奇喜终于醒来了 在得知悟空要回去的时候 奇喜立马冲出来抱住他 悟空还好好安慰了奇喜 最后悟空好好抱了一下悟天 他就回到阴间了 悟空与占卜婆婆回到阴间 发现好多挂掉人的灵魂 主要还是波欧的关系吧 悟空来见阴王大人 悟空问有没有看到悟饭 阴王大人说他还没有挂掉 悟空听到之后十分开心 阴王还说刚有个叫达普拉的人 为了惩罚他 阴王让他上天堂 然后悟空就开心的走了 不过他突然感知到悟饭的气 于是瞬移去找悟饭 而悟饭此刻正在训练 差点就看到了突然出现的悟空 悟空大概解释了目前的情况 他拿起了界王神剑试了一下 界王神他们很惊讶悟空也可以 悟空想要在界王神剑暂留一段时间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比克还在训练物天鹅特安克斯 谁还记得他曾经是个大魔王 比克又跟克林示范了一遍合体动作 修炼还在继续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波欧这边也在继续破坏 不过中间有个小插曲 波欧遇到一个先天是明的小孩 这个小孩不怕波欧 波欧就治疗好了小孩的眼睛 小孩喜极而泣 他非常感谢波欧觉得波欧是个好人 还觉得波欧超级的帅 波欧还去把一个人变成牛奶 送给那个小孩之后就走了 接着又开始了自己的玩耍破坏 回到剑王神剑 悟范已经尖陆家境了 悟空想要试试神剑的锋利程度 悟范一下劈开了块大石头 剑王神则给了悟空一个 宇宙最硬的金属来试试 结果剑王神剑这次竟然断了 剑王神要封了 剧本不是这样的 悟范自我安慰说自己的万力变强了 这把剑的作用就是这个吧 此时那把剑有了反应 只见深游突然出现一个神 他就是十五代前的老剑王神 他说自己很早之前被封印了 现在封印破了终于可以出来了 悟空想试试老剑王的身手 于是对着出了一个小波 老剑王神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厉害啊 他解释自己厉害的不是实力 而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但是老剑王神傲娇的不肯说 本着这部剧的老头都有相同的属性 悟空稍微诱惑了一下老剑王神 老剑王神说自己的能力是 可以引发出一个人超越极限的潜力 说完他就准备引发乌范的潜力 还吐槽了一下剑王神实力不行 仪式就这么开始了 老剑王神闹着悟犯开始做动作 仪式是5小时提升力量是20小时 悟空决定还是先休息一下 另一边悟天他们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大家还准备一起来参观一下 琪琪还在想合体后的名字 是叫悟天克斯还是特兰天 接着两个孩子准备合体 两个人的气必须保持一致 动作做完合体完成 一个漏装人就这么出现了 你是小只的背空吧 杨木查解释这应该是乙珠公珠 啊他跑起来的呢 结果很快就气喘吁吁 比克说刚刚第二步的时候手没握拳 现在只能等30分钟了 这个胖子说自己叫悟天克斯 30分钟到合体解除 他们不大记得合体时的记忆 接着第二次合体 同样的动作又来了一遍 结果手指相合失误 这次变成了骨兽卢柴的悟天克斯 我很怀疑他能不能坚持住30分钟 第三次合体又开始了 这次动作很完美 终于最浪的悟天克斯出现了 比克说在下一次就用超赛状态合体 结果悟天克斯自信满满的觉得 这样的状态就可以打败波欧了 还听不进去比克的话 说完就去打波欧了 这里我一定要说一下漫画的情况 因为有三次变身 所以漫画就会有三次变身的作画 但是鸟山明这三次变身画的一样 漫画是暗夜算稿费的 所以这里鸟山明在漫画里自我吐槽 说这看起来就是画一次复印上去的 然后鸟山明自嘲说那这页不收稿费 简直就是殿堂级偷懒技能 然后动画补充悟天克斯 第一次打波欧的剧情 波欧正在港口玩耍着 突然腹部被一个小波贯穿 不过波欧又恢复了 他还将乌天克斯揍得很惨 此时人类也来攻打波欧 结果被波欧全部干掉了 乌天克斯也是趁乱回来 比克训斥了一下乌天克斯 先好好训练明天再跟波欧打 目前地球已经被破坏八成左右 不过地球人没有放弃希望 因为他们期待的撒旦就要出场了 撒旦也没有逃避而来到波欧家 不过他似乎还是很怕 在发现波欧不在家的时候 就开始得意忘形了 结果波欧很快就回来了 撒旦立马变得很谦卑 他拿出了准备好的巧克力给波欧 其实里面残有剧毒 可惜这个对波欧没有效果 然后他又拿出了根波欧给波欧 换到这个年代应该是拿索尾去 就在波欧因游戏玩失败而生气时 撒旦按下遥控器游戏机爆炸了 波欧觉得很好玩准备收撒旦做仆人 还给了撒旦几个人变的糖果 撒旦吃完之后就吐掉了 之后撒旦要求跟波欧合影 他让波欧趴下自己摆出剪刀手 你这是营销号吧 接着撒旦也是全套服务都做 而此刻老界王神已经跳完仪式了 接下来要悟犯坐着不动集中精神 还需要20个小时 悟空他们也只能继续等 不过没多久老界王神就睡着了 被悟犯发现了还狡辩 天神殿中孩子们变身超级赛尔人 这次合体的威力比之前都好 合体完就是超赛悟天克斯 不过还是一样的浪 他让我地球不知道多少圈 比克才追而上癌 然后这个悟天克斯就准备去打波欧 比克说时间只剩一分钟了 结果悟天克斯刚来到波欧家 就马上分体然后逃跑了 回到天神殿又被比克骂了一顿 而此时撒旦正在给波欧讲故事 波欧听得十分开心 然后他要继续去玩耍了 撒旦说自己就在家做好吃的就行 他拿了炸弹放在波欧家 然后开始煎鸡蛋 结果波欧很快就回来了 还带着一只受伤的小狗 波欧觉得这狗不怕他 问他话也听不懂就带回来了 撒旦说小狗应该受伤了 于是波欧就治好了小狗 结果小狗没有逃跑 反而很喜欢波欧 波欧跑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波欧很开心有人喜欢自己 撒旦就提议自己去买狗粮 其实是想跑远一点引爆炸弹 可他却发现波欧和小狗玩得很开心 于是就真的去买狗粮了 撒旦问波欧为什么要破坏 波欧说都是巴比迪教的 撒旦说可以不用听他们的话啊 波欧因为撒旦不喜欢自己破坏 所以就这么决定不再破坏了 为撒旦鼓掌一下 之后波欧就跟狗玩得很开心 可是突然小狗就被一个人开了一枪 波欧这下受到了严重的刺激 真的是讽刺啊 这个人后面还用火箭筒攻击波欧 波欧此刻非常的生气 撒旦则教训了那个人 波欧才慢慢消气 小狗还没有挂掉波欧立马治疗 撒旦波欧很开心小狗又活蹦乱跳 波欧还把房子改成了小狗的样子 也做出了撒旦的房间 波欧还跟撒旦一起洗澡 看起来真的很开心 撒旦也将最早那张 波欧趴下的照片撕掉了 就在这个时候刚那个坏人 一枪打中了撒旦 波欧这下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了 他恢复了撒旦之后 让撒旦带着小狗赶紧跑 确实讽刺 那个坏人在漫画里面 来波欧家之前也是以破坏为乐 此时愤怒的波欧体内冲出一团气 这团气变成了另一个波欧 也就是纯二的寿波欧 与天真无邪的胖波欧彻底分体 寿波欧一下就干掉了那个坏人 胖波欧和寿波欧互看不爽 然后他们就打了起来 不过由于分体的时候 寿波欧带走了本体很多能量 所以胖波欧打不过他 而且寿波欧还会胖波欧的招式 生气了胖波欧要把他变成巧克力 接着这个技能被寿波欧吹了回去 胖波欧自己变成了巧克力 还被寿波欧吃了下去 然后这个寿波欧就全身冒气变身 这次变成大波欧的样子 实力恐怖如斯 撒旦和小狗都看少了 大波欧也发现了撒旦他们 不过他并没有攻击撒旦 大波欧还能认出撒旦 然后他就走了 比克丹迪还在观察 结果大波欧就直接冲到了天神殿 众人惊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波欧让跟他约战的人出来 原来他还记得 因为悟天他们还在休息 比克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说 大波欧不是说要干掉地球人 现在还要地球人活着 大波欧绕着天神殿走一圈 比克让克林去叫醒悟天他们 让他们赶紧去精神世光屋修炼 现在他们合体应该也打不过 大波欧走完一圈之后 在天神殿上直接使出了突击雨 这一招几乎消灭了大部分地球人 不过却绕过了撒旦和小狗 天津犯他们也没有事情 接着比克说只要再等一个小时就行 还变出了一个沙漏计时 不过大波欧还是不想等 此时比迪利回嘴说不就一小时吗 大波欧生气的想干掉他 比克立马说比迪利是撒旦的女儿 大波欧终于答应等了 此时悟犯终于忍不了了 他觉得老界王神是开玩笑 可是当自己发怒的时候却发现 自己的力量有了惊人的提升 然后就又好好的坐下来 悟空也惊讶悟犯这么有潜力 天神殿中琪琪很生气的 打了大波欧一巴掌 因为他认为大波欧把悟犯干掉了 然后就被大波欧变成鸡蛋病踩碎了 比克阻止了要冲出去的悟天 琪琪之后可以用龙珠复活 现在关键是抓紧时间修炼 精神时光悟中悟天刻苦修炼 比迪利问比克 波欧怎么会认识爸爸 比克说撒旦好像跟波欧变成朋友 在大家想用武力解决的时候 撒旦用了另一种办法 他确实有令人敬佩的地方 不到半个小时大波欧就等不了了 还让人一点小情绪 比克说带大波欧去见悟天他们 不过其实他一直在绕圈圈 主要还是在争取时间 而悟天和特兰克斯训练有效果了 他们的合体变身已经可以 突破普通的超赛境界 可惜这样的话时间只有5分钟 悟天说5分钟可以干掉波欧了 特兰克斯说这样很无趣 他建议先合体成普通状态 这样就有30分钟时间 便用跟波欧一样的实力对打 在还剩5分钟的时候再使出全力 这样还可以气死那个波欧 此时大波欧走得不耐烦了 比克心电感应通知悟天 让他们赶紧调整好状态 自己很快就会去精神时光屋了 特兰克斯他们趁机休息 比克终于带着大波欧 来到精神时光屋 悟天和特兰克斯也准备好了 大波欧觉得他们好弱 就在孩子们准备合体的时候 大波欧一拳打费尔特兰克斯 结果被特兰克斯骂了回去 然后悟天他们就好好的合体成了 普通状态的悟天克斯 大波欧觉得之前就打败过的对手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说完悟天克斯就攻了过去 可是对大波欧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这不是之前的胖波欧啊 接着悟天克斯使出了各种 奇怪名字的招式 不过对于大波欧没有效果 中途悟天克斯看到比克失望的表情 先是叫停了大波欧 然后跟比克说了自己的计划 接着战斗继续 悟天克斯继续使用各种奇怪的招式 大波欧已经受够了 悟天克斯则变成了超赛状态 就在比克以为看到希望的时候 悟天克斯开始想招式的名字 我已经不想查翻译了 就叫天天圈吧 这个光环直接锁住了大波欧 大波欧发出了痛苦的叫声 其实都是骗小孩的 他很快就挣脱开了 然后快速回击悟天克斯 接着两个人继续对打 悟天克斯从地上跳起来 跟波欧来了一个头撞头 两个人看上去都很痛 接着悟天克斯放出一个大招 超级幽灵神风拳 只见悟天克斯从嘴里吐出了 一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幽灵 这个幽灵直接冲向了大波欧 大波欧一招就打上去 结果被爆炸炸得很痛 因为这招就是碰幽灵会爆炸 悟天克斯突出了更多的幽灵 还让大家排好对爆数 比克特一过来提醒 波欧已经恢复好在等了 这次波欧闪开了第一波攻击 然后悟天克斯跟幽灵开作战会议 结果两个幽灵机长自己炸了 接下来五个幽灵冲向大波欧 他们突然在一个地方讨论事情 大波欧被吸引了过去 结果他们趁机就把大波欧炸了 悟天克斯还让最后一个幽灵补刀 而这些事情老戒王神都知道 悟空听到之后也觉得 现在的戒王神好像有点不行啊 回到这边大波欧被炸成了碎肉 比克和悟天克斯正在慎重处理 可惜他们没有注意到那些烟 大波欧这下又复活了 而且还很生气 比克还有最后的办法 就是破坏精神时光屋的门 这样大家都在一次元出不去了 他先问悟天克斯还没有绝招 悟天克斯却故意说没有 还表现出很紧张的感觉 大波欧则趁机抓住悟天克斯 甩来甩去了揍他 就在悟天克斯生气准备用大招时 比克将精神时光屋的门炸了 比克觉得终于只能这样了 大波欧这下有点吃惊 悟天克斯则说他其实还要大招 比克也是疯了好了现在要怎么办 大波欧因为对甜品的强烈思念 怒吼了一声 结果眼前出现一个洞 他在一次元闭上开了一个出口 然后就跑了出去 悟空也突然感知到了悟欧的气 让他们可以看到具体情况 逃出来的大波欧看着大家 克林为了保护老婆孩子先冲上去 结果被变成了巧克力 之后又变了其他人 悟空看得十分着急 精神时光屋中的比克觉得 他和悟天克斯学大波欧那样 看能不能打开一个洞 结果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而悟天克斯终于出大招了 他直接变成了超级塞尔人3 比克也是大吃一惊 然后悟天克斯就弄破了次元币 叹而比克终于出来了 而大波欧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悟天克斯这下是真的生气了 疯狂出击 不过大波欧依然有办法应对 他们从天神殿打到地面 悟天克斯先是劈开了大波欧 然后又出了两波炸他 大波欧的碎肉环绕在悟天克斯身边 快速旋转之后控制住了他 还将悟天克斯扔了出去 生气了悟天克斯又用了幽灵那招 感觉对大波欧还是有效果的 大波欧这下也生气了 悟天克斯则故意逃跑 结果却被大波欧抓个正着 并一招打回天神殿 天神殿直接被炸掉一半 接着大波欧把自己挤成一个球 肆意的攻击而破坏天神殿 悟天克斯直接用连续填点圈 把大波欧包在这个球里面 还让比克一定要配合自己 而且表情动作台词要到位 你们真的太疲了 悟天克斯将那个球直接打落地面 就在他和比克观察坑中的情况时 一道巨大的紫色光束只冲云霄 发现大波欧还没挂掉 悟天克斯连续出波攻击 大波欧似乎要开始认真了 他也重重地回击了悟天克斯 两个人也是各显神通地打来打去 大波欧被打得比较惨 就在悟天克斯准备出最后一招时 按那个超赛三的时间结束了 大波欧也趁机恢复了 悟天克斯立马就怂了 看到情况的悟空 赶紧求老街王神快点 而老街王却说五分钟前就好了 接着悟范集中精力 感受一下自己的潜力 这个威力效果真的巨强 神秘悟范就此登场 悟空为悟范加油 杰比特将悟范送到地球 还给悟范换了一套衣服 悟范立马赶去救场 悟天克斯这时又用了幽灵炸弹 不过大波欧直接吹了回去 还阻止了想跑的悟天克斯 没打几下悟天克斯就分体了 而比克此时也勇敢地站出来 不过大波欧突然就坐下睡觉 悟天和特兰克斯来去确认了一下 就在此时大家感受到一股超强的气 悟范终于来到了现场 他自信可以干掉大波欧 大战一触即发 悟范一登场就说要干掉波欧 接着就揍了波欧几下 来证明自己并不是吹牛 生气的波欧开始反击 悟范全部切下之后 一脚将波欧贴了出去 不过悟范说这些攻击 对波欧应该无效所以不要演了 悟范又开始了下一轮攻击 还接住了球状的波欧 现在怎么看都是悟范处于上风 比克他们也惊呆了 悟范还敢挑衅波欧 愤怒的波欧被悟范打进石头里 波欧炸开碎石射向悟范 悟范快速打开了碎石 还堵住了波欧的口炮 这炮直接在波欧体内炸了 悟范说波欧是赢不了的 波欧却说自己早就感知到了悟范 只见他卷起了惊人的气焰 波欧就这么爆了 还波及到了远处的撒旦 而悟范带着比克他们及时躲开 悟范知道波欧应该还没有挂掉 不过现在找不到波欧 那就先去找丹迪吧 途中还遇到了撒旦和小狗 就顺便一起带走了 果然丹迪还没有挂掉 原来是波波趁乱把他丢到下界 大家稍微叙旧之后 波欧就又攻了过来 波欧立马上前迎战 这时波欧却说要先跟悟天他们打 还用言语挑衅了他们 同时自己悄悄地掉了两块肉 悟天和特安克斯则完全没有发现 他们两个就再次合体成了悟天克斯 波欧的阴谋正在执行 只有小狗发现也异常 悟天克斯和比克同时被波欧分出来的两块肉包裹了 波欧将他们吸进了自己的体内 这下他的外形变成了悟天克斯波欧 同时还具有短迪娜聪明的脑子 波欧其实在感知到悟范之后 就制定了这个计划 所以他刚刚只是在等悟天他们 可以再次合体的时间而已 悟范说那就直接吸收他就好了 波欧说吸收完没有对手就没意义了 战斗继续双方已经快到看不见了 两个人还对了一个波 波欧趁乱给了悟范一击 接着两个人互相踢了对方 悟范的试探被波欧看穿了 悟范继续攻击却被波欧牵制住 波欧将悟范打飞出去之后 跟着又是一个大波 在悟范站起来之后 波欧的魔光光沙炮早就准备好了 悟范这下有点不行了 波欧不着急的过来挑衅 悟范趁机出波被躲过去 波欧手臂伸长的将悟范推出去 接着又是悟天克斯的幽灵攻击 悟范碰到幽灵波欧之后就爆了 波欧一下就找到了隐藏气的悟范 悟范现在是打不过波欧了 动画原创的那只小狗冲向波欧 还有撒旦也冲向波欧的剧情 这个空挡悟范趁机逃开控制 不过之后又被波欧 用悟天克斯的那招甜甜圈锁住 然后波欧准备使出规筷机攻 悟范最后一刻睁开了束缚 才躲过了一劫 而在剑王神界那里 知晓情况的老剑王神让悟空去帮忙 可是悟空已经挂了不能回去 老剑王神则决定把自己的命给悟空 老爷子有魄力啊 说完就直接给了悟空一条命 望着躺在地上的老剑王神 背景音乐都变得凄凉了 悟空头上的光环消失了 不过老剑王神也只是 头上多了一个圈圈了也不用担心 就在悟空准备瞬移去地球的时候 老剑王神叫住了悟空 问他如何能打败波欧 悟空想要和悟范用那个合体技能 老剑王神说波欧不会等你们合体的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耳环给了悟空 这个耳环叫做波塔拉 两个人一左一右带上之后 就可以合体成为更强的战士 不过似乎现在的剑王神不清楚 所以他跟杰比特试了一下 两个人合体成了杰比特神 老剑王神还解释合体之后不能分开 他说他以前很帅的 但是不小心被一个女儒戴上了耳环 所以才合体成现在这样 与此同时在阎王这边 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人 阎王保留了贝吉塔的灵魂 还给他重新做了漏身 贝吉塔王子也即将出场 回到地球误犯现在毫无胜算 很快就被打了遍体鳞伤 丹迪趁机帮忙治疗 波欧这下准备连丹迪一起干掉 撒旦也不知死活了出来帮丹迪 波欧的攻击突然被转的方向 天津犯这个时候赶来帮忙 他对波欧发射气功炮 波欧也是不痛不痒的 接着波欧准备使出星球爆弹 他准备将大家的地球一起消灭 关键时刻悟空瞬移出现 及时切开了波欧阻止了这招 波欧两部分身体又合了起来 悟空说自己有打败波欧的办法了 波欧好像一点也不在意 悟空将耳环丢给了乌范 结果没接住 保险起见波欧还是攻向了悟空 悟空只要变身超赛3应战 悟范则赶紧找耳环在哪 就在这个时候波欧体内 悟天克斯的变身时间到了 所以他变成了比克波欧 与此同时悟范也找到了耳环 可惜波欧还留了一手 刚被切断的时候 还有一部分身体没有回来 这部分身体包住了悟范 然后悟范就被吸收了 这下力量应该是最强的 而悟空找不到可以合体的人 波欧给悟空5秒钟思考 跟单迪合体是这样的 跟撒旦合体是这样的 就在这个时候占卜婆婆 带着贝吉塔来地球了 悟空瞬移找到了不远处的贝吉塔 波欧也正飞速赶来 悟空让贝吉塔戴上耳环 贝吉塔一开始是拒绝的 他要自己跟波欧战斗 结果肯定是失败的 还被波欧叫训了一番 悟空让他不要傲娇了 快戴上耳环 结果贝吉塔不爽的是 悟空在跟他对打的时候 隐藏了实力 他在硬间看到悟空变超再三 贝吉塔觉得自己被悟空小看了 波欧则不想听他们聊天的继续攻击 悟空告诉贝吉塔 不麻他们都被吃了 贝吉塔此刻终于答应合体了 波欧也已经斜波冲来 带上耳环的悟空他们碰到了一起 一个全新的战士 贝吉特诞生了 贝吉特一个拳风就割伤了波欧的脸 接着波欧疯狂攻击贝吉特 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 波欧继续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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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欧继续这才刚刚热身开了 他迅速攻向波欧还给了一波 波欧也明白自己必须使出全力 两个人继续对打 被打得比较惨的是波欧 不过接下来他使出了究极爆弹 这是足以毁灭星球的一招 贝吉特则是一脸轻松的样子 波欧将这招直接丢向了贝吉特 只见贝吉特只靠双手就挡住了 还快速奔跑将这招踢到宇宙 而波欧还是嘴硬觉得自己比较强 贝吉特则直接变成超级赛亚人状态 一开始波欧完全打不到贝吉特 只有贝吉特故意让波欧打了几下 只是为了证明波欧的攻击不痛不痒 还亲自给波欧示范了一下 什么才是有效攻击 一招超能冲击波直接炸碎了波欧 复原后的波欧很不甘心 他从体内释放大量烟雾 可惜贝吉特凭气感知的一清二楚 他还用言语挑衅的波欧 反正我们都习惯了超级赛亚人 拿超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之后波欧尝试冲进贝吉特的体内 可惜被贝吉特用气风柱揍了几下 然后波欧生气的要打开次元壁 又被贝吉特阻止了 其实明显看得出贝吉特很磨蹭 他故意抓掉了波欧身体的一部分 还当着波欧的面给炸了 生气的波欧使用幽灵攻击 贝吉特一个五指气弹枪轻松化解 波欧再次使用幽灵攻击 但是这一次的幽灵会使用龟派气功 而且还能控制龟派气功走向 之后幽灵又用了魔闪光 但是贝吉特早就瞬移出来了 贝吉特一边打波欧一边吐槽 其实这是贝吉特的计划 接着波欧将贝吉特变成了一颗糖 只不过这颗糖还是能揍波欧 而且比之前更难搞 无奈之下波欧将贝吉特变回来 老剑王神也看不懂贝吉特想干嘛 终于在贝吉特长达两级的诱导下 波欧用让贝吉特切掉的部分身体 从身后将贝吉特包裹住 而一瞬间贝吉特开出了屏障 所以波欧虽然吸收却没有变身 因为这是贝吉特的计划 但要潜入波欧的体内救人 屏障解除后 贝吉特的悟空就分开了 龙珠超有解释 耳环合体后不分开 是只针对剑王神的 其他人使用最多只能维持一个小时 然后贝吉特就将耳环捏碎了 原来他还是讨厌与悟空合体啊 他们在波欧的体内找到了 被波欧吞下并吸收能量的人 然后开始解救这些人 而波欧随着身体的变化也感知到了 救下大家后 贝吉特准备冲出体内 悟空则说现在出去还是打不过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还没有开口 贝吉特就直接拒绝了 他不想合体更不想做那个动作 然后他们看到了波欧体内的胖波欧 此时波欧也来到自己体内 悟空他们因为变得很小了 所以即使对波欧体内进行破坏 也未见什么效果 在波欧的主场优势下 悟空他们有点被动 动画原创了贝吉特和悟空 脸贴脸的四手合力出波 可是波欧依然没有事情 不过在接下来的争斗中 贝吉特发现波欧特别在意胖波欧 于是他扯断了胖波欧的连接 波欧此时体内发生了变化 他似乎非常的痛苦 悟空和贝吉塔带着其他人 从波欧的初季孔跑出去 大家也都恢复了原状 而那个波欧变成了魁梧的样子 之后又变回了小波欧的样子 也因此杰比特神回忆起了以下画面 小波欧是波欧最早的样子 那个时候管界王神界的是大界王神 手下有北界王神 西界王神 南界王神 以及还没有合体的东界王神 那个时期比比迪制造了小波欧 龙珠超改为其实是比比迪发现了 唤醒小波欧的办法 小波欧是最邪恶的根本控制不了 接着吸收了南界王神 所以才会有魁梧的形态 东界王神当时受众伤躲过一劫 而大界王神最后也被小波欧吸收了 所以才会有了胖波欧的样子 也因为大界王神的影响 胖波欧才会那么的天真无邪 比比迪也因此才可以控制胖波欧 现在的小波欧充满着原始的邪恶 他想都不想就准备炸毁地球 还好贝吉塔及时出波阻止了一下 他说要毁灭地球就先达到他 接着小波欧就直接使出了超级碎灭蛋 现在这个情况没能挡得住 老界王神让杰比特神快去地球 给悟空他们耳环 悟空跟贝吉塔准备带上大家瞬移 悟空中途先救了撒旦他们 眼看就要来不及了 杰比特神突然出现将他们带走 悟犯他们就跟着地球一起被消灭了 撒旦以为自己是爱做梦 丹迪让他对界王神要尊敬一点 撒旦吐槽他们要是神的话 怎么不去打布欧 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丹迪此时想起了可用波伦家许愿 不过老界王神阻止说那位破坏平衡 而且之前就告诫过龙珠只能在 纳美克星上使用因为他们秉性纯良 悟空说要是许愿顺利的话 就有美美的照片可以看了 贝吉塔立马明白悟空又把布马卖了 小波此时已经恢复了 他先是随意破坏了几个星球 然后来到了大界王星 此时杰比特神将耳环给了悟空他们 贝吉塔已经默认了 可是悟空却说还是不要了 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战斗 说完就把耳环捏碎了 你们不合体倒是还回去啊 小波在大界王星上闹了一番 接着贝吉塔他们提高自己的气 小波也因此被吸引到了界王神界 悟空让杰比特神仙去其他地方 不过他们忘记带走撒旦而小狗了 然后贝吉塔悟空猜拳决定谁先上 小波等到睡着了 但是现在的悟空打不赢小波 悟空这下变身超级赛亚人3 这场激烈的战斗 整个第七宇宙的战士们都在看 除了一个人在睡觉 由于小波超强的恢复能力 悟空也坚持不下去了 之后换贝吉塔上场 结果比悟空还惨 休息了一下下的悟空继续上 贝吉塔则开始回忆自己悟空 过去的种种事情 他终于承认悟空比自己强了 而悟空这边却还在苦战中 贝吉塔让悟空不用在意自己 用尽全力打败波欧吧 他以为悟空又在照顾自己的自尊心 可惜这次并没有 悟空聚集全力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这次是悟空耍帅耍过头了 接下来贝吉塔为悟空 争取一分钟的时间 悟空还提醒贝吉塔别挂了 因为再挂带就真的没了 贝吉塔也是一直在强撑 小波欧把他当作沙包打 而悟空则发现自己无法拘弃了 老街王神阻止了 想去救援的丹底他们 因为去了也帮不上忙 贝吉塔此时真的快挂了 简要关头撒旦出场 他反正觉得这是个梦 所以大胆地挑战了小波欧 他还真的躲过了小波欧的攻击 小波欧突然头疼不已 他从嘴里吐出了胖波欧 原来是因为胖波欧的影响 所以他才没有攻击到撒旦 看到晕倒的胖波欧 撒旦再次鼓起勇气攻击小波欧 结果一拳就被打疼了 这时胖波欧过来救场 他要保护撒旦 就这样小波欧和胖波欧打了起来 而悟空因为能量消散变回常态 胖波欧这边被打得摸不着头脑 这下看起来没希望了 胖波欧被小波欧缠住 撒旦和小狗冲上去救援 结果也只是徒劳 这个时候贝吉塔心生一计 还要丹底他们去找波仁家 事关地区宇宙命运老街王神也同意了 但你来到新的纳美克星 新的大长老早就集齐了龙珠 贝吉塔的计划是先复活地球 然后在复活五大会那天挂掉的好人 因为大长老给波仁家升级了 所以可以一次复活多个人 接下来波仁家就被召唤出来 他先是恢复了地球 然后复活了从巴比迪爱地球那天 所有挂掉的好人 因此贝吉塔也被复活了 可见波仁家承认贝吉塔是好人 贝吉塔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原来他打算让悟空用元气弹 悟空有意无意救过地球好多次 也该让地球人为自己负责了 贝吉塔想要与所有地球人通话 这是剑王的拿手机能 于是贝吉塔将地球人索要元气 希望大家向天空举起双手 可惜只有自己人举手 因为贝吉塔不懂得卢娥求别人办事 所以元气弹还是很小 胖波这边还在争取时间 这时传来了地球人的质疑声 大家都觉得是骗子 波娥那边已经撑不住了 撒旦第一个冲了上去 结果小波娥注意到了悟空的元气弹 贝吉塔再次冲上去争取时间 接着换悟空跟地球人沟通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卡林胜利的乌扒他们 还有保护森林的17号 天津饭额饺子 阿巴所在的那个村子 以及好久不见的蓝旗 都向天空举起了双手 可是这样还是不够 地球上还是很多人质疑 终于撒旦听不下去了 他告诉地球人是自己在和小波娥战斗 他要求大家举起双手 这下终于成功了 地球人都举起了自己的双手 从地球传来了更多的元气 悟空终于凝聚完了元气弹 可惜贝吉塔已经逃不开小波娥旁边 悟空这下不冷心下手 而庞波娥则是又站了起来 他直接扑到了小波娥 让撒旦带着贝吉塔逃跑 悟空终于找到机会使出元气弹 小波娥双手硬撑住这招 这个时候悟空竟然体力不支 眼看就要敌不过了 大家才想起来波文家还有一个愿望 第三个愿望就恢复悟空的体力 恢复体力的悟空 再次把元气弹推向了小波娥 这场战斗终于可以结束了 悟空希望波娥来世可以做个好人 他致敬了这个对手 这个包含着所有人希望的元气弹 终于彻底消灭了小波娥 悟空也是累到不行了 撒旦向地球人宣布了胜利的战果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之后丹迪他们来到了机房神界 并治疗好了大家的伤 撒旦发现了倒在一旁的胖波娥 他求丹迪也治疗胖波娥 而贝吉塔不答应 撒旦恳求大家不要下手 他会见多少胖波娥的 悟空也答应了 因为撒旦和胖波娥确实帮了很多 如果还要情况就一起应战吧 之后大家就回到地球 吉吉很开心又可以跟悟空一起生活 半年后他们叫出地球神龙 消除大家对波娥影响的记忆 就这样过了十年 特兰克斯长大了 琪琪也老了 悟饭变成了学者 还和比迪丽结婚生子 悟空在锻炼悟天 悟马也有了岁月的痕迹 悟饭的女儿小方看上去也很强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悟空要参加今年的舞蹈会 波娥被撒旦养得好好的 小狗也长大了 这十年的舞蹈会其实都是 波娥先打败其他人 然后再假装输给撒旦 即使这届有悟空他们参加 大家也都明白这个道理 悟空还让波娥抽签的时候 安排给自己一个指定的对手 对了那个主持人也变老了 而悟空之所以要参加舞蹈会 主要是因为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叫欧布 是之前小波娥的转世 悟空当时许愿被阎王大恩听进去了 转世后的欧布潜力巨大 而且十分的善良 悟空战斗到一半 决定开始锻炼欧布 他还说以后要是地球有危险 希望欧布能好好保护地球 不过悟空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能跟成长后的欧布打一场 就这样有鸟山明珠比的龙珠 暂时告一段落 那么这十年里面龙珠的世界 又发生了什么精彩的故事呢 我是全书 下期见